牡丹道,明日我定然会来。 走了老远,牡丹转过头去,见阿桃姐弟还站在那里仰手相看。 他不由暗想,若是当初他来这里的时候,做的不是和牡丹,而是一个如同这般或者更无奈的小女孩。 为了生存,不得不去给别人做奴婢,她会怎样? 这虽然是个不可预知的答案,但她相信,她一定会渴望有人肯伸手帮自己一把的。 当天回去后,何志忠就领了大郎去寻前些日子给何家占卜的术士,约定第二天一起去看周家的宅子。 最终那宅子的风水还是得到了术士的肯定,并以616万钱的价格买了下来。 那老管士心里欢喜,果然将那林子逃离,一并留给了牡丹等人。 待到牡丹用自己的嫁妆钱付了款,大郎便与那老管士一起去官府升了蝶,将地契房契写上牡丹的名字后,牡丹真正成了一个小地主,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 他给那里起了个很俗的名字,就叫牡丹园。 阿桃一家人仍然留在那里替牡丹看房子,看那片果林,大郎马不停蹄地寻了个工匠去修缮那房子,该上期的上期,该粉刷的粉刷。 过后,又将家里能干的下人派了去将房子、园子收拾干净,眼看着就是焕然一新,可以助人了。 林妈妈便寻思着,是不是先将牡丹的嫁妆家具等先搬进去,省得总在那仓库里堆着不是事,牡丹摇头道,这个时候就搬去不妥道,怎么还没有合适的家人看房子呢? 那胡家妇女到底还不知道真性情?不妥,再说还要修园子呢?先随便搬点急用不值钱的东西过去,累了的时候可以进去歇歇就好,却想着到底得先寻下一房妥当的家人照料那边才能放心下来,便往前面去寻陈夫人商量。 牡丹趴在桌上,用探笔把自己画的设计图最后一部分填上,在十堵房子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将周围的地形全都看个清楚明白,又听了那术师的建议,哪些地方可以造出,哪些地方可以饮水,这个园子要怎么建? 他心里也有了大概的数,如今要做的,就是先将那园子大枝的样子画出来,然后想法子请明家看一眼,若是妥当了,便开始施工。 其间,陈夫人与雨和等人几次进来,都见牡丹专心专意地趴在那里,眉目之间全是专注,竟然是根本没听见有人进来的样子,便都不打扰他,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待到最后一笔落下时,牡丹心满意足地抬起头来伸了个懒腰,这才发现自己的颈子,肩膀,腰都说不出的酸,再看窗外,已经日映西斜,近黄昏。 雨和一直坐在外面,边坐针线,边听屋子里的动静,听到桌椅声响,立刻叫宽儿往前面去给陈夫人送信。 但娘这里可以了,马上就可以开饭。 随即进屋打水,给牡丹洗手洗脸,牡丹这才知道,全家人就等着她一个人吃饭,慌慌忙忙地将卷轴卷了带出去,但见一家子都坐着说笑,小孩子们也没喊饿,这才松了口气,笑道,都是我的不是,叫爹娘哥哥嫂嫂们久等了。 真是,自从因想要自家兄弟取牡丹的事情不成,又被陈夫人收拾过后,对牡丹就有些怪怪的。 后来见牡丹,置了宅子弟母,方才又稍微好了点。 此时,她是第一个看到牡丹手里的卷轴的,便上前去接牡丹手里的卷轴,笑道, 哎呀,咱们家的丹娘原来是才女呢,画了这许久,也让我们看看画的是些什么。 牡丹微微一笑,随手递给她,真是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来,笑着递给张氏等人看。 你们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我怎么看不懂啊。 张氏等人凑过去,但见纸上这里一团,那里一块的,与那惯常见的风景画果然不同, 心中虽然疑惑,却没有同真实一般嘲笑牡丹。 牡丹倒是早就做好被他们嘲笑的心理准备的,见真实笑他,也不恼。 二郎瞄了几眼,却看出些意思来,大致晓得哪里是墙,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子, 哪里是溪流池塘,并桥台楼阁。 只是这样的设计图实在太过简陋古怪了些,不过想到自家妹子又没学过这个, 也不需要他画得多出彩,反正是修园子就是了。 孤儿二郎也没笑牡丹,直到 丹丹丹这是准备怎么办? 我想要请哥哥们替我打听一下,这经中谁之园最厉害,最雅致的。 我想请他帮忙看看,润色一下,然后背下土木石料,越早东宫越好。 何志忠探手将卷轴接过去,叫牡丹过去一一给他解说,哪里是哪里,哪里又打算怎么办等等。 他其他都不管,只关心牡丹是不是认真按照那术士的说法来布置山水的。 见牡丹听了话,也就不再多言,直到 我明日让你哥哥去你李家表哥那里问问,请他帮忙打听一下。 陈夫人道,何必事事都要去麻烦他,我前些日子就托人打听了的,太平坊法寿寺里就有个福元和尚,最好辞到。 听说福家公主的园子就是他制的,后日法寿寺有俗奖,去的人很多,我正好领了丹娘去求他。 他给公主制园子的,只怕不肯轻易给咱们制吧。 听说道也没那么巨傲,但具体的就不知道了,少不得要去求上一求,说是不能成了,就另寻他徒也不迟。 自李家表示不肯与何家结亲后,李信也好些日子没上门了,他也想着,没事不能总去求人,平白让人更瞧不起自家。 牡丹是晓得陈夫人心里想的什么,见何志忠还有再劝劝的意思,便笑道,你要说得是,还是先去试试吧。 何志忠也就不再坚持,任由他母女二人去折腾。 这一日,何家几个要去法寿寺的女眷,居都打扮得光鲜亮丽,准备去参加俗奖,顺便看些热闹。 一行人行至东石附近时,在室门附近停了下来, 不多时,四郎铺子里的两个伙计,赶着两腔羊,两口大肥猪过来,向陈夫人行礼问好。 请夫人过目,这长生羊和长生猪如何? 长相还算端正,跟在后面吧。 牡丹看看那长相还算端正,臭轰轰的两腔羊和两口大肥猪,再看看自家嫂子们和随时的婢女们身上散发着香味的锦绣华服, 不由一阵阵发炬,也不知是谁兴起的这个头,做功德就要将猪、羊赎买回来,放养在寺院中, 还叫什么长生猪、长生羊? 养猪养羊,不宰了吃肉,还供在寺院里供人瞻养,这不是浪费粮食,浪费精神吗? 也不知道这些寺院里养着这多少猪啊羊的,想想就滑稽。 正在胡思乱想,林妈妈轻声道, 丹娘,夫人待您多好啊,这都是为了你, 祈求佛祖保佑你,长命百岁,加个好人家,福寿双全。 是母亲的一片心,牡丹历时收起了乱七八糟的想法, 再看自家这对古怪的队伍,也就不觉得有那么滑稽好笑了。 因为猪走得慢,又不听指挥,一行人少不得走走停停, 带到了太平方法寿寺时,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了。 一个俗蒋僧坐在蒲团上,正用很普通的言语讲述大墓前连民间旧母辩文。 何家人交割了长生猪和长生羊,又捐了销活钱后, 被小沙米领到一个相对清静的角落坐下。 牡丹扫了周围的人一眼,但见无论男女老幼都听得十分专注投入, 听到高潮处,许多人唏嘘不已。 片刻后,那俗蒋僧说完了故事,钟声和罗声一起响起来, 随即那俗蒋僧吸了一口气, 用高亢明亮的歌声将整个故事又演唱了一遍。 他的歌声非常好听,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 牡丹同样听得入迷, 他觉得他演唱的水平完全不亚于那些比较出色的专业歌手。 如果说听和尚以讲故事唱歌的形式, 将佛经中的故事演绎出来, 对牡丹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体会, 那么接下来他所看到的事情让人更加惊喜。 寺院不单讲经说法, 还设有戏场, 而这种大众聚集的日子正是演戏的好时光。 所讲结束后, 众人并不离去, 而是兴致勃勃地等待。 过不多时, 带着葡萄穿着绿袍的参军和总角必依奴仆状的仓壶粉墨登场, 开演参军戏, 二人插颗打混, 动作言语极尽滑稽之能事, 片刻后就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牡丹看得津津有味, 也跟着众人一起开怀大笑。 岑夫人心里, 牵挂着要求那扶冤和尚的事, 无心看戏, 探着头一直往后张望, 直到看见小沙米朝自己招手放松了口气, 推推牡丹。 但真是要紧, 改个时候又来看。 自己真是太贪玩了, 看到这些新奇的东西就忘了正事。 牡丹红着脸收敛了心神, 起身与岑夫人一道, 随了那小沙米一起往寺院后面去。 薛氏等人仍然留在远处看戏不提。 相比前面的喧嚣热闹, 发寿司的厚似显得特别安静。 从一排参天的古摆下经过时, 牡丹注意到不远处有个小院子外面, 水蝎不通的, 围着一群戴着青纱葡萄, 着青色缺胯袍, 灯高耀靴, 身材高大壮实, 神色警惕的男子。 他们穿着打扮虽然普通, 腰间挂着的刀却是流金龙凤环, 刀柄缠金丝的遗刀。 牡丹在上次端午节时, 曾经从蒋长阳的朋友身上看到过这种刀。 过后问了李姓, 晓得这是禁军的配刀, 寻常人是没有的, 他便猜测那院子里, 大约是有什么身份不同一般的贵人在。 岁不多看, 将目光收回, 垂了头跟着那小沙迷往里面走。 一间草堂, 几卷青色的草莲, 几层修竹, 几块玲珑的白色昆山石, 不过撂撂几件简单的东西, 就勾勒出了不一样的意境, 这便是福元和尚住的地方。 牡丹一看这间草堂, 便知道自己找对了人, 他没有想到福元和尚会这么年轻。 先前他以为最少也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和尚, 谁知却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和尚, 他面容清秀, 眉眼细长, 看人时总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神色, 并不像和志中猜想的那般巨傲, 而是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岑夫人和牡丹。 听说牡丹已经有了草图, 而且是他自己画的, 便非常感兴趣地, 让牡丹将草图拿给他看。 牡丹自知自己画的那个水平, 大抵是不能入明家眼的, 双手递上卷轴后, 有些害羞地道, 小女子之前没有学过这个, 只是有感而发, 画得粗糙, 让大师见笑了。 福元和尚微微一笑, 轻瘦修长的手指, 灵巧地将卷轴打开。 看清楚里面画的东西后, 微微挑了挑眉, 牡丹怕他给自己扔回来, 赶紧在一旁解说给他听。 他非常聪明, 牡丹只说了几句, 就已经明白那些图标是什么意思。 福元和尚的脸上, 并没有出现那种瞧不起, 或是好笑的表情, 而是认真地问起牡丹的想法和目的, 最后留下了卷轴道, 贫僧, 要亲自去原地看过以后, 才知道该怎么做。 牡丹和岑夫人求之不得, 赶紧起身道谢, 约定第二日, 派车来接他去牡丹园, 他们是女客, 出家人住的地方不宜久留, 事情一办完就起身告辞。 福元和尚仍仍旧让小沙弥送他们回去, 走至先前那个被禁军重重把守的小院子时, 那群人突然动作起来, 院门里前呼后拥地走出一群人来, 小沙弥忙领了岑夫人和牡丹退避在一旁, 匆忙中, 牡丹只看见当仙一人, 身材高调挺拔, 银白色的圆顶袍子, 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作为一个热爱生活, 爱好八卦的女人来说, 牡丹有些失望, 因为她还没来得及看清那人的长相, 那人就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拥了出去, 带到那群人走远, 小沙弥又重新领了牡丹等人往前行, 走至垫脚转弯处, 牡丹看到不远处的一道月亮门边, 有个身影急速一闪, 接着一个胖和尚迎面走上来, 满脸是笑的朝岑夫人行了一礼, 道了一声阿弥陀佛, 岑夫人还了一礼, 笑道, 慧生师父, 那慧生和尚扫了牡丹一眼, 笑道, 是才, 劳纳听说, 女檀月要替佛祖重复今生, 真是, 今年十月, 何志忠和何大郎三郎又要出海去进货, 牡丹的终身也没有着落, 五郎媳妇也要生孩子, 少不得要好生在佛祖面前孝敬一番, 求佛祖保佑全家人平安康顺, 那慧生和尚便借机夸了岑夫人一番, 又与她讲经说法起来, 见牡丹百无聊赖地守在一旁, 便笑道, 院墙隔壁有个放生池, 里面有十多尾上了年头的红礼, 还有两只华亭鹤, 大家都爱去看它, 女檀月要不要过去看看, 敢问师傅, 这寺里可有牡丹勺要知数, 有 就在放生池附近 是一株老牡丹 今年春天 开了上百朵花 颜色有正韵 道韵 浅红 浅紫 紫白 还有重抬起楼的 可惜现在不是花石 女檀月是要去看看吗 牡丹听说有这样的话 当时就目露绿光 眼巴巴地看向岑夫人 岑夫人也曾去过那地方的 也知道就在不远处 心想有什么喊一声就能听见 便笑道 你和雨河去吧 我在这里和会生师不说王话 再叫封大娘过来喊你们 小沙迷立刻领了牡丹和雨河一道 穿过那道月亮门往隔壁去了 但见里面是个精致的小院子 正中一口小池塘 周围垂柳依依 墙角处几株紫薇开得正好 两只鹤握在树下似在打盹 那牡丹花却是种在一个亭子边 亭子里背对着他们 坐着个穿棕黑圆领袍的男人 听见脚步声 他回过头来望着牡丹温柔一笑 正是理性 雨河眨了眨眼 小心地去看牡丹的表情 牡丹看向了小沙迷 小沙迷双手合十 眼观鼻 鼻观心 贫桑去给女檀院拿点鱼食过来 牡丹犹豫了一下 举步朝李姓走过去 笑着服了服 表哥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李姓不答话 先仔细打量了牡丹一番 但见他穿着飞裸窄袖短如 与铜色八幅长裙 头发梳成垛马迹 插着一条香玉蜻蜓截条钗 看着气色比从前红润了许多 笑容也更灿烂 往进了去 淡淡地扶取衣箱迎笔 先深深吸了一口 来自牡丹身上的香气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很久没见了 也没多久 就半个多月吧 宁王妃这几日就要生产了 宁王殿下 特意来这里的养病房 使手药材迷凉 探望病人和企儿 我因为手里刚好拿着一批药材 所以也应招送了来 是才是了 我跟着众人一道出来 不经意地扫了一眼 竟然就看到了你和姑母 牡丹这才知道 先前那个穿银白色袍子的人 就是宁王 而那个小院子 就是当时寺庙里 普遍设的收容和治疗疾病患者 乞丐 残疾人 和孤贫无告儿童的养病房 我有两句话想和你说 所以请卫生师傅行了方便 表哥有什么吩咐 只管和我说 我若是能做到的 必然不会推辞 不是吩咐 也不要你做什么 我上次在姑父的帮助下 买的那颗珠子还没送过去 手里也有了几件不大不小的功劳 就等着王妃顺利身产 我再借机向殿下讨个恩典 这算不算是折中的表白 牡丹两世为人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饶视牡丹脸皮再厚 对上李姓炯炯的目光 也忍不住微微红了脸 故作懵懂地笑道 大娘先在这里 欲助表哥虔诚似锦 李姓见牡丹雪白的肌肤上 突然蕴染出一丝粉红来 娇艳欲滴 眼睛半垂着 长卷浓密的睫毛 微微颤抖 看也不敢看自己 明显是害羞了 心里不有一天 觉着牡丹表面上 虽然什么都不说 其实已经懂得她的意思了 但她又有些担忧 宁王妃明显是情况不太好 宁王才会跑到这里来 施舍金银 礼粮 药材 探望养病风的病人和企儿 希望能得到佛祖保佑 顺利生产 宁王与宁王妃感情甚度 但愿宁王妃 要顺顺利利的才好 不然出了什么意外 她就不好再开口了 又得徐徐徒之 而家里 明显已经不打算继续放任她 崔夫人已经在为她相看 门当户对的官宦读书人家的女儿 还隔三差五 叫身边的小厮过去 询问她在外面的情况 牡丹的心乱了 自由恋爱 这里虽不少见 却也不多见 李家与何家并不是近亲 而是隔了好几代的表亲 完全不必担忧什么 三代以内近亲不能结合这个问题 李姓为人也挺好 待她与何家人也好 遇到这种事情 能想到应对的办法 努力去解决难题 是非常不错的婚配对象 牡丹对李姓也有好感 但仅限于好感 如果多一点时间和机会接触 说不定两人真的会相爱 但她真的要凭着李姓的功劳 去求恩典 让她做下她全家和上司 都不喜欢的事情吗 修耀说这个父母宗族 占了很重地位的社会 就是现代 父母不乐意的婚姻 幸福又能有几成 若是跟了她 若是一番风顺还好 若是遇到窘困的时候 李姓会不会嫌弃她 会不会后悔当时一时冲动 但是错过她 以后又会遇到谁 说不定她压根 就不是她猜想的那种人 牡丹前些日子 一直围持得不错的平静 完全被这隐晦的表白打破了 一时之间 很有些患得患失 二人各怀忧虑 一时无语 竟就冷了场 语何却是自听到 李姓那个打算后 心里也明白过来 看她突然没了那些怨气 越发的顺眼的多 巴不得二人早些顺利定下才好 此刻将二人中间 隔着三不远的距离 都垂着眼看地 谁也不说话 只当她二人都害羞惨了 牡丹更是脸皮薄 当着自己不好意思说什么 就决定成全她二人 低咳了一声道 嗯 卢必去看看夫人那里 可要说完话了 不用 我们过来的时间不短了 夫人那里 小鼻很快就要派人过来喊的 是啊 不必去瞧了 既然遇上了 我便去和姑母请个安 语何见状 虽然没有真去寻臣夫人 却也站得远了些 留空间给二人说话 大娘 你是怎么想的 你别怕 有什么持管和我说 我日后总会对你好的 表哥 我知道的 我刚经过一桩门不当 护不对的婚姻 公婆非常不喜欢我 主要原因 还是嫌弃我对夫君的前途没有助力 我知道这种情况下过日子的艰难和困窘 虽然我知道你 但是过日子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也不想再被人瞧不起 更不想因此成为你的拖累 这样很累 表哥还是当以前途为重 这相当于是拒绝了 理性眼里的光彩 一点一点黯淡下去 他知道牡丹说的是实话 父母与心仪的女子相比较 谁更重要 谁都割手不下 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 纵然凝罔硬了 他们只怕也会失望 不会对他怎样 但一定会间接把气出到牡丹身上 是他急于求成 不该事先就和牡丹说这个 应该水到渠成后再说 左右牡丹不可能马上就嫁人 他只要扛着 也不可能马上就娶亲 理性心里百转千回 终于强压下心中的情绪 你今日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在黄区边上买了个庄子 和一百多亩地 打算建个园子 就像曹家那样的 母亲打听到 福原师父是个支援的高手 特意领我来向他求教 想请他帮忙设计一下园子 那么 请动了吗 福原师父很平易近人 看了我画的草图 半点嘲笑的意思都没有 明天他会去看过实地 然后再做图 等我那里弄好以后 我再请你们一起去玩 我等着 园子取个什么名字 叫方园 众方为牡丹 那倒也贴切 刚才大和尚和我说 这里的牡丹长得不错 我得看看 说完 弯腰去看那几株牡丹花 看到根部有大量的蒙涅枝后 便决定无论如何 要买几支蒙涅枝 金秋假借 李幸在一旁 看他观察牡丹花 突然道 你知道吗 清华郡主醒了 前天赐婚的旨意正式下了 他的伤处无碍吗 听说是没什么大碍 最多 最多就是走路有点长短罢了 什么叫走路有长短 呼听雨河轻声道 夫人 二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 只见岑夫人表情不怎么好看地 带着封大娘走了过来 李幸反应快 立刻走过去 朝岑夫人落落大方地行了一礼 姑母安康 小职适才随同宁王殿下 来养病方施舍做功德 听说这里有华亭贺 特意过来瞧瞧 不妨正好遇上表妹 本要过去同姑母请安 但听说姑母 正在与卉生师傅商讨正事 便想着 稍后再去也一样 曾夫人扫了李幸和牡丹一眼 但看分明就是一对碧人 只可惜 虽然李幸说的这话 他并不完全相信 但他也不是莫名牵怒的人 暗自叹了口气后 便和颜悦色地道 在说什么呢 我们正在说 清华郡主 终于如愿以偿地嫁入刘家了 写出来我听听 李幸应了一声事 便想想细细地 说起事情的经过来 话说清华郡主醒过来第一件事情 不是哭也不是闹 而是在知道他醒了后 去探病的诸人面前 将刘畅换取 然后叫刘畅靠近 接着一把揪着刘畅的衣领 当着魏王府诸人 和宫中去探病的人逼问他 如果他贪了 刘畅会不会嫌弃他 不要他毁婚 虽说二人之间的婚约并未确定 根本说不上什么毁婚 但刘畅还是面无表情地 当着众人的面 答了一句不讳 于是大家都满足了 于是刘畅这两日也红火起来了 摇身一变 成了重情重义的好汉子 于是赐婚的旨意下达之前 刘畅先就顺利得到了个 从六品上街的私农四成的职位 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出 说刘畅采父子为攀龙赋奉 简直是什么都不顾了 这可真是皆大欢喜了 但愿他家从此过上想过的好日子 牡丹只是笑 挽了他的胳膊往外走 娘 嫂嫂他们还等着呢 我也想打听一下 这寺里这些牡丹花是谁管的 想事先和他们定下这些蒙孽芝 秋天的时候好娶了去嫁接 这又何难和会生师傅说过就行了 我还有事在身不能陪姑母说话了 带我这里去同会生师傅说一声便要走了 就不去前面和嫂子们见礼了 行之你去忙不用管我们 会生师傅那里我们自会去寻 有空来家里玩 你姑父表哥他们都记挂着你的 李姓微微一笑 也不坚持非要替牡丹去寻会生和尚 公公手静自去了 岑夫人又叫小沙迷去寻了会生和尚 把牡丹的请求一说 那胖和尚不当回事的硬了 若有何难 只不过毕丝的牡丹向来有名 盯着的人多 只怕不能多给 最多不过三四只罢了 还望女坛虐见谅 并没有说要钱 牡丹虽然猜着 何家给的香火钱想来不少 约莫不会拒绝 但想着大概也只是一两只 听到一口气许了三四只条 一是喜出望外 哪里还会挑剔嫌少 当下高高兴兴地谢了 自去与薛氏等人会合不提 阴见天色还早 牡丹并不急着回家 拉着岑夫人撒娇 娘 我还想去其他寺院道观看看 若是有这样的牡丹勺药 便和他们事先定下街头 省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买不着 岑夫人到底上了年纪 出门这半日已是有些累了 她粗略一算 这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寺院 就有一百多所 倒灌几十座 牡丹要是一一寻房过去 那得花多少时候啊 当下便道 我是没这个精神陪你的 你看看你哪位嫂嫂有空 请他们陪你 再多带上几个人也就是了 牡丹还未开口 六郎媳妇孙氏已经笑道 我在家里是最闲的 但娘若是不嫌我呱躁 便用我来陪着吧 孙氏无儿无女 又是年纪最小的 在家里也没什么事要她管 果然最合适 因此岑夫人只是略略一沉吟 便留了封大娘 和几个粗壮的家丁给他们 再三嘱咐二人要小心谨慎 下面的人要仔细伺候 然后就由着孤枣二人自去探访 且不说牡丹 到处寻访牡丹少要名种 李姓急匆匆别了牡丹等人 在外面隐秘处 找到了后者的罗山和苍山两个小厮 主仆一到出了法寿寺 往自家铺子而去 才刚在铺子里坐下没多久 就有人急匆匆奔来报信 说是宁王妃发动了 李姓紧张地一下站了起来 若是从前她必然不会担心 生产就生产 最多派人回家去提前知会一声 让崔夫人准备一下贺礼就是了 而此刻 因为心里牵挂着那个人 牵挂着那件事 她无比期望宁王妃能够平安顺利地生产 最好是顺利产下嫡长子 宁王心里高兴 他在趁机献上那几件功劳 效果是平常的两倍 天色将晚 散世的针已经响了 宁王府里仍然没有传来消息 理性焦躁不安的命人 收拾好铺子里的一英事物 马上回了家 岑夫人依然听说了宁王妃发动的事 正与李满娘一到 简世准备送去庆贺的一英物品 又议论起那位宁王妃秦氏来 阿姐 我以前和您说过这位秦妃没有 那真真是神仙一样的妙人 朽身的貌美端庄 又善良大度 和蔼可亲 根本没有五姓女的居傲之气 最难得的是画的一首好画 弹的一首好琵琶 财情是一流的 不但宁王殿下敬爱她 就算是宫中的皇后娘娘 也是多有体恤 笑说这人的福气 真的不是乱生的 生来就是太原秦氏的嫡女 又做了王妃 打婚不过半年 就有了身孕 若是这一胎是儿子 以后啊 只怕是越发风光了 李满娘微笑着听弟媳说完 随手拿起一件 崔夫人精心制作的小被子 道 你这东西做得虽然精致 但只怕王府里根本不会用 依我说啊 你不如去送几件 采头好的小玩意儿罢了 他们父子都给宁王府当差 平时做的事情都在人家眼里呢 用不着你这样费心费劲 阿姐 你是不知道 所以我才说王妃 平易近人 这个 可是她自己和我要的 之前 王妃的生成 我没到去恭贺 她偶尔瞧着 我给邓司马家的小女儿 做的披风 很是喜欢 特地让我做的 这不过是我的一片心意罢了 怕用与不用 就是旁的花 李满娘知道 自己这个弟媳最骄傲的 就是这守秀宫 既然宁王妃 有意笼络这些王府啊 她也就不用再多挂这事 因见崔夫人心情好 转而便提起另一件事来 今日我去逗夫人家中 你猜我遇着了谁 建议大夫妻 常怜的夫人和女儿 怎么样 去她家 那恶毒公武的性子可笑 性子倒是不太一样 最少在我面前 挺温良公俭的 样貌也不错 裴夫人也客气得很 还主动和我谈起了 上次行之吃亏 几个孩子们挨板子的事情 表达了许多歉意 我瞅着 她家似乎是有 其他意思在里面 高价低取 但咱们这个王府长使 可比不上人家 那个建议大夫 咱们这儿从商家起身的 也比不过她家世代官宦 自家儿子 纵然现在只是在外做生意 但也有目光如炬的人 看出他的优秀和潜力 这的确是一件 值得母亲骄傲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 她才越发要给李姓 精挑细选一门好亲事 李满娘清楚得很 崔夫人这话 不过是因为 瞧不上妻夫人那品性 担心七玉珠也差不多 才会特意这样说罢了 须知 崔夫人这段时间 给李姓找的人家 并不比七长林家差 而且品行是低等重要的 但李满娘 并不打算就此事和弟媳深入讨论 左右她已经将此事 带给崔夫人知晓 至于怎么挑媳妇 那是崔夫人和李源自己的事情 只可惜了牡丹 明明那么大方善良的女子 又是李姓喜欢的 奈何 崔夫人瞧不上 二人有一搭无一搭地 说起其他事情 听说李姓回家了 方才停下 从来清凉无憾的李姓 此刻竟满头大汗 一看到二人面前那堆贺礼 母亲这是要去宁王府送贺礼吗 已经生了 哪有这么快 不过今早才发动 王妃是头一胎 身子又娇弱 今晚的身下就不错了 这些贵人们 若是那些爱骑马射箭 打球的倒也罢了 似这等又娇弱 又从来娇养的 生孩子却是大关卡 李玛娘有些得意 说起生孩子 倒是真没吃过什么大苦头 她身子健康结实 平时爱动 没有刻意当回事 生孩子对她来说 反而很轻松 边关的女人们 大多数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女子 独立生下孩子后 看到院子里成熟的青胡桃 格外嘴馋 当下便自己爬上树 打了来吃 在京里的女人们 虽然平时爱骑马什么的 但又有几人弄这样 所以 这娶媳妇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行之 上次我让你帮我打听房子的事情 你可打听到了 问过了 最近没有什么合适的 让人盯着的 一旦有合适的 我马上就去买 你可得给你姑母 办妥这件事 嗯 我不吃晚饭了 你这孩子 国代崔夫人说完 李姓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莲外 她无奈地 看向李满娘 唉 我承认那孩子 是个不错的 我原本也不嫌她的出身 毕竟咱们家 也曾经是行商起家的 但就是她那身子骨 风一吹 就会飘走似的 还有长那样 我总觉得那什么 血淫则亏 太美了 可不是好事情 这过日子 还是得你请我愿才行 唉 阿姐你不知道 她对她有心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从前就记挂着的 说不是那孩子病得要死了 笑冲喜 她措手不及 只怕早就提出来了 你以为她跑到外面去这两年 就只是为了那两匹五马 还有那什么生意啊 不是的 好容易才好一些 就闹了这么一出 那孩子将来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她就毁了 举其如此 我不如从一开始 就断了她的念想 她要帮她出火海 她要帮她出气 都可以 但就是娶她这一条 我坚决不许 李满娘也不好说什么 摇了摇头 常常叹了口气 李姓换了身 鱼肚白的家常袍子 歪躺在茶寮里 目光涣散地 看着渐渐阴暗下来的庭院 醋枝在草丛后 发出悦耳的声音 茶寮前的朱里 已经快要熟了 不远处廊下 那十几株牡丹 在夜风里轻轻摇曳 空气中 飘来碧水煮茶的清香 明明一切都如此美好 偏向她心里 无尽的计量 牡丹不知道 李姓一直在她身后 默默地望着她 李姓很小就认识了牡丹 牡丹从小就很漂亮可爱 性子又大度善良 李姓每次去荷家 总能看到牡丹娇娇娇地 乖乖地靠在岑夫人身边 眨巴着一双漂亮的凤眼看着她 懦懦地喊 表哥 若是遇到牡丹高兴了 她也会调皮地 学着大人大声喊她的名字 行之 李姓第一次看到牡丹 就喜欢她 那时候还小 还不懂得这许多 等到牡丹大一些了 长到十一二的时候 李姓已经是青色少年 懂事了 李姓总会趁旁人不注意 在一旁偷偷地偷看牡丹 李姓知道 牡丹浓密的睫毛掩盖下的那双眼睛 有多么美丽动人 李姓知道 牡丹撒娇的时候 声音特别嗲 脸皮特别厚 像小猫似的 蹭着人的胳膊 会把人的心 蹭得一点点地软下去 化成一帮水 李姓知道 牡丹不喜欢做针线活 也不喜欢厨艺 就只爱看杂书 爱种牡丹花 李姓知道 牡丹流泪的时候 就多么让人心疼 李姓也知道 牡丹有多么的敏感 总认为自己拖累了家人 十四岁的少女 明媚芬芳 虽然病弱 却丝毫不能遮挡 牡丹的美丽 李姓不想 只做牡丹的表哥 然而终究是 有缘无分 命运很诡异的 和李姓 开了个玩笑 牡丹的病突然加重 接着又是那个 术实莫名其妙的话 牡丹又莫名其妙地 成了流畅的妻子 牡丹不知道 李姓不是那个 可以给牡丹冲喜的人 让李姓有多难过 但李姓总巴望着 牡丹能好好活下去 知道牡丹闯过了生死观 知道她喜欢上了那个人 李姓想 她总是能忘的 不管怎么样 日子还要照旧过下去 这个世上 李姓并不是只有她自己 父母家族 她背负的使命太多太重 任何一样也放不下 可是到底 能忘不能忘 不能忘 她一旦看到了希望 就遏制不住地 又燃起了希望 李姓幽幽地 看向那十几株牡丹 这些奇品牡丹 都是给牡丹准备的 而牡丹却一次 也没有看到过花开 牡丹唯一一次来到这里 已经是花式已了之时 牡丹自是不知 李姓心中所想 牡丹对她说出了那样的话 李姓偏偏不能怪她 碧水端坐在椅旁 素白美丽的手 熟念优雅地拨弄着茶符 银池 竹家等物 心思却没放在上面 她偷偷打亮着李姓 见她眉头深锁 目光幽暗 很是不忍心 忍了又忍 忍不住出声相寻 公子今日办茶还顺利吗 还好 茶煮好就送上来 你去吃饭吧 让我一个人静静 碧水愣了愣 无声地将茶殴 送到李姓面前的茶几上 又将驱赶蚊子的香拨了拨 默默行了个礼 退了出去 才走到院子中间 就见崔夫人身边的真龙 立在院门口朝她招手 碧水端庄地走过去 笑着给真龙行了个礼 真龙姐姐 夫人亲手给公子爷做了馄饨 让我送过来 现下人怎样了 正躺在茶凉里喝茶呢 不要我们在一旁伺候 就看着院子里发呆 你可知道她怎么了 还不是那件事 碧水越发忧愁 真龙把手里的托盘递给她 好了 我这就去禀报夫人 小心伺候着 碧水接过托盘 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摇摇唇朝茶凉走过去 公子 夫人给您送吃的来了 放下吧 公子 这是夫人亲自下厨为您做的 闻着就挺香 趁热吃吧 理性并不多话 握住筷子埋头就吃 请客吃完以后将筷子一放 道 收了去 若是宁王府有消息传来 马上就来告诉我 这很快就要关闭方门了 能有什么消息传来 碧水搅了搅手指 本想劝她两句 终究暗叹一口气 默默退了下去 一晚味道鲜美的热混沌下了肚 理性觉得 无论是身上还是心里 都要轻松了些 她屈指轻轻敲击着茶几 慢慢地盘算起来 父母不接受牡丹 无非是因为希望她的前程更远大 那她就一步一步地来 证明给他们看 她不需要七族来提携 也同样能做成大事的 带到她功成名就之时 想必他们也不会对牡丹那么挑剔了 宁王妃能不能顺利生产 是否产下敌长子 都与这件事无关了 她要徐徐徒之 立下更大的功劳 夜一点一点地暗下来 几点寒星在夜空中闪烁着 晚风将金银花的香气送过来 闻着再舒服不过了 想通了的李姓起身伸了个懒腰 大声道 闭水 让人给我送洗澡水来 长夜漫漫 天还未放亮 尘鼓声还未响起 李姓就清醒过来 她皱着眉头披下床 轻轻推开窗户 但在一条璀璨的心河从空中躺过 超乎寻常的璀璨 她看着那条河 觉得是个好兆头 决定先把那颗珠子送过去 既然要去见宁王 少不得要好生整事一番 待她收拾好 往父母居住的正寝过去时 已经是五更三点 金色圆润的珠子 在烛光下闪着如梦似幻的光芒 李渊连连点头 这珠子定然能得到王妃的喜欢 说完这话 她狐疑地看着李姓 早就准备好了吧 为何这个时候才拿出来给我们看 你这次又想做什么 崔夫人文言 立时住了筷子 皱起眉头看向李姓 满脸的不悦 没有李满娘专心致志地吃饭 不做什么 爱儿只想多利几件更大的功劳 让殿下把更重要的事情 交给我去做 你能这样上界 我和你娘就放心了 儿子定然不会叫爹娘失望的 父子俩一道出门 还被走下如意踏躲 就见一个婆子 脸色苍白地跑进来 王府来人了 王妃轰了 李姓和李源的目光 就碰到了一起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 李姓的心砰砰地乱跳 虽然已经想好了 不在这个时候求宁王 但宁王非得死 带来的不定因素 却是很大的 不过唯有一点可以确定 至少最近宁王 没有心思去管他的亲事了 不要说李源和李姓 就是屋里的崔夫人 与李满娘都静得站了起来 李源与李姓 快步奔了出去 李源身为王府常识 该他做的事情 着实不少 只怕接下来几天 都不能回家了 李姓 却是要准备 若干丧礼需要的东西 也要忙得脚不沾地 崔夫人三步并坐两步地 走到门边追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孩子呢 那婆子 配合主人的心情 做出悲痛万分的样子 小狮子是 害时一刻落得低 但王妃却是血崩 熬到银食三刻就轰了 崔夫人的眼泪 一下子掉了出来 李满娘扶了扶她的肩头 问道 小狮子的情况好吗 听说也不是太好 好一些才哭出声音来 好容易喂了奶 却又全树吐了 王妃的身子实在太娇弱了 母亲死了 孩子的情况也不好 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 也是悲剧一桩 两个女人顿时沉默了 崔夫人抹了抹泪 进屋换人收拾东西 准备前往王府调研 她的心里越发坚定了信念 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儿媳妇 这一日牡丹早早起身 有五郎陪着 一道去法寿寺接了福渊和尚 往方圆赶去 福渊和尚也不怕日头猛烈 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后 就问清楚牡丹 要留作种苗园的地方是哪里 随后笑道 女檀月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水了 可以让水景区区蜿蜒 把各处景物迎带为一体 环池有镜 跨河有桥 再建风亭水线 踢桥价格 岛屿回环 用四季明花 竹 异树 起始点缀其中 到时候 只需福州往来 也可将四季景色 进来目中 说完 也不问牡丹赞同不赞同 静字进了屋 拿了笔 在牡丹所画的草图上 运笔如风 飞快地画起来 他也学了牡丹的方法 只大略做了个标记 然后勾勒上 写上一些小字 牡丹立在一旁静静看着 但见穿了一身 月白僧衣的圆夫和尚 表情专注 平淡无奇的眉毛 偏散发出一种 不可忽视的吸引力 牡丹不用暗想 这就是属于智者的 独特魅力吧 阿桃 今次不同以往 不用人吩咐 先就老老实实地煮了茶 又摘了厚林早熟的李子 清洗干净送进来 就规规矩矩地 束手退了下去 跟着雨河 封大娘一道 去准备宿斋 五郎轻笑道 这丫头 倒不是你们先前说的那本雕花 他刚进我家的门 若是连这点都做不到 我也没有继续留他下来的必要了 眼睛却看到浮原和尚 将园子后面那块陶里林 一起画了进来 又将河道引了进去 如此春日陶里缤纷之时 泛舟畅游林中 仿似误入桃源仙境 不由甚何心意 日近黄昏 浮原和尚放住了笔 笑道 女坛月可还满意 牡丹又就几处不太明朗的地方提了问 得到清楚明白的回复以后 感激地向浮原和尚行礼道谢 浮原和尚随了五郎一道去吃斋饭 见牡丹拿了图纸 在一旁皱着眉细心研究 便道 女坛月不必紧张 既然图是贫僧与你一道做的 见园子的时候 少不得要多来看几回 务必要叫她妥贴才是 不如再劳烦师傅 一并推荐几个造园的匠人如何 行 明日贫僧就让人去问问他们工期可对 然后再让他们来与你们谈工前 五郎少不得又叫人送上素酒谢了一回 带兄妹二人将浮原和尚送回法寿寺 回家途中从安义方经过时 看到各色车马人流不断地涌进安义方 端得异常热闹 五郎以生意人特有的敏感和好奇 命随从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片刻后随从回来回答 是宁王妃轰了 牡丹的眼前顿时浮现出当初 他回家途中遇到的那位丰润如玉 神色柔和的女子 忙道 是什么缘故 纵然猜着大概与生产有关 但他总想问个明白清楚 那随从道 这个倒是不曾打听清楚 雨河因是昨日听到牡丹与理性那番对话的 想着此事与牡丹理性之事干系莫大 须得仔细问清楚才是 便主动道 带奴婢去打听 带得牡丹默许 他便骑马入了安义方 不多时打马回来 便主动道 竟是难产 那小世子倒是平安 但也真可怜 见牡丹沉默不语 不由对牡丹与理性 生出十二分的同情来 五郎倒是没放在心上 毕竟这天家的人与他离得太远了 他只记着李源是宁王府的常识 宁王曾经为了牡丹的事情开过口 这下子 李家旧父可要好生忙上一段时候了 当初宁王曾经为你的事情出过面 随则最后不曾成功 好歹也是开过口 出了这样的事情 咱们不能去调研 便被一份丧仪送过去吧 这送丧仪的人何止千百 自家送丧仪去 只怕也没人认得是谁 就算是托请李家送过去 倒怕会引起旁人 笑伙李家的亲戚借机攀搭 总归只是心意 不如以此为由 施舍做功德 保佑小狮子 平安成长更有意义 别怕 就依着你 事情是我做的事 这钱便由我出 五郎本想劝他 见园在即 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但看到牡丹一本正经的样子 也就不再劝 兄妹二人回到家中 门房过来牵马 笑道 李家姨夫人一道过来了 牡丹猜着李满娘 大概是陪着崔夫人一道来吊艳 却不好跟着崔夫人在王府久留 故而趁便来自家歇息的 因着李满娘不是那挑剔的人 于是也不入内换衣 只将马鞭递给雨河 先与五郎一起进去 拜见李满娘 李满娘正与岑夫人讲编程故事 见五郎牡丹来了 见过李后 笑着将牡丹拉过去 指手细看 与前些日子比 好似黑了些 崔夫人称道 陈日总算骑着马往外跑 能不黑吗 李满娘道 这样子好 身体健康最重要 又问起牡丹建园子的事情来 牡丹一一答了 五郎心想着 牡丹虽是默默尽心就可以的意思 但是李家是请宁王帮忙的人 此事不要宁王府知晓 却要李家知晓才是 省得李家还当自家人 是那忘恩负义的人 便将话题自然而然地 转到了宁王妃的丧事上 又说起了牡丹的打算 李满娘叹了口气 哎 你这孩子倒是心善 周到 奈何那孩子是个没福的 是才我才与你母亲说起 那可怜的孩子竟没熬过去 就算是尊贵如斯 也逃不过一个命子 何尝不是呢 所以这福气不是乱生的 有了那命 还得有福气去想才是 罢了 要做功德就做两份吧 求佛祖保佑这母子二人 来世平安喜乐 薛氏却想得更深远 这事对舅父没什么影响吧 李满娘叹 应该没有 只盼宁王殿下早些打起精神来才好 他们夫妻感情甚堵 一直盼望着这孩子 谁知道会这样 这打击不小 今日一时哭晕过去两回了 还是宫中来人才劝住了的 众人又感叹了一回 似这等天还贵胄 如此情深义重的实在少见 牡丹却在一旁 想起前世的事情来 那个时候 爸爸和妈妈总爱互相开玩笑 问对方 若是一方死了会怎么办 多久嫁娶新人 爸爸总是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道 不许 我就问你守身如玉一辈子 在我心里 就没人能比得上孩子的妈 妈妈明明知道不太可能 却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回答 边甜蜜的笑 边怪爸爸说假话 爸爸又说 那我先死了 你怎么办 要死你就早点死 别拖到后面 我老了没人要才死 你死了才好 让人享受你的房 让人享受你的车 让人叫你老婆做老婆 让人叫你女儿做女儿 为了不让别人占我便宜 那我还是不要死了 后来 却是妈妈早早就去的 爸爸刚过一年 就重新娶了其他人 那个人 果然住着爸爸和妈妈的房子 开着爸爸和妈妈一起买的车 叫妈妈的老公做老公 除了他 不肯叫哪人做妈妈以外 其他的都被妈妈当时的话应验了 虽然他为爸爸这么快 就重新娶了旁人而非常不舒服 但是他还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妈妈去世的时候 爸爸真的是非常伤心 茶饭不思 很长一段时间都蔫巴巴的 遇到那位之后 才又重新精神起来 不管怎样 毕竟是他的爸爸 他还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人生 他没有自私到 要爸爸孤老悲伤一辈子才满意 他安慰自己说 已经没了妈妈 爸爸能过得好 总比不好得好 妈妈是他一个人的妈妈 他牢牢记着就好 待到他来了这里以后 他就淡了对爸爸的怨 万分庆幸爸爸身边还有那个人 不然中年丧妻丧女 又独自一人的爸爸就太可怜了 这样想来 爸爸能这么快恢复过来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 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妈妈若是地下有之 也一定希望爸爸能过得好 但他常常会想 这世上谁又真的离不开谁呢 这种非清不可的感情 不是没有 也固然感人 可总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凝王这样的人 过不了多久 就会重新娶妻的 就算他是果真忘不了秦妃 皇家也不会容许凝王妃之位空虚 年身日久 再想起那个神色柔和的美丽女子来时 他还会记得多少 面目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的吧 少女怀春的婴娘荣娘 去都觉得宁王真是太痴情了 虽然不敢明说 但言下之意 都是希望自己未来的夫君 就是这样深情款款的人 牡丹认真的道 其实不管遇到什么事 多为活着的人着想 才是最妥当 最明智的 荣娘和婴娘有些发愣 不太明白牡丹的意思 李满娘与陈夫人 却是非常喜欢牡丹这句话 陈夫人探手握住牡丹的手 欣慰地笑道 这话极对 你们都要记住 活着的人才最重要 神活着 不是单为了自己 何志忠大郎等人大步走进来 只听到了后面这句话 笑道 这话说得对 但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事来 众人少不得七嘴八舌的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给他们听 何志忠叹道 既然如此 那明日便去做吧 才叫人摆上晚饭 外面又来了人 这回却是崔夫人 从王府回来 绕道来接李满娘回家 何家人热情地 接了崔夫人自污 陈夫人关怀地问道 可吃饭了 崔夫人惹得满头大汗 却不忙先回答 接过牡丹地上的茶汤 先喝了个干干净净 才探道 吃什么呀 连坐出都没有 又热又累 又渴又饿 别人吊咽之后便能回家 我却不能的 陈夫人赶紧命人 给她布置碗筷 拉她在自己和李满娘 中间坐了下来 道 这种事情是没法躲的 谁叫表哥坐着王府尝使呢 表嫂都这样累 表哥只怕更累吧 听说去吊咽的人很多 崔夫人眉头深重 可不是吗 她就一直站在那日头下面 不停地迎来送王 片刻不得休息 片今日这鬼天气 又热又闷 一丝分都没有 我真怕她一个支持不住 就中了鼠 最要命的是 宁王殿下竟然病倒了 她简直顾哪头都不是 宁王病倒的消息 远比宁王非轰了的消息 更让李家人担忧 毕竟他们的一切 都压在宁王身上 何之中善解人意的道 不用太担心 宁王只是忧思过度 他平时身体康健 人也年轻 又有宫中御医调治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过些日子自然会好 崔夫人叹道 唉 远博族保佑她 吃完饭 崔夫人和李满娘要走 牡丹欲曾夫人薛氏 送她二人出去 崔夫人热情地伸手 拉住牡丹 仿佛完全忘了 宁王府的糟心事 不住口地夸赞牡丹好 牡丹不知她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一味只是微笑 崔夫人说着说着 竟然就转到了 牡丹婚配的问题上去 这女人最美好的就是这几年的光阴 还是应该把丹娘的婚事 当作一等一的大事 来抓紧办才是 细细地挑 细细地选 时间充足 方才不会误了大事 岑夫人心头一跳 只当时崔夫人又知晓了昨日李姓在法寿寺建了牡丹的事 这是借机来断货根 来做防备的 心中便有些着恼 当下皮笑肉不笑地道 表嫂说得极是 丹娘的婚事 我一直记挂在心中的 她前回吃了苦头 这次 我怎么也不会再给她找那样的人家 但凡有一丝嫌她不好的 就定然不会让她去受那委屈 那样的人家和刘家相同的人家 不就是官宦人家吗 但凡有一丝嫌她不好的 不就是说自己家吗 崔夫人 虽然心知肚明 岑夫人这话是专门针对自己的 却怕岑夫人因此果然着了脑 以后再不好见面 便假作没听出来崔夫人的意思 装糊涂 是啊是啊 丹娘这样的人 我见有脸 是要好好挑一个 丹娘 你说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一直就把你当女儿一样的看待 崔夫人还未说完 就被李满娘狠狠拉了一把 示意她赶紧闭嘴走人 崔夫人满嘴苦涩 她也不愿意这样 但看了今日宁王府的事 她无论如何也要防患于未然 牡丹假作不懂她什么意思 落落大方地朝她行了个礼 谢表舅母关心 牡丹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们的情 从来不敢相忘 岑夫人满腹闷气 勉强撑着笑脸 将崔夫人与李满娘送出了门 回头看到牡丹乖巧地立在一旁 有心想教训她几句 想想又不是女儿的错 反倒是女儿辛苦 不由将气咽了回去 暗自将雨和叫过去 严厉训斥了一顿 耳提灭命一回 叫她再遇到昨日法寿寺那种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拦住 不许二人在私下见面说话 带雨和走了 岑夫人又关着门朝河之中 发了好大一台脾气 我以前 当她是个知理懂理的人 也古道热肠 她不想和我家结亲 我也没说什么 还是一如既往的 那样对待他们家的人 她倒好 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暗示我 把我家的人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就是那不要脸不要皮 黏上去就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以后不许你们再去找他们家的帮忙 她看不上我的丹娘 我还瞧不着他们家呢 就怒气冲冲 搜长瓜度地 找了一通李家人的缺点来说 和之中却是冷静得多 看事情也能一分为二地看 默不作声地坐着看账簿 听她说得累了 适时递上一杯茶汤 软软嗓子 你的孩子是宝贝疙瘩 人家的孩子也是命根子 为了这么件事情 就叫人家贬低的一无是处 有些不妥吧 明明是上了年纪的人 天生就像个小孩子 越活越回去了 你这些话让家里人听到 会怎么看丹娘 丹娘听到又不知道要想多少 她心思想来几重 你还这样嚷嚷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她实在是过了份 有着稚气的事情 你不如替丹娘好生寻一门妥当的亲事 这样一来就猪般烦恼都没了 我这些日子也在四处打听呢 奈何那可恶的刘家 串出那样的谣言 不然求情的人 早就把门槛给踏破了 叫他远嫁 我是舍不得的 再等等吧 我也舍不得他远嫁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先前武郎和我说了 他背着丹娘问过扶元师父 丹娘那个园子若是建得极好 花费绝对不少 我替他算了 他的家长虽然不少 但多数都是食物 若要建园 购买大量的牡丹 名花其实也够 但只怕就要捉襟见肘 这园子又不是一年两年 就能收回成本的 上次宝会从刘家那里 挖回来六千万钱 明说着给他 他是不要的 不妨咱们背着他 让五郎帮他修园子 暗地里 就将这些材料钱捡了 你看如何 自然是好的 但就是要做得小心 不要露出马脚 绣平生 伸出许多事端来 手心手背都是柔 将来几个儿子得到的 远远胜过丹娘许多 然而还是有人不知足 说着家里 这段时间 又开始闹鬼了 怎么说 五郎媳妇在床下 挂了斧子求子 谁想那斧子 却不知什么时候 失了踪影 这又不知道 是谁不想让他生儿子 哎 可可的心都大了 我觉得 还是应该定个章程出来 哪家做什么 能分多少 得说清楚 不然 总无视身非的 休要说丹娘 却发小心翼翼 在家里住着不舒坦 就是你我也烦 还影响家中的大事 那依你所见 这章程该怎么定才妥当 你原本是打算 让大郎 领了三郎五郎 做珠宝生意 二郎 领了四郎六郎 做香料生意的吧 是 但你事先没和他们说清楚 你看宝会那日 你让大郎家的两个孩子去 二郎媳妇和三郎媳妇 心里都不高兴 觉得你偏心 一次两次 儿子们也许不觉得 但一连来上几次 只怕也会跟着有想法 一觉得偏心 心里就有了怨气 哪里还肯 如同从前那样和平相处 卖力干活 心不齐 就要出大问题 加上其他几家都有儿子 就四郎家 只有一个瑞娘 六郎家里 更是儿女全无 他们一定会担心 其他几家 欺负他们家没儿子 分家产的时候 也会吃亏 这斧子的问题 恰恰就说明了这事 祸在眉睫 你还是先说清楚了的好 他们心里有了底 也就不会乱了 那你说 该怎么分才妥当 老大是长子 以后还要指望着 他多照顾一下 弟妹子侄 祭祀什么的 都是他的事 他的脾气也在那里 不是那种不懂事 贪心的 他媳妇也不错 自然要多得一些 其他几个人 平分 你怎么这样想得看 但娘能忍下 他嫂子们的算计 若当着大家 说不要这些钱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图个家 和万事兴吗 难道我做母亲的 还没他懂道理 他们有本事 给他一块瓦砾 也能变成金子 若是没本事 给一块金子 也能变成瓦砾 一家人 只有暴臣团 才能立足 那些破家灭门的 哪家不是因为心不齐 失了河才会遭了宅 好好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铺子是不能分的 各家贫苦 今后也要听 大郎二郎的安排 陈夫人淡淡一笑 不是他自夸 述出的两个儿子 谁也比不上 他的四个儿子 能干懂事 还有他的小丹娘 再没有那样 良善大度的孩子了 李家看不上 哼 他还看不上李家呢 且不说何志中夫妻二人 在这里盘算大事 只求家和万事兴 拧成一股力 越过越兴旺 此时牡丹 披着件粉红色的 软断袍子 散发歪在床上 任由宽儿和树儿 一人在一旁 给他用药揉腿 每当揉到酸痛处 总忍不住怪叫一声 轻点轻点 轻点 林妈妈道 不要松手 就要用力 才能很快解乏 不然明日 你的腿脚更疼 自家身子本来就弱 还不自个儿爱惜这些 又骑马又晒太阳 走了这么多的路 能不疼吗 宽儿与树儿 抿着嘴忍着笑 手上半点不松 孤丹只得哀嚎不已 甩甩在一旁瞅着 很快就学会了 他怪叫的声音 甚至比他叫的 还要凄惨婉转些 请点 哎哟 牡丹听他叫着叫着 竟然听出些 不一样的意味来 气得扔了团纸过去 闭嘴 甩甩怪强怪强地笑起来 宇和从另一间房 给牡丹熏完衣服 听到这边的笑声 快步过来 莫不作声地 将甩甩提了出去 气得人来风甩甩大骂 紫盒话 宇和也不似 往常那般教训他 只将他放在 熄了凳的黑暗处 就不再管他 少请众人服侍牡丹躺下 尽都散去了 宇和洗漱干净 莫不作声地 披了袍子进来值夜 牡丹早就注意到 宇和的脸色不好看 便叫他过去 宇和 可是夫人骂你来着 其实夫人也知道 不干你的事 她只是气不过 奴婢知道的 奴婢不是为了这个难过 奴婢是为了您难过 我有什么好难过的 牡丹忍不住笑了 房里挤了挤 拍拍床 叫宇和躺下来 来 你帮我一起睡 所以我身上疼 也睡不着 咱们说说话 宇和有一片刻 见牡丹一双眼睛 在烛光下亮晶晶的 也就小心翼翼的侧身 躺在了外眼 尽量不去占牡丹的被子 牡丹微微一笑 将宝被盖在她身上 既然叫你躺着 你就放心心的 若是病了 倒叫我故意不去了 丹尼尔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不打算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 自然直 这种事是讲究缘分的 强求不来 今后 我仍敬她如兄长 其他的便算了 她此时想不明白 此后 从有想明白的时候 你要记得提醒我 需要让我不小心 就做出让人误会的事情 哎 倒是你 你年龄也不小了 有没有什么打算 说您呢 怎么突然就绕到了奴婢身上 我不会硬给你安排一个 你不喜欢的 但若你有什么打算 第一个告诉我 我必然为你安排的 妥妥当当的 嗯嗯 第二日吃早饭的时候 何之中神色严肃的 宣布了与陈夫人商量之后 得来的 有关家产的处置方式 众人反应各异 但更多的是不相信 陈夫人淡淡地 扫视着众人的表情 杨姨娘 真是 孙氏 三郎 六郎 很快就由震惊 变成了欢喜 儿子最多的白氏脸上 是按捺不住的不甘心 吴姨娘 则是惊慌失措 使不得使不得 长幼有序 尊卑有序 使不得呀 这话 自然而然地 引起了真是 杨姨娘 六郎 孙氏等人的不满 但杨姨娘 还是顺着她的话头道 就是 好端端地 说这个做什么 好似要散了似的 陈夫人 暗自冷笑了一声 缓缓道 当然不是现在 只要我和老爷还活着 这家就散不了 家和才能万事兴 我们只是先让大家有个底 只要还和从前那样 好好地做事做人 将来 谁也少不了好处 现在你们赚得越多 到时候 分得就越多 赚得越少 分得就越少 就要一天到晚 竟做那些无聊 损人不利己的事 若是被我们抓到 不拘是谁 惩罚绝对不会轻的 众人皆诺诺 虽然也还是有人会不满意 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气氛相比从前就欢乐轻松了许多 牡丹在一旁旁观着 松了一大口气 在他看来 何志忠夫妇无疑是极睿智的家长 这方式就如同董事长 将股份分给了员工 员工之间自然也会有利益引发的矛盾 但大方向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那么就算是闹腾 也会有分寸 宁王府的事情何家管不上 接着先前商量好的 为秦妃母子做了功德后 一家子就把心思放在了各自的事情上 经过五六天忙碌不堪的准备 方元终于如期开工了 牡丹跟着五郎一道早出晚归 日日在工地上巡视 偶尔复原河上 也会自齐了驴去直岛 先前一切顺利 直到这一日 因为要改水道的缘故 那条从黄菊引出来的河水 给牡丹引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隔夜下了一场暴雨 那条因为拓宽河道而变浑的河水 越发的浑 方元也因此一日之内来了两拨人 第一拨来的竟然是宁王庄子上 一个姓邓的管事 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五郎监工去了 牡丹少不得亲自接待他 邓管事乍一见到牡丹 有些愣神 但他很快就将那种惊讶压制下去 把多数权贵中的管事们 面对普通老百姓时 所共有的那种习性拿出来 表情巨傲 鼻孔朝天 袖着手 不接阿桃地上的茶汤 拿眼睛斜瞟着牡丹 拿枪拿掉的道 你就是这方元的主人吗 牡丹虽然脑头无理 但也知道 这些人将来就是他的邻居 更何况他背后还有宁王府 不能轻易就得罪闹番 少不得耐着性子陪笑 正是 敢问邓管事此来所为何事 那邓管事来之前 早就把这方元的主人身份来历 打探得清清楚楚 晓得牡丹不过是个富商的女儿 故而一听牡丹这话 历时就不高兴了 他去其他有头有脸人家的庄子上 人家管事这样问他 他还有一点道理 分明就是这样一个 有几分臭钱的商家女 怎敢在他面前拖打 当下便冷冷的道 不敢 不过就是咱们庄子里的一条小溪 好端端的就变得浑黄不堪了 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那样子 就像牡丹做了什么了不得的 杀人放火的样子来似的 牡丹暗自蠢夺 这几日工人在拓宽河道 又四处挖掘 想必河水流到下游时 变得没有往常那般清澈 也是有的 可是宁王庄子离这里那么远 流到那里的时候 真的还那么浑吗 前两日没听说 下了雨后才这样 兴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暂且不说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说到这河 当初周家买宅子 卖地给他的时候 就明明白白地说过 这条河是周家人花了大价钱 自己去引来的水 事后 牡丹也向庄户打听过 证明事实果然如此 但这又和宁王庄子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宁王庄子 其实也是沾了这条河的光 就将这水引去用了 且不说这邓管师的目的是怎样的 光这沾光的人不问情有 便气势汹汹地追上门来 找主人算账 也未免太不客气了 然而他不客气 牡丹还是应该先讲道理才是 牡丹便道 怎家这条河 这几日也是浑的 不过 我是因为命人拓宽河道的缘故 过了这些天 自然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 这河与贵庄上的小溪是相连的 也没想到 流了这么远水还浑 不过前两日也还好 像是昨日下了暴雨的缘故 但不管怎样 是我想的不周到 没有事先去打个招呼 这条河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 笑话 下雨 哼 你从前没动弓之前 就是连下三天三夜的鲍鱼也不曾浑过 如今做了这种事情 却害怕承担责任吗 遇到如此 胡家虎威 不讲理的豪门雕奴 牡丹先前怪自己 没有派人先去同下游庄子打声招呼的不过意 此刻也化作了怒气 便也沉了脸 却不回答他的话 只转过头去 冲着一旁吓得白了脸的阿桃 阿桃 去把你爹叫了 更管是只是冷笑 看牡丹到底想怎样 这种小人物他见得多了 只要端起架子 抬出宁王府的名声来 随便压一压都会吓破了胆子 到时候还不是指哪就是哪 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少请胡大郎来了 规规矩矩的立在连下道 不知娘子有何吩咐 我就是问问 当初我买着地的时候 周家的老管事分明说得清楚 这条河是先前的周家 花了钱去黄渠引来的 可有这桩饰 的确有这件事 周围的庄户 有许多都是见者人 这河本来就是这桩子的 当初挖河的地 剧都是出了钱的 牡丹瞟了那管事一眼 见其已然怒发冲冠 便微微一笑继续道 那我问你 这条河流到下游 可都经过些什么地方 可是又经过谁家的庄园子 这河道却是绕了一个弯后 重有流入去江池 不过当时 这附近有好几个庄的 都曾经上门来和先主人打过招呼 见了这河的光 在周围令星挖了勾曲 引入各自庄子中用的 有要给钱的 先主人说 是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从不曾搜过谁家的钱 没想到那日一声不吭 蔫巴巴的胡大郎 说起这些来的时候 竟然是井井有条 句句都说在要害处 这一席听得牡丹心满意足 不由又多看了胡大郎几眼 满意的道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带胡大郎退下 他方才又回头 认真诚恳地 对着那邓管氏笑道 是我疏忽了 原来贵庄也曾饮了这条河的水去用 那我这上游动工 果然会影响到下游 虽然隔了十几里 想来也还是没有先前清澈 牡丹顿了顿 眼看着邓管氏的脸色 越发不好看 就笑道 邻里邻里 出了这种事情 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又是个女人家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 请问管氏可有什么妙计 还请指点一二 让他们去做就是了 若是个知晓道理的 就该收敛 随意两句话 打发过去就行了 偏到邓管氏是个凶悍刁蛮的 越发觉得牡丹软弱可欺 猛地站起来 声色俱利地道 怎么办 当然是马上停工 不过王府一个奴才 也敢如此欺负人 牡丹一口怒气 憋在喉咙口 几次往上冲 好容易才忍住了 胆胆的 管氏这主意虽然妙 但只怕不合情理 我这房屋地母 通通都是在衙门里生了蝶 记录在当的 我自在我家的地头 挖我家的地 跨我家的河道 天经地义 是的 这个时代商人地位低 被人瞧不起 她是商人女儿 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但那又如何 她从不认为自己就低人一等 也不认为那些所谓的皇子皇孙 文人官宦们 就比自己高级多少 她会尽量去适应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但那是为了好好地生活下去 越过越好 并不代表她站着里也要卑躬屈膝 任人骑在头上欺凌 却不敢发声 邓管氏见她一个小小女子 竟然不吃硬 不怕下 黑黑冷笑了两声 阴阳怪气地道 好呀 你是在你家的地头 挖你家的地 或你家的河道 但你可知 宁王殿下这几日就在庄子里 他日日都要坐在那西边读书的 你饶了他的清静 该当何罪 接着手指就挖到了牡丹的脸上 寻常庄护老百姓一听到这种话 一看这架势 无疑不是被吓住任由拿捏 偏偏牡丹不是那种 可以任意拿捏的 他不但不退 反而不动声色地往前一步 推开一惊 自行挡在面前的风大娘和雨和 瞪着邓管氏 不软不硬地道 说来也巧 我家表舅刚好是王府长使 我家中也曾铁言求过殿下恩典 前些日子 也晓得宁王妃与小世子不幸轰了 殿下病了 却不知殿下已经来了庄子中 若是我真的犯了大错 自然该前往请罪 管氏是见过大事面的 懂得多 还请教我 我犯了何罪 下次也好不再犯错 邓管氏无言以对 片刻时间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弯 却不知牡丹所说的是真是假 但宁王妃轰了 宁王病了 也不在庄子中果然是真的 因他拿不准 却不敢相逼太甚 只得虚张声势地冷笑一声 哼 只怕有些罪过 你想改也迟了 小娘子 听老夫一声劝 做人还是莫要太张狂的好 言霸一甩袖子走了 慢走 劳烦大娘帮我送送客 封大娘默不作声地 送了邓管氏回来 愁道 丹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端端的 他就发了那么大的火 虽然这回是赶走了 只怕回头 就要设计了其他借口来找麻烦 哼 他一开始就火冒三丈 大得是因为我 没奴言媚谷 点头哈腰地问他 这个王府的管氏 到底有何吩咐 而是问他有什么事 他觉得我冒犯了他 但就算是我装孙子捧着他 也还是躲不过他来找麻烦的 他本来上门就没安好心 大娘 你真的相信 这河流的十几远 又转了几道弯 还会浑煌不堪吗 分明就是故意来寻麻烦的 我倒不是说 这河流是我的 我不管下游的人 但好好地说 商量个章程又会怎样 叫我停工 他凭什么 我若是这样就退了步 以后 我还怎么在这里立足 只怕随便是个人 都可以砌上门来 五郎得到消息赶过来 听牡丹说了这话 深以为然 只怕其中另有隐情 回去使人好声打探一下 到底是什么缘故 也好事先做好防备 我事才使了个可靠的庄户 让他沿着河道下去看看 下游可是真的浑得厉害 那凝王田庄附近 又是什么样子 是否真的如同那管事所言 也好做到心中有数 牡丹眨眨眼 做沾沾自喜正 难道是因为这块地 占位太好了 先前因为那个谣言 没有人买 见我轻轻松松买了又眼红 这是不是说明 我这块地的地价又涨了呢 说不定转手一卖 就远远不是当初那个价格了 五郎被他引得微微一笑 忍不住弹了他的额头一下 才刚买来就记着要卖 哪里有这种道理 不过你说的这个倒是有可能 但总不会是宁王的意思 他现在就根本没心思来争抢着地 应当指着下面人在捣鬼 哎 娘百般不愿再沾你家的光 但这光却偏不得不沾 若不是我抬出表舅来 那人也不会走得这般快 只不过他刚好是宁王府的 除了李家 爹爹还认得旁人 你也不必太把这件事放心上 临时搭起供饭的大厨房里 做好了饭 与何将牡丹与五郎等人的饭菜送上来 牡丹忙了半日早就饿了 比往日在家时多用了半碗饭 五郎见他吃得香 笑眯眯的 就要经常出来动动 有事做着才有精神 五哥你还别说 我真的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比前些时候强壮多了 以前起码从这里到家中一个来回 再略略走上一段路 两条腿啊 就酸疼得不行了 现在根本不会了 过几日大批材料要送来 不如将牡丹芝士改方便些 你不是还要去准备今年秋天要用的牡丹种苗吗 这几日不是要紧的时候 你只管与你六嫂一道 该去打听的继续打听 该预定的继续预定 这里有我就好 牡丹硬了 兄妹二人才放下碗 阿桃又忐忑不安的来报 外面又来了一位客人 听人说 先前就在那河道边游了几遍 才让人来通报的 这又是河方神圣 难道这条河的污染影响果然如此之大 五郎与牡丹对视一眼 问道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三十多岁的黑脸汉子 他说 他是这附近姓蒋人家庄园的仆役 叫乌三 刚来那个王府庄园的管事 又来了这么一号人 也不知道又是哪个权贵家的 又来找什么麻烦 如果这庄子用地不成了 是不是又要转卖 牡丹听说 是蒋姓人家的仆役乌三 王道 快请进来 又和五郎解说了这乌三的身份 约莫是蒋长阳家里的仆役 他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 说话间 穿着灰色圆领缺胯袍的乌三 满脸失笑的走了进来 五郎忙请他做了 教育和奉茶 牡丹先谢过上次他送药去 寒暄了几句方道 本是打算弄好了以后 在登门拜访的 以后就是邻里了 不敢不敢 小人今日来 却是为了那河水的事情 可是贵庄的用水也浑了 胡大郎说 当初几家人来商量饮用着河水 莫非蒋家也是其中一家 他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毕竟那日乌三说送盐子过来 他们并没有等多长时间 可见蒋家离宁王府的庄子并不远 兴许就在这河的下游也说不定 小人可以说是为了此事而来 也可以说不是为了此事而来 就凭蒋长阳的为人 也断然不会因为这种事来找我的麻烦 既然来了 一定有其他应有 还请武馆市细说分明 这河的由来 我家公子和小人也是知道的 本来就是大家都沾光的事情 主人家要动工也无可厚非 左右又没有谁喝着水 浑上两天也就不浑了 不是什么要紧的 再说这河流到下面 挖了几个弯 又是从侧面开的沟取引着水 不会混得那么厉害 所以对我们庄子上来说 并没有任何影响 说到这里 乌三扫了风大娘雨河一眼 牡丹会议 是以风大娘和雨河出去看住门户 乌三见闲杂人等都退了下去 放笑道 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总归是让人知道的 比较少比较好 是才 附身可是有为宁王府庄园里姓邓的管事来巡视 正是 他说宁王府庄子上的水 因为我们的缘故全浑了 要叫我们停工 不然要治我的罪 我刚安排了人 去看是否真有此事 再设法应对 这也怨我 事先没有打听清楚 竟不知道下游 还有其他人在用这水 说是事先做了准备 也不至于 我们的庄子就在贵庄与宁王府庄子中间 是才邓管事从贵庄出去 直接就去了我们的庄子上 意思是要我们与他们一起来寻你们的麻烦 这河的下游还有几家人 都是权贵 他大概还会再去寻那些人 他如愿以偿的 看到牡丹与五郎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看来不只是单纯的为了一条河找麻烦呢 牡丹起身谢过吴森 多谢吴管事提醒 让我们不至于在事发时束手无策 五郎也道 谢过了 但吴管事还是早些回去吧 若是叫那人知道你过来报信 说不定又会来刁难你们 不过一个小小的奴才算得什么呀 吴森笑了笑 缓缓说道 二位不必担忧 且听小人把话说完 当时我家公子恰好在 已然回答了那邓管事 其实是我们庄子上也在拓换水渠 想将水引得更大些 和挖个池子 宁王府的水魂 应该就是我们庄子里的缘故才对 以示告诉那邓管事 他会派人去各家陪礼道歉 小人这就是因人牵连了贵府 平白受了冤枉 特地来致歉的 说着竟然真的起身 向牡丹行礼 牡丹的嘴张成欧行 这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他不是笨人 怎会不懂这乌三将好好的一件事 分成两节角 中间还掉胃口的意思 更何况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他这里动工拓宽河道 蒋长阳的庄子里也刚好拓宽河道 牡丹这个是主流 影响支流还说得通 那个支流也影响主流 也太不对劲了吧 分明就是蒋长阳蓝氏助他的意思 武丹是一五郎辅助吴三党 这个礼我真的是当不起 就给蒋公子添麻烦了 他鼓道热肠 几次三番助我 我真不知该怎么谢他才好 可到底是我的事情 不能总无端给蒋公子添麻烦 我正和五哥商量 准备回去和家里人商量 尽快处理这件事呢 无论如何 总有应对的办法 小娘子多虑了 我家当真是在挖河渠 公子想建一座水蟹 种上重连台和白连 正嫌水小呢 可巧的贵庄就拓宽河渠了 说来又是我们得意 按您这样的说法 我们沾了这河渠的瓜 也该算钱给付上才是 不要这样说 若是这地换了旁人去 只怕这下面人家的水 都要不好用了 我们也是为了自驾方便 您就不要再多说了 只要做到心中有数就好 说完也不多话 就要辞了去 牡丹无奈 只得再算谢了 与五郎一道 送他出门 兄妹二人商量之后 因恐凝王府庄园的人 会趁着自家媒人来找麻烦 便决定 有五郎留在此处坚守 牡丹领了封大娘 与和并两个 恐无有力的家人 一道归家 去寻和这种商量对策 时尽黄昏 彩霞满天 道路两旁的河苗 正是清脆茂盛的时候 牡丹打马 满行路上 但见满目清脆 许多鸟儿 在田间地头 飞腾跳跃 叽叽喳喳 监货 还能看见几只白色的水鸟 助力田中 远处村落里 吹烟鸟鸟 好一派 乡间田园风光 风大娘和雨河 见她看得出神 便也不催她 几人慢悠悠地走着 偶尔互相开几句玩笑 倒也轻松自在 呼听身后 一阵马蹄声响 牡当回头 见当仙那匹马 很是醒目 通体乌黑发亮 唯有颈尖与四蹄是白的 身材高大健美 显得很是漂亮威风 马上之人 则戴着黑纱葡萄 穿着宝蓝色的缺胯袍 腰间挂着把黑色的横刀 表情坚毅 正是蒋长阳 他身后跟着的 那穿灰色袍子的黑脸汉子 不是先前去了方圆报信的乌三 又是谁 牡丹没想到竟然这么巧 会在这里遇到他们主仆二人 当下勒马停住 回头望着蒋长阳一一 笑道 蒋公子安好 蒋长阳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牡丹 诧异地挑了挑眉 随即爽朗一笑 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 也抱拳还了牡丹一礼 和娘子安好 您这是要回城去吗 正是呢 我有事也要回京 天色已晚 若是您不嫌弃 不妨同路吧 傍晚 是夏日里最美好的时段之一 路边的草丛中 已经响起了促之一声长一声短的叫声 微风吹过 稻田里发出轻轻的沙沙声 空气新鲜轻裂 向着夕阳骑马缓行 实在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牡丹侧头瞧过去 只见蒋长阳在离他两个马身左右的地方 不急不缓地持江而行 他内建鲜艳的宝蓝色曲胯袍 纯黑色的马在夕阳的余晖中 傍晚的藏青色天空下 碧绿的稻田旁显得格外鲜艳 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质感 牡丹不知道 蒋长阳穿鲜艳的颜色也很是好看 在牡丹的印象中 蒋长阳就没有穿过这样鲜艳的颜色 不是灰就是黑 不然就是青色 那些灰暗的颜色 并没有让蒋长阳黯然失色 反而趁着他的气质越发突出 人无非三种 一种人是无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 也是只见衣服不见人 一种是人靠衣装 穿得得体自然就越发好看 还有一种人是不管穿什么 衣服都只是陪衬 在牡丹看来 蒋长阳就明显属于最后一种人 到此他是万分好奇 此人的身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潘荣的好友 尚书府的坐上课 敢和郡主作对 深得坟王青睐 同时又和宁王府田庄的管事 抹上了 在芙蓉园附近有京宅 在这里有田庄 马术 刀技 球技 一样精湛 这样出色的人 又热心 若是权贵的子弟 他应该很出名 可是窦夫人等人 却都不知道他是谁 甚至于要向自己打听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只可惜不能追着问他的身份 牡丹轻轻嗓子 打开了话头 总给您添麻烦 实在是过意不去 感谢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您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 请千万不要客气 您放心 若是有需要 我一定不会客气 蒋长阳扫了牡丹一眼 他今日穿着的是一身橘红色的胡服 腰身还是一样的纤细 比至上次打马球之时 虽是黑了些许 却明显健康结实多了 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此刻的牡丹 青春活泼 与从前刘家那个似乎风一吹 就要倒的贵妇人比起来 几乎完全就是两个人 果然大户豪门都是个将活人慢慢变成死人的地方 牡丹笑笑 接着又冷了场 是没法子 两人本来就不熟 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蒋长阳话不多 牡丹也不是那种话多的人 做不到无话找话的和他套近乎 一行人又默默前行了约有一炷香的时间 蒋长阳主动开了口 您上次用了那头疼药 感知怎样 还不错 头疼一直都没有再犯过 那就好 从前我母亲也有头疼的毛病 一疼起来就了不得 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方子虽然不是鼎鼎好的 却也是花了许多心思配来的 他现在就只用这个 已经很久没犯过了 即使服了效果好 回头我再让人送些过来 不用了 上次送的还没有吃完 还有好多好多呢 左右放在我那里都是闲置 不如给用得着的人 你就别推辞了 要是过意不去 可以给药件 其实我上次病了是装的 罢了 既然如此就算了 毕竟是药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若是再犯病 少不得一定要试试那药的 宇和在他身后 轻轻嘟囔了一句 就没见过自己说自己要犯病的 牡丹回头望着宇和 嫣然一笑 哪里会说生病就生病了 牡丹想得到 倘若此时不是有蒋长阳等人在身边 宇和一定会先呸上两声 然后说两句百无禁忌 宇和还是不高兴 就算是这样 也不该随便说的 乌三 史实插话 对呀 但愿是没有机会尝那药才好呢 蒋长阳却笑道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若是实在想尝尝那药 到底是什么味道 也可以弄点来尝 以后说起来 总比旁人多知道一种东西的味道 众人 皆都微笑起来 不但没想到 蒋长阳竟然也会开玩笑 别笑道 盛情难确 那我回去后啊 一定要尝尝 倘若下次再见 能问我上次送的药好吃吗 是苦是甜是酸的 我总得回答上两句才是 有了这句玩笑话 两拨人之间的气氛 融洽了许多 牡丹便借机 问起他那几株牡丹花 如今怎样了 可寻到合适的花匠 蒋长阳道 一个朋友推荐了合适的人过来 打理得很不错 上次您要的那个牡丹花的种子 前两日我问过 似乎也快了 过两日我会让人送过来 呃 是直接送到府上呢 还是送到庄子里来 看您方便 送哪里都可以 两边都有人在 想必您是要种在这园子里吧 我那里经常有人来庄子里的 下次让人给您直接送过来好了 说话间城门已经摇摇在望 不远处两旗向着众人的方向飞登过来 乌三轻轻唤了蒋长阳一声 蒋长阳回头望着牡丹道 关于合逗的事情 您不必再管了 若是再有人来寻麻烦 尽管推到我身上 牡丹虽然并不打算这么做 但想着他也是一片好心 因此并不多话 只和他道别 蒋长阳报了报权 将鞭子虚空抄了一下 很快就与前面奔来的两旗会合 却并不急着走 而是站在原地低声交谈了片刻 方又往前去了 那两旗人走之前 特意回过头来 望了牡丹等人一眼 雨和笑道 一奴毕说 这位蒋公子实在是鼓道热肠 有他帮忙 那事儿就简单多了 这回来接蒋长阳的那两个人 腰间倒是没带那种遗刀 而是横刀 不过那坐姿与寻常男子 也略微有些不同的 更像是军人 牡丹把目光收回来 不知可否得到 走快些 回去沐浴之后 正好赶得上吃晚饭 何志忠听牡丹 说完事情的经过 沉默片刻 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偏不直接说出来 只问牡丹 那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我想这件事 还得先和宁王府打个招呼 虽有蒋长阳在中间帮忙 但他的情况和咱们不同 他敢站出来 是有所持账 而我们没有 人子既是有心冲着我来 便会绕开他 另寻其他石油 来找我的麻烦 所以这件事情 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得好 那周围多权贵 若是此番解决得不好 那我就算是勉强 将这园子建好 只怕也还是保不住 反而落得一个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 因此这件事 我必须自己面对 还得做得干净漂亮才行 那依你看 怎么办才多 牡丹看了一眼 坐在一旁 替自己缝斗碰的岑夫人道 先请人去打听一下 那邓管事在宁王府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着警不着警 是个什么居心目的 然后再设法将这事 递给他头上 管这件事的人知道 不用告状的方式 而是说 因为我做事不周到 没有事先去打招呼 所以去赔礼道歉 但这事 只怕是绕不开表舅他们 见岑夫人 一下停了手里的活计 抬起头来 严厉地看着自己 牡丹忙陪笑道 从前就一直是 他们帮着忙的 而且他们就在 那个位置上 虽然咱们通过其他方式 也一定能解决这事 但就唯恐他们生了误会 以为怎么绕开他们 背着他们去求其他人 是故意打他们的脸 要与他们生分了 那关系只会越来越糟的 何况今日 也当着那个人的面 提了表舅 脱不开干系道 崔夫人的嘴唇动了动 最终没有表示反对 和这种饶有兴趣的道 假如那管事 不是自己的打算 而是受了他上级的人的指使 目的就是冲着你那块地 和房子去的呢 毕竟 今时不同以往 那地和房子 晦气的名声已经没了 那周围寸土寸金 大注意的人可多 你需要知道 于情于理 你表舅固然都会帮这个忙 但他始终也只是王府的常识 还是王府的人 假使人家一句 乃是为了王府的利益着想 他再想帮你这个忙 只怕也有限度和难度 有些话 他也不好和宁王说的 那是自然 就比如人人都说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 是亲信 但有人要去拿秘书亲戚的利益 来讨好领导 秘书也不好直截了当地 找领导申冤诉苦无事 牡丹对此早有考虑 别笑的 如果真是那样 我自然不能为难他 我就另外去寻 可以与宁王说得上话的人 一个不行 还有另一个 总有人能将这事办到 但这件事的真相如何 该请谁帮忙 怎么着手 请表舅参谋参谋 总是可以的 只要我拿捏住分寸 想来他也不会太为难 退一万步讲 倘若他还是不肯帮你的忙 或者他当时偏巧不在 事情又火烧眉毛 你又怎么办 你打算去寻谁 总不能叫我的庄子 就这样平白被人占去 我自然是厚着脸皮 去寻所有可能帮得上忙的人 比如白夫人 比如豆夫人 再不行啊 我就去寻康城长公主 就算是门房不许我进 我就在外面等 总能等到她 这些呢 都是还有可能 以温和的方式 解决的情况下 做可以做的 说是这些方式 都不能解决了 我便去衙门 击鼓深渊 倘若你击鼓深渊 也不能解决问题呢 无论如何 这庄子你都必须让出来 你又当如何 也就是说 这庄子就是宁王想要 我不当如何 才气一气都没有命重要 逼不过我给他就是了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有机会 东山再起 总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实现我的愿望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若我是死了 却真正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 图得几声叹息 和几声吃笑而已 好 何志忠猛的一拍桌子 笑道 呵呵呵 既然如此 这事情你就按你的想法 自己去做吧 事不宜迟 你明日就去寻你表将诉苦 牡丹没想到 和老爹商量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他不出面 要牡丹自己去做 可是让牡丹去求李源 牡丹想了半天 在脑子里搜出一个 模模糊糊的李源的形象来 好像是一个干瘦的半老头 逢人总带三分笑 一双眼睛却锐利得紧 若是之前倒也罢了 虽然牡丹来这里之后 不曾见过李源 但叫他单独去见一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如今 他和崔夫人都防着他 就生怕他和李信有私 他若是去李家找他 只怕崔夫人 就会给牡丹脸色看 或者有旁敲侧击地 说上点什么 自己不舒坦 人家也不舒坦 若是半途去劫人 指不定人家会以为 他曲陷旧国 还是不舒坦 怎么都不好 牡丹本能地打起了退堂鼓 可怜兮兮地看着岑夫人 岑夫人认真地看了牡丹一眼 不许去找李信 牡丹纠结地揪着衣角 坐在和志中与岑夫人的房里 死活赖着不走 和志中坐在一旁喝着茶汤 看着账簿 笑眯眯地欣赏女儿的纠结 简直自得其乐 岑夫人看不下去了 道 哎 如今这情形 还是你陪他走一趟吧 和志中 这才看向牡丹 戏谑地道 刚才还说要厚着脸皮去求旁人 怎么一到来 真格的就打退堂鼓了 难不成 这自家的亲戚 还比旁人难见难求 就算是真的生了误会又如何呢 你自己站得正 你又怕什么 你现在是有我们可以依赖 若是没有我们 你少不得 还是要咬牙走出这一步 人若是被逼到绝处 防止脸面并没有生存重要 当然 该有的节气是不能丢的 他还有一句话藏在心里 人才对你有偏见 你就来个闭而不见 岂不是越发坐实了偏见 倘若是他 他还偏要在人们面前展示自己的好 但想到牡丹这种情况 印象却不是好久能改变的 便没有说出来 牡丹一听有戏场 立刻谄媚地蹭过去 抱住和志中的胳膊 讨好的道 爹爹 好爹爹 万事开头难 这次您好歹陪我去 下一次我就自己去了 我实在是和表舅不熟啊 您叫我去路上劫他 他若是给我脸色巧 我一个女儿家 也不好意思的 和志中恋爱的 刮了刮女儿挺翘的鼻子 你呀 这一趟我自然是要陪你去的 但接下来你倒是真的要靠你自己了 宁王府中 随着王妃陪葬的一英器武准备工作尘埃落定以后 一直以来忙得脚不沾地的李源 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 由于长期没有好好躺平休息 双腿双脚钻丝的疼 站也站不得 走也走不得 嘴角也因上火起了个大炮 还开了几个血列子 整个人看上去又疲惫又狼狈 下属劝他回家去休息一夜 他却不敢走 而是走到宁王的书房外 小声问守在外面的侍者安宁 殿下今日饮食入火 可服药了 安宁尚未回答 书房里传来宁王低沉有力的声音 元初 你进来 李源忙扶了扶衣袍 不紧不慢地垂眸走了进去 正要行礼 坐在书案后的宁王 抬起血红的眼来看他一眼 道 免了 你过来看看这几件东西 李源略微往前行了两步 站定后抬眼看去 但在宁王面前 放着一只金筐宝殿珍珠金盒 里面俨然是李姓买来的那颗金色的珠子 并一对金装红玉闭环 旁边又有一只金银剔透 用整块水晶雕琢打磨而成的枕头 三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他略以沉隐 就明白宁王叫他来做什么了 并不点破 老老实实道 这三件东西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古打算将这几件东西 移并与王妃入葬 这对金装红玉闭环 乃是皇后赐的 这水晶枕头也是父皇去岁家宴十次的 都是他生前极爱之物 李元暗想 前些日子圣上方才下诏 禁止后葬 宁王年少丧妻 向后葬王妃无可厚非 然而也用不着拿着玉刺之物去随葬吧 却并不直接了当说出来 而是不停地夸秦妃如何娴淑谦 孝顺体贴 听到宁王又微微红了眼 半上方叹了口气的 罢了 阿勤顾念着我 只盼我好 我又如何能做让他不高兴的事情 还是让人收起来吧 你前几日和顾说 为王妃准备的千位石过舍 你也着心俭去吧 但他身边那些用惯的东西 就不必再留了 李元松了口气 几乎是很高兴地应了一声 鹰王扫了他一眼 但见他脸颊凹了下去 双眼凹得血红 眼底全是轻盈 嘴角起了大炮 唇上还开着血裂子 显然是累坏了 便温和地道 你这几日辛苦了 姑这里暂时没有其他事 你今夜便回去好生休息一番吧 殿下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凝王疲惫地挥了挥手 示意他退下 凝王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 出了凝王府 正要上马 忽见一个炎子 如飞地飞奔过来 接着又高又胖的合志中 满脸失笑地过来 大酒哥 小的你辛苦 看见走路都大颤 真为你准备的 上吧 李渊的眼神敏锐无比地往旁边一扫 就看到了不远处牵着马 安静地看着自己的牡丹 他略以沉吟 毫不客气地上了盐子 笑道 还是妹夫懂得心疼大酒哥 怎么 带孩子出来散心 合志中上了马 跟在他的身边 笑道 他忙得不得了 哪里有什么闲心出来散心呢 乃是他那个再见的园子 遇到了大麻烦 退来求你的 也不敢耽搁你太长的时间 咱们边走边说 园子离开了王府大门口 牡丹忙上前行礼问号 李渊不露声色地打亮了他一眼 笑道 看着气色比从前好了许多 说吧 有什么事 牡丹见他的态度 还算和蔼可亲 忙斟酌自举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 李渊屡屡袖子 眯眼道 我知晓了 明日傍晚听我回话 大酒哥 你可晓得 那蒋长阳是什么人 他帮过丹娘好几次忙 我们心里快感激的 他好像与祝国公有亲戚关系 具体是怎样一个亲戚关系 好人就不大清楚了 但想来不会是不要紧的人 说起这位本朝有名的猛将 朱国公来 只怕这京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本就出身 没落 熏贵之家 年少从军 从十八岁的年龄 独占敌手二十余 从而声明确起 之后更是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上百一次 每一次都充分发挥了他的勇猛机制 加上拥立有功 平时为人更是低调深沉 深得圣上信任敬重 若是蒋长阳是他要紧的亲戚 那么敢于与清华等人作对 也就说得通了 和之中便也不再多问 循了些轻松的话题来说 带出了安逸方后 便吩咐渔夫好生伺候李源回家 自带了牡丹 往东视四郎的香料铺子而去 午后爆裂的日光 把柳树的枝条晒得蔫巴巴的 就连树上的蝉鸣也叫得有气无力 枝了一声之后 便良久才能叫出第二声来 然而楚州侯府内 碧波池边的水亭里 却是凉风淇淇 清净优雅 水亭四周的阁子门都被卸了下来 一边池水清裂的气息 和池中盛放的白莲花香 能随风飘入亭中 白份手持一卷书 板歪在藤床上 看一会儿书 又含笑扫一眼身边 正由乳母陪着 正在席子上滚来滚去 玩得不亦乐乎的儿子 潘景 眼看儿子胖胖的小脚 将水葱贴加绿 圆白平愁背席子 蹬得起了咒 不露声色的 探手将席子捋平 又怜爱的将儿子的红绫裤脚拉下来 帮他盖住小胖脚 乳母见状 紧张地站起身来 陪笑道 啊 夫人 白夫人 理理自己的 闭塞丹罗披衫 轻轻摆手 不敢是 小孩子本就爱玩 你晚上的时候 小心注意些就是了 话音刚落 潘景就翻身坐起 一把揪住他的袖子 要夺他手里的书 嘴里的口水 滴在闭塞丹罗上 很快运开一大片 白夫人 亲爱的将他抱起放在怀中 都得仔细教 仔细学才是 看到碾玉手里的瓷盒子 脸色忽然沉了下来 是什么 碾玉淡笑不语 只将盖子打开递过去 盒子里摆来块铜钱大小的香饼 码得整整齐齐的 白夫人凑过去一闻 神色略有些恍惚 碾玉笑道 夫人觉得此香如何 不过儿二 那送香的人 若是知晓 他精心叫藏了四十九日 方才得成的香 就得了夫人这么一句评语 还不知道要怎生难过呢 他适才还说 这香秉性甜淡清净 夫人想来会爱 奴婢这就去退了他 就说我们夫人根本瞧不上 说完果真转身要走 甜淡清净 这话不似潘荣 那个花花太岁能说出来的话 白夫人忙叫住碾玉 沉了脸道 死丫头 还敢和我拿巧 快说 到底是谁送来的 我就饶了你 是才不敬之罪 那是和娘子 使她身边那个 叫雨和的丫鬟送来的 说是上次端午 与夫人别过 便在家中亲手调制了 这深净香 教藏期满 室香之后觉得不错 才敢送来给夫人赏玩 端午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呀 她倒是有心了 先去一片来试试 谁呢 还在外面候着呢 您要见她吗 我自然要见 总要回礼是不是 白夫人轻轻嗅了一口香 暗想说是甜淡清净 其实闻上去 确实有些寂寞 果然很合她的心意 何家的丹娘 即便再要抢 实际上内心 也是和她一样寂寞的吧 雨和落落大方的 跟在碾玉的身后 目不斜视地走进水亭 利落地朝白夫人行礼问好 白夫人扫了雨和一眼 淡尖地穿着淡清色的 凌儒配月白色的长裙 一双眼睛又圆又大 嘴角含笑 眼边引现一个梨窝 看着又讨喜又干净 便笑道 坐吧 虚旧不见你家主缘 她可安好 一旁伺候的小丫鬟 递上纸雾来 雨和谢过了 斜嵌着身子小心坐了 低端闻着香炉里 散发出来的熟悉的香味 心中一松 笑容越发灿烂 我家主人很好 她心中一直甚是牵挂夫人 只说不便登门拜访 只能亲手治了这山静香来 还望夫人不要嫌弃 白夫人自是明白 武丹不便登门造访的缘由 便微微一笑 太有心了 这香我很喜欢 是才听脸欲说 一共叫藏了四十九日 想必你是知道方子的 雨和来之前便得了牡丹的嘱咐 也知晓这些公卿人家 用香有讲究 必会问明白方子 确认无疑之后才会使用 而白夫人先就拿来用上了 也是表示对牡丹的足够信任 忙打点起精神回答 是 这是我家娘子回家之后治的第一种香 她治香之时 奴婢一直在一旁伺候 用的白蜜五两 用水炼过去除交性 慢火隔水蒸煮半日 用温水洗过备用 海南乘水香二两 前程指尖大小 与金炭四两一起除倒成粉末 用马尾筛筛细 再与煮过的蜂蜜调成剂 交藏四十九日 取出后加入婆绿糕三前 蛇香一前 安息香一番 调制成香饼 碎成此香 配方并不复杂 香味却极触重 上次端午节晚上的事情 我听说了 听着知晓她无事 故儿也就不曾特地去探望她 她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宇和心知以白夫人的身份 自有其难处 便将牡丹在黄渠边上买了房地 修建园子种牡丹的事情说了 白夫人听说是扶元和尚 以牡丹画的底稿为基础设计的园子 不由大感兴趣 哦 如今建成什么样子了 真希望赶快建好 我也好去凑凑热闹 还早呢 大约明年春天才会成点样子 听扶元大师说 要想看到猪八美景 就算是精心达理 也只怕要两年后才能如愿以偿 二人又说了一回闲话 一旁的攀井便闹腾起瞌睡来 宇和忙起声告辞 白夫人也不多留 只叫年玉捧出两管 刻花染绿的象牙小桶来 笑道 你家多的是好香 我就不搬门弄斧了 只这两管假尖口纸 是我家闲来无事 亲自做的 顺唇效果极好 颜色也娇嫩 外面买不着 他青春年少 这是该打扮的时候 待两管给他试试 宇和起身行礼谢过 又由碾玉送了出去 二人走至二门处 碾玉见左右无人 携了宇和的手亲热地挡 妹妹回去后 记得和您家娘子说 若是有空要出游之时 不妨来约约我们夫人 她乘日里总关在这府内 闷得慌 要是那原子建好了 第一个可得告诉我们夫人 作为白夫人身边伺候多年的贴身侍女 她很敏感地感受到白夫人喜欢牡丹 自然希望白夫人能和谈得来的人 多出去散散心 宇和笑道 姐姐放心 我回去后一准和我家娘子说 她非常钦佩夫人的为人 只是不好亲自丹闷拜访 眼欲点头道 你家娘子的难处 夫人都知道 那些谣言我们也听说了 当时我还建议夫人 让我去看看你家娘子 但我们夫人说 你家娘子高峰 想来不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去了不如不去 倒是上次打马球时 听说她犯了病 有些担忧 但每两日又听人说 看到她骑马上街 便猜着没什么大碍 宇和文言 暗想白夫人 果然是个面冷心热之人 原来一直都关注着牡丹的事情 顿时又感激 又替牡丹生出一股知音之感来 骄傲地道 夫人真真从会 一猜一个准儿 当时那些话传出来 家里的人个个都难过不平得很 但我家娘子偏不当回事 该吃就吃 该睡就睡 第二日 照旧出门办事 遇到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上前打招呼 她也笑着回答 比个男儿的心胸还宽阔呢 您不知道 这些天我们总骑马去庄子里 虽然辛苦 却是半点都不慢的 燕玉听得又高兴又羡慕 是吗 真是太好了 夫人已经很久没有去跑马了 改日我求她 领我们去你们的庄子上看看去 纵使平日里 也有随着白夫人去参加高门大户里 各式各样的游宴 但总归是为了交集应付 什么讨厌的人都有 始终不自在 也更谈不上高兴 哪里有去郊外 这样轻轻松松的玩自在 雨和兴奋的笑道 一定呀 我们房子后面有片桃李林 线下有些李子已经熟了 又甜又脆 桃子也快了 真正好玩得及 二人走至脚门处 正要道别 忽见侧门里 刘畅和潘荣 前呼后拥地走进来 荡气相风一阵 刘畅一眼看到 言笑艳艳的雨和 眼皮抽搐了一下 站着就不动了 雨和眼角瞅到刘畅 唬了一大跳 暗呼自己真倒霉 出门就踩到屎 和碾玉使了个眼色 转身就要走 才踏出一步 就听刘畅冷冷地道 站住 雨和只当耳旁风 越发埋头快步往前走 若不是还顾忌不能太明显 几乎就要跑起来了 念玉暗自叫苦 上前挡住刘畅的目光 笑着行礼道 奴婢 奴婢见过世子爷和凤一郎 潘蓉似笑非笑地看了刘畅一眼 问碾玉 那是谁啊 怎么看着面生 不似我们府里的人 算点规矩也没有 没听见凤一郎叫他吗 怎地似见了鬼一般 就这么可怕 他这话听着是在责骂碾玉和雨和 实际上却是在嘲讽刘畅 刘畅却似全然没有听见 一步跨出 将门给堵住了 冷笑着 等着雨和道 好个惯会装聋作哑的奴才 这般忙着逃走 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奴婢见过流风一郎 您可真会说下 这侯府可不是什么随便地方 哪里容得奴婢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刘畅见雨和如臂蛇蝎 牙尖嘴利的样子 又想到从前 他在自己面前 那种又可怜又讨好的样子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袭上心头 明子那嘴不说话 他不说话 雨和便大着胆子绕过他 继续往外走 他看到雨和的举动 犹如被踩了尾巴的猫 顿时炸了毛 力声喝道 好大胆的奴才 我让你走了吗 一旁的碾玉心想 这是夫人交给自家的差事 无论如何也得将人平安送出门 小的在这里和刘畅思扯不清 不如赶紧回去搬救兵 拿小的才转了身 就被潘容叫道 什么小事都拿去麻烦夫人 你真是太不懂事了 她是奉命来送香给夫人的 夫人嘱咐奴婢 一定要好生将她送出门去 知道了 她一定能好好活着走出这道门去就是了 你要是不放心 就在一旁看着 少后夫人问起来 你还好交差 自家主人的脾气自家人知道 只要潘容说了 不会让雨和出事 就定然不会 碾玉听到这句承诺 便也松了口气 递给雨和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守在一旁静静观望 却说雨和见刘畅这样诚心要将脾气发到自己身上了 潘容又是一副看热闹的嘴脸 索性站直了 坦然对着刘畅说 奴婢是何家的奴婢 今日是来侯府送东西的 现下事情已听办妥 家主还等着奴婢回话 刘凤一郎这样拦着奴婢不许走 是何道理 今非昔比 刘畅那发不完的臭脾气 还是留着回家去 对着那些喜欢承受的人去发 少对着他来 刘畅一时语色 他哪能说 他就是看到和牡丹有关的人 就觉得不顺眼 看到雨和就习惯性的小发作 明明上次说是病了 他还等着何家人去求他呢 他都等极了 还没有见到人去 正要使人去打探 结果就看到 人家生龙活虎的在街上乱走 笑得比谁都灿烂 他这才明白过来 牡丹当时就是装的 他果然从此以后 就再也用不着球刘畅了 他们都是把他利用完了就扔了 一想到这个 刘畅就恨得发抖 雨和这个死丫头 从来都敢装可怜和他对着干 现在越发的无法无天 目中无人 就算雨和现在不再是刘家的奴仆 他好歹也是个官 难道不该对他毕恭毕敬的吗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可叫他随便寻个由头 抽雨和几鞭子 让雨和在侯府门口 一把鼻涕一把泪得好 他还是做不出来 潘荣在一旁 仿佛能看清流畅心中所想一般 上前一步 站在他与雨和中间 炸炸乎乎的对雨和吼 你这狗奴才 什么和家的谁家的 既然都知道叫凤一郎 就该懂得那是官 难道你不该行李问好吗 难道你不该毕恭毕敬吗 怎么和见了鬼子的 还敢这样大胆无礼的说话 简直是逃打 就连我都看不过去了 若不教训你 简直不舒服 雨和却是一点都不怕攀容 只盯着流畅看 看他神色忽明忽暗的 心里也害怕他会突然发疯 真给自己两下 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自家又疼 还给牡丹天气得不偿失 正思量间 忽见潘荣在一旁朝自己识眼色 忙道 奴婢失财失礼了 还请刘凤一郎大人大量 饶了奴婢这一遭 您若是没有其他吩咐 奴婢就先告退了 特意从潘荣身边绕过去 借着他的身世 一溜烟跑了 这次流畅 没有拦雨和 看着雨和身后 有鬼追似的 飞快出了脚门 转瞬不见 忽然 没了再和潘荣 进去饮茶说话的心思 索然无味地道 我回家了 潘荣以为 他会追去刁难雨和 一把拉住他道 来都来了 何必呢 自从你当了差 我们就难得碰在一起 好容易遇到这个机会 想要为那种人败了性 你放心 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你说什么 我只是 气不过 就这么点出息吗 不过一个脾下好点 脾气凶点的女人而已 还是你先不要的她 至于吗 去吧去吧 说完 一挥袖子走了 眼见刘畅出了门 又回头 嬉皮笑脸地望着碾玉 夫人在哪里 我刚才可都是为了她 她总不至于 给我冷脸子看了吧 看到潘荣这副样子 碾玉心里 暗提夫人叹了口气 明了几声不平 失了一礼 前面引渡不提 刘畅自回到家中 才刚把衣服换了 先素就打扮得花枝招展 香气袭人的 捧着一碗绿豆冰碗 来献殷勤 公子爷 天气热 您先用这个 说着就往刘畅怀里蹭 拿了银吃咬一吃 要往刘畅嘴里喂 刘畅不耐烦地将她推开 冷声道 夫人的身体怎么样了 奴婢倒是有心伺候夫人 但就凭奴婢这卑微的身份 哪里能进主院去伺候 就是碧吴姐姐 本是在夫人身边赐奉的 但听说宇童姐姐人不舒服 也不得不去照顾一二 那是谁在夫人的身份伺候 是月儿姐姐 先素见刘畅 不理自己的茬 失望得不得了 她本想着带到心腹进门 对方又是郡主 自己若是想进一步 短时间之内就是不可能的 要就要趁现在讨得刘畅的联系 在郡主进门之前解决了 但这样子竟然是没指望了 不过也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那就是刘畅听说有孕的与同不舒服 竟然没反应 这样好啊 有孕都没有得宠 无孕就翻不起风浪了 见刘畅起身往外走 她忙追了出去 公子爷 您晚上想吃什么 奴婢刚学了一样菜 话被说完 刘畅已经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难得他咬失了一块好帕子 刘畅走到七夫人的房门外 念奴儿打起帘子 网内通报 夫人 公子爷来了 砰的一声脆响 瓷器摔坏的声音从房内传来 七夫人刺耳的怒吼声随即响起来 叫他滚 他来做什么 是来看我有没有被他气死的吗 滚 紧接着是御尔滴滴的安慰声 念奴儿担忧地看了刘畅一眼 自从清华郡主摔下马之后 七夫人很是高兴了一阵 给菩萨的供奉要比往日精致得多 都巴不得清华郡主赶紧翘脚才好 哪成想人才醒过来 还没确定是不是贪子 刘畅就当着宗室的面 说了那种话 紧接着赐婚的旨意就下了 硬生生将七夫人给气得晕厥过去 从那以后人就躺下了 平添了一个胸口疼的毛病 脾气也越发暴躁 吓得老爷家都不敢回 经常在衙门里直诉 越发激得七夫人的病更严重 刘畅皱了皱眉头 狠狠一摔帘子 就站在门口大声道 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 别人不体谅我就罢了 你也来逼我 得 你不想看到我是不是 我走 事实 清华郡主伤势不明 偏生当着那许多宗室的面 算计他 逼问他 是不是嫌弃他不要他了 刘畅敢说不要吗 除非他以后都不想再混下去了 七夫人听到他说这个话 心里又有些不忍 却又拉不下面子喊他回来 当头吐了月儿一口唾沫 呸 作死 不懂得赶紧去劝住吗 月儿忍辱负重地行了个礼 背过身才敢擦脸上的唾沫 快步追上流畅 苦苦哀求 公子爷 夫人病着呢 他心里一直就记挂着您 他也是因为心疼您 才会生的病 夫人心情不好 欠了我 病情想必更严重 还是等他心情好了再说 话音未落 就见月发胖了的猪嬷嬷 波涛汹涌地跑过来 不得了了 玉童姑娘小铲了 七夫人在里面听见 尖声怒骂起来 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就小铲了 月儿吓得脸色惨白 连连后退 只巴不得赶紧躲开这些是非才好 刘畅踩出了院子 就被玉童身边伺候的丫鬟 哭着脸拦住 求她去看看玉童 说玉童不想活了 刘畅只觉得一把重锤 在她脑子里一下一下地砸 几乎要将她的脑袋给震裂 玉童生下来的 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对于处在尸宠很久 风雨交加中 没有靠山 孤立无缘 只能幻想着母依子贵的她来说 这不按于一个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以至于 她看到坐在一旁端着药碗 劝她吃得必无光洁的肌肤 丰满细腻的胸脯 以及嘴角那丝似有似无的效应 怎么看都觉得 是阴谋得逞后的神采飞扬和炫耀 玉童有些迷乱 忽然间 想起何家的人 早就被牡丹带走了 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她 还落到这样的下场 而这一切 都是面前这个假情假意的女人赐予自己的 她原本冰冷的身上 突然一阵晒一阵的火热起来 拼尽全身存的所有力量 趁碧无不注意 纵身而起 一把搂住碧无的脖子 将碧无冲击地滚下地去 晒起两只爪子 朝碧无漂亮的脸蛋上 左右开弓挠了下去 碧无正暗自庆幸 老天有眼 她还没动手呢 与同这贱人就倒了眉 终于又保住了齐儿 这唯一子嗣的地位 不管将来怎样 七夫人无论如何 也会顺着这孩子的安危 还没高兴完 就被一股大力撞到了地上 脖子被紧紧搂住 出不了气 才刚缓过来 脸上就开始火辣辣的疼 耳边竟是与同的哭喊声 你这个面软心毒的贱人 表面上对我好 实际上就一直在害我 这下子你成心如意了 你还我孩儿的命来 事起突然 碧无根本没有料到 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她反应过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拼命护住自己的脸 幸亏身边的丫鬟婆子们反应快 马上就把宇同给抬开了 将她给扶了起来 碧无就着贴身丫鬟的手坐下 颤微微地道 那镜子来我看 那丫鬟犹豫了片刻 就将宇同房里的镜子取了来 给她瞧 碧无嫌弃地拿得远 看不清楚 非要自己拿着凑进去瞧 才看了一眼 就骤然发出一声惨叫 随即将镜子狠狠砸在地上 凄厉地哭好起来 她貌美如花的脸呢 怎么就被挠成这个样子了 那一刻她想把宇同 给活活掐死的心都有了 从头开始 就一直负责照顾宇同的郭大嫂 眼见着自己这半年来 就白辛苦了 赏钱得不到不说 还会被追究责任 正在懊恼地不行 又听宇同不停地哭好 碧无也来凑热闹 心情严重不爽 美好气得到 姨娘 你脸上这伤 若是被眼泪脂粉什么的污了 保不齐会留下红印子 碧无被吓得呆了一呆 使劲咬住帕子 仰着头把泪水逼回去 道 我就在这里坐着 等公司也来给我主持公道 这下作的狗东西 自家把孩子给滴儿没了 还想拉个垫背的 见不得旁人比他好 什么性子呀 宇同躺在床上 看着他冷笑 哼 臭八怪 看你以后还怎么害人 碧无嗷的一声 拔告了声音 接着又错下去 顿主插着手想扑过去 到底还是没有 转身往外奔 说是要见七夫人和刘畅 为他报仇血恨 刘畅跟着宇同的丫头 走至宇同住的小院子外 还没进院子呢 就听到里面乱成一团 两个女人比赛时的亮嗓子 接着又是什么主持公道 什么狗东西的 不由皱起两道浓眉 厌恶的转身就走 那丫头见状不好 猛的扑过去拦住刘畅 在刘畅跟前 使劲磕头不放她走 口口声声 说宇同可怜 那可怜的小主子更可怜 刘畅对齐儿都没有多大兴趣 更别说这个 只和她上过几次床 就有了深运的宇同的那团 血肉模糊的孩儿了 大家都可怜 刘畅还更可怜呢 她只觉得这丫头 不住嘴的锅躁 真是烦死人了 抬脚就将人踢到椅旁 直直往前走 碧无暴怒着奔出来 正好看到刘畅的背影 顿时满脸怒容 变成阴阴哭泣 剑步如飞 变成了亮亮呛呛 速度却是半点不减的 挥舞着帕子 迈着小碎步 朝刘畅奔过去 事实心里焦脆地 跌倒在刘畅的面前 抬起一张血痕翻飞的脸 对着刘畅 楚楚可怜地道 公子爷 你要给冰切做主啊 刘畅看到她那张脸 吓得打了个寒颤 不忍地将头撇开 好歹伸手将她扶了起来 皱眉道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宇童哈哈笑着追了出来 是我做的 谁叫她下药打掉了我的孩儿 杀人长命 宇童披散着头发 身上衣裙不整 身子靠在门框上 还不停地打颤 脸色苍白地不见血色 唯有一双 带着恨意和疯狂的眼睛 黑亮得不正常 刘畅又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有点麻木地 看着恨意滔天的羽童 又看着身边 低声哭泣的壁屋 一种说不出的烦躁和绝望 犹然而生 朱嬷嬷带着几个 绑大腰圆的婆子 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所过之处 卷起一阵阴风 一行人来到刘畅面前 齐齐朝刘畅行了个礼 朱嬷嬷肃着脸道 公子爷 老奴奉了夫人之命 前来查处这事 仿佛没有看到壁屋的狼狈样 朝身旁的婆子使了个眼色 那几个婆子不露声色地 分成两组 一组去加诸壁屋 一组去扶住了羽童 这一刻 壁屋所有的聪明才智 都被激发出来了 他尖叫着 不许那几个婆子碰他 拼命往刘畅身边靠 哽咽道 公子爷 毕竟没有 什么都没做 你要相信毕竟 毕竟已经有其二了 朱嬷嬷冷笑着打断他的话 哼 姨娘稍安勿躁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总会还你一个公道 毕无怕的要死 等到事情的真相查出来 他的脸伤还能治好吗 公子爷有了貌美的郡主 还能多看他一眼吗 那不可能 妻儿没了他 又能平安长大吗 只怕也不能 他仓皇地看着流畅 苦苦哀求 公子爷 求求您 求求您 求求毕竟 流畅皱起眉头 看向朱嬷嬷 这事的确很蹊跷 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到底是谁做的 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 朱嬷嬷得意地朝壁屋一笑 笑容还没收回来 流畅已经到 先请大夫来给他们瞧瞧 然后带来我亲自问 朱嬷嬷的脸色一僵 甘笑道 啊 公子爷 这事可不是大老爷们管的 您放心 夫人已经交代过了 一定要弄清楚 不叫谁受委屈 老奴也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因为他在流畅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种恶毒猜疑的眼神 他扛不住 低下了头 饥不可闻地道 是 随即 回头狠骂跟来的婆子 还不赶紧去请大夫来 劫后重生的壁屋 用崇拜感激的眼神 看着流畅 婢姐真不敢的 公子爷明见 这是有人要栽赃 别蠢死了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给我滚远一点 公子爷 碧切不是蠢人 您放心 碧切懂得的 以后 您要碧切做什么 碧切就做什么 绝对不会自作主张 很好 起来吧 好好看好齐儿 我去看看雨童 叫她不要恨你 碧无强忍着一阵一阵 往上涌的酸水 好不容易才点了头 温柔乖巧地 送流畅出了门 流畅又去了雨童的屋子里 雨童的屋子里 死一般的沉寂 一股难闻的血腥味 黑曲曲的 不但没有点灯 甚至连伺候的人 都没有踪影 流畅刚掀开帘子 就被一个小马杂 狠狠地撞到了小腿骨 疼得流畅一大腿踢过去 破口大骂起来 黑暗中 传来雨童的冷笑声 别骂了 人都被朱萌萌拘去了 其他人呢 都是吃干饭的吗 树倒狐孙散 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谁还会管我的死活 没把我赶出这间屋子 就不错了 流畅蒸蒸地立了片刻 一股浓重的悲哀 毫无预兆地充斥了他的胸膛 他有些想落泪 好半天 他才到 你想喝水吗 外面靠窗子的桌上 有火莲 火石和蜡烛 流畅摸索着过去 摸了好一会儿 才摸到东西 就是弄不着 雨童挣扎着下了床 漠不作声地摸到流畅身边 拿过火石 火莲利落地打着了火 将蜡烛点了起来 微弱的烛光冲散了房里的阴暗 流畅给雨童倒了一杯水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 半赏无言 好一些 流畅方道 这种事情你心里最有说 到底是怎样的 你说给我听 奴婢身边的人 都是夫人派来的 平时也只和碧无银娘的来往多一点 这件事不见得就是碧无座的 你先养好身子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这里会另外的安排人来照顾你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 只管开口 雨童觉得 她的话似乎另有含义 但她无法领会 不过流畅来看她 表示善意和关心倒是真的 于是她心里的恐慌和绝望 一记怨恨 顿时犹如泼了水的火苗 渐渐熄灭了 流畅本打算去寻妻夫人商量商量 想了片刻还是转了身 出了内院 把秋时叫去细细吩咐一番 秋时领命自去打听不知不提 流畅立在书房外 那棵高大的老梨树下 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怎么着 以为她是傻的不是 还没进门 就把手伸到了她身边 想压制她一辈子 行 走着瞧 她本来已经有些茫然的人生 突然找到了目标 且不说刘家如何的热闹 这边 雨和匆匆忙忙回了河家 进门就先问树尔 要了一大杯水灌下去 擦了脸上的汗水 方才去寻牡丹 一问之下 牡丹和孙氏去道观 寺院里寻访预定的牡丹花和少药 还没回来 只好坐在廊下 拿着素完善 山风纳凉 和林妈妈 讲起今日在侯府的事情来 我是好几番忍不住 要和白夫人说那事了 忍得我真难受 总算是没说出来 要不然 白夫人只怕以为丹娘送她香 就是为了求她的 再好的香也变了味儿 若是李家这边不成 最后还不是要求到那里去啊 忽见牡丹脸晒得红扑扑的 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 这要求她 到时候我便亲自上门 我送她香与求她办事 可是两回事 鱼和高兴地赢了上去 你回来了 一边递上帕子 一边只回树尔宽尔打水 取干净的衣服来 牡丹夺过她手里的扇子 拼命地扇了几下 一口气灌了半杯茶水 接过帕子擦了一把脸 放抱怨的 这鬼天气啊 热得真是要命 今日出门真是不顺 你也不顺吗 奴婢今日出门 踩到一泡狗屎了 难怪的呢 我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臭味 原来是你粘回来的 你遇到什么事了 你先说您的 我今日啊 去了不下十所盗观寺院 连一种牡丹少药都没有买成 只要我一开口 人家都说已经被人高价预定了 我多加钱也分不到一株 只拿一些差得不得了的品种来敷衍我 使钱也打听不出 到底是谁这么闲 这么有钱 听着 倒像是故意要你买不成一样的 虽将自己这边的事情 又讲述了一遍 把白夫人送的两管 染绿刻花象牙筒子递过去 笑道 白夫人可真是个好人 您快打开看看 她做的这假尖口纸如何 奴婢们可是好奇得不得了 牡丹打开其中一只象牙筒子 却是一管成宁之状 与今天的口红差不多的紫色口纸 另一只象牙筒子里装的 则是粉红色的口纸 两色口纸颜色不同 香味也不同 都是芬芳扑鼻 好闻得很 宇盒把自己先前用来包裹口纸的帕子 递给姝儿闻 闻闻 多香啊 只怕要香好几日都散不去 奴婢曾听说 宫中每年遇刺的口纸 总要含了十几种香料 想来白夫人的这个 只怕也少不了 林妈妈在一旁道 宫中的有什么大不了的 二郎从李老舅老爷那里得了一管 早就弄明白是些什么了 无非就是用了甘松香 艾纳香 木素香 毛香 货香 零零香 上色尘香 雀头香 苏和香 白椒香 白檀香 丁香 蛇香 甲剑 等十四味不同的香料而已 白夫人这个 粉色的 绣着有股幽兰芳香 紫色的有梅香 大概方子略有不同 不过 却是非常适合我们丹娘用的 说到这里 严厉的扫了牡丹一眼 又晒黑了 今后早晚都拿那个加了白纸 白树的枣豆来净熟面 我也不想黑啊 可我有什么法子 起码办事最方便 总不能为了怕善就去做盐子吧 那得耽搁多少时候啊 过了这阵子 他自然就白了 将口汁递给雨河收起来 问道 李家表舅还是没有使人回话吗 宽儿从银礁关露草木夹械屏风后 绕出来道 水温正好合适 林妈妈忙将牡丹往屏风后面推 牡丹洗浴出来后 换了件家常凉爽的丹丝白月短茹 配铜色六幅长裙 所以将半干的头发扎了个马尾 抓了把扇子 自去寻陈夫人说话等消息不提 一直到有证 李源身边最信任的长髓 吉利方前来回话 说这件事 宁王并不知道 那邓管事在田庄里也不过是个二流管事 但他却是王府大总管的侄儿 目前还没弄清楚 这件事与王府大总管到底有没有瓜葛 但能肯定的一点是 的确是有人打上了方圆的主意 李源那里也很忙 让牡丹小心从事 千万不要与人发生纠纷 先拖过这两日再去 他再设法解决 另外给了一张条子 都是牡丹那条河下游有庄子的人家的姓名 官职 住址 爱好等 牡丹按想 宁王不知道就好 李源虽然没有像先前 他和和志忠做最坏的打算那般放手不管 但这几天要怎么平安的拖过去 确实件需要好好筹谋的事情 毕竟他那日是当着那邓总管放了话 将李源推了出来的 他这两日去摸人家的根底虚实 人家必然也会来摸他的根底虚实 如果是个聪明的 而且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方圆弄到手 必然会在这两日内生出些是非来 而且是蒋长阳都不一定能压得住的 而李源给自己的这张纸 分明就是示意自己先将这些人稳住 不要掺和到这件事情中去 可是那千万不要与人发生纠纷的话 听着总有些不对劲 牡丹想到此 越发急得不行 先写了封信 将事情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 叮嘱五郎小心从事 又教他安排胡大郎 去将当初帮着修和的店户寻过来 先做好准备 以备将来做人证 接着叫了个老实得力的家丁来 先赏了一百个钱 然后吩咐道 马上起码去庄子里 把这封信交给我五哥 你今夜不必回来了 带送信的人一走 牡丹又茫茫地与陈夫人按着李源所说的三户人家的爱好商量贝利 看到天色渐满 恨不得赶紧就添亮 他立刻就带了东西上门去拜访人家 陈夫人见牡丹病边又浸出一层细汗来 忍不住安慰他道 吉也急不来的 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尽人事之天命 万一真的没了 也不要紧 咱们另外买快递 从头来过就是了 好 他知道吉也无济于事 但叫他怎么不急 五郎一个人在那里 也不知道能不能招呼的过来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还有明日他就算是上门求见人家 也不知那些官坏人家肯不肯见他 好容易何志忠等人回了家 牡丹扑过去拉住何志忠 敌过了半日 相比牡丹的毛娇火燥 何志忠平静得很 你五哥那里不用怕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至于这些人家 这几户人家平时也没听说有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你先去试试又再说 天无绝人之路 另外总有法子 你再好好想想 难道就没其他法子了 我笨吗 实在想不出来 何志忠淡笑不语 牡丹越发焦躁 拿了扇子拼命的身 忽然灵光闪现 一拍脑袋 哎呀 我果然笨 我这园子是谁设计的 明明是福渊大师设计的嘛 他不是给公主设计过园子吗 虽然不能指望他帮我解决事情 但请他这尊佛去镇两天 还是可以的 福渊和尚这样的志愿名家 认得的权贵必然更多 他说的话和牡丹说的话 分量是不一样的 要是那些人当着福渊和尚的面闹起来 福渊和尚也是个人症 只要他关键时刻 肯听牡丹说上两句话 那就能达到他的目的 尽管不知道牡丹所想 所安排的这些事情 最后能不能起作用 但牡丹总归是尽了权力 方方面面能做的都去做了 这是牡丹的财产 他事业起步的基础 他不能任由他 就这样被人占去了 福渊薛氏急匆匆地进来道 丹尼尔 你四哥回来了 还带来那位张武郎来 说是有什么事情要和你说 张武郎 牡丹打量了一番自己这身装扮 衣裙也就不说了 但头发就是个马尾 和家人在一起还好 见外人是万万不能的 少不得就在陈富瑞房里取了梳子 将头挽了个简单的发际 随手插了根银素簪子 由和之中陪着出去见张武郎 张武郎坐在和家的中堂里 捧着茶鹅 大大方方的打量着四周的装饰 他还是第一次来和家 和家的装饰 没他和他那群弟兄们 背地里猜测的那么华丽惹眼 到处都是金啊银的 但他是个认得东西的 晓得这些半旧家具 其实都是好东西 而那座极品唐杰奇南乡堆彻雕琢 而成的香山子更是罕见之物 四郎和大郎陪坐在他身边 见他打量那座香山子 便热情地和他讲起一些 关于出海买香料时的旧事 和一些稀奇的香料来 张武郎虽然经常在四郎的铺子里混 对这些香料还算熟悉 然而说到细微之处 却不是很听得懂 但他愿意学 随三人交谈得很热烈 直到牡丹跟着何志忠进了中堂 几人方止住交谈 张武郎快速扫了心心念念的人一眼 正儿八经地上前 给何志忠行礼问好 只要朝牡丹抱拳问好 何志忠一把扶住他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莫要客气 贤致快坐下说话 牡丹倒是向张武郎扶了一扶 笑着喊了一声 张武哥 张武郎见牡丹一笑 觉得面前仿佛突然开了一朵牡丹花 怎么都看不够 他什么都顾不上 先使劲看了牡丹一眼 方收回目光 很正人君子 很严肃地应了一声 分宾主坐下后 四郎笑道 今日丹娘去我铺子里 让我派伙计 去各个寺院和道观里 打听牡丹花的事情 后来伙计们回来禀告 无意例外的 都说是还那些好品种 今年秋天的街头都被人高价定下了 问也问不出什么缘由来 倒是武郎这里听说此事 让他的朋友兄弟们去想办法 才打听到了点有用的情况 武郎眼看着牡丹 一双如同秋水一般的美目 朝自己看过来 心里先是颤了一颤 使劲清了清嗓子 方严肃认真的道 正是 说来也巧 我手下一个兄弟 平时与布正访 善果寺的一个和尚来往叫秘 他昨日去了善果寺 寻到和尚玩时 恰好遇到有人出高价 买那些牡丹街头 还提到了丹娘的名字 说到此 他正大光明地看了牡丹一眼 丹娘前些日子 走去道观和寺院里 买牡丹的街头 已经是在这些道观和寺院中传开了 我那兄弟 就是听那人提起了你的名字 方才注意到的 又特意跟着他走了一趟 结果发现 那人去了好多个寺院和道观 都是高价买人家名贵品种的街头 五哥可知道是个什么人 他怎么说 我那兄弟当时觉得奇怪 便跟着他走了一趟 才知晓 他住在光化门外 姓曹明万荣 有个牡丹园子 每年春天 总要在牡丹上花好一笔钱财 他当时和身边的人说 不能叫何家的牡丹 把好品种全都买了去 不然以后 他再建起那个园子来 岂不是叫人没活路了 原来是他 牡丹还以为这事 和他的方圆那件事 是有关联的呢 想着是个什么严重事件 是个厉害扎手的人物 但既然是曹万荣 那不管他是只做了 与牡丹抢购着牡丹街头 还是两件事都与他有关 那他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张五郎一分填膺地挽了一把袖子 道 男娘曾经得罪过他吗 他这分明就是故意和你作罪 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能和娇滴滴的小娘子争这个呢 简直不是男人 带我去好生收拾他一顿 看他还敢不敢乱来 先谢过张五哥了 但说起来 同行相继 这也正常 他竟然敢在我前面去买 秀出的是高价 不偷不抢 全也没什么错处 张五郎暗想 是了 武当大概是不喜欢人家 随便就动粗的 自己这个建议 真是糟糕透了 不由微微红了脸 坐在一旁 转着茶凹碗 大郎皱眉道 我只奇怪 曹万荣怎会知晓 大娘要见园子 还没见起园子 只是买花 他就知道大娘要见园子 就是要抢他的饭碗了 这人文明也太清明过头了 大哥你没见过那人 那人的确很精明的 他当初就想和我 抢买一株牡丹来着 后来不知怎的 他就打听到了我是谁 那日我和五哥五嫂 一起去他的园子里看牡丹 刚好遇到他 他就百般套近乎 想我卖花给他 我没答应 他又说换 可当时五嫂身子不舒服 我们急着回来 我就和他说改日在谈 结果他差点没翻脸 我这些日子 总往寺院和道观里跑 到处打听着好品种 付钱预定街头 他做这行的 总是随时关注这些消息 怎能不引起他的注意 再加上 我们家本来就是做生意的 两下里一联想 也能猜着 我大概是要见牡丹园的 他既然有心 在这上面有所建树 自然是要未雨绸缪 和志忠 原来曾听牡丹提起过 曹万荣抢买牡丹之事 印象极其深刻 便道 这也正常 咱们做生意的 谁不是这样 只是 此人品性似不太好 丹娘以后出门 要小心一些才是 又叫牡丹给张五郎 行礼道谢 然后回头 望着张五郎一笑 五郎留下用饭如何 我们几个喝一杯 刀扰伯父了 客气什么 命人去智争酒席 邀了张五郎入席 问道 前不久听说你开了个米铺 如今生意怎样了 五郎不是做生意的料 已然是关张了 五郎若是想建功立业 不如去从军 又或者 你是有什么打算 我还在想 到底什么好做 张五郎这些日子 就带着兄弟们去各处斗鸡场 给人家闻场子抽成 也试着养斗鸡 日子过得自在多了 油水也足 只是总想着看看牡丹 不然真是好过 何志忠便也不再追问 直到 其实做生意 出入行的人 还是需要引路人的 张五郎一听这话 似有些意思在里面 立刻抬眼看着何志忠 何志忠不避不让 坦然举杯笑道 你也知道 丹娘生成这样 偏有闲不住 总想做点事情 我们也不能随时跟着他 五郎认得的侠侍多 还要拜托你多多费心 四处打声招呼 休让他被人欺负了去 我和大郎他们 都是万分感激你的 伯父放心 我和四郎交好多年 丹娘就像是我亲妹妹一样的 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她的 至于做生意 我想我不是那块料 不过 我总能养活其二老小 何志忠有些惊讶 他拒绝了自己的好意 但见他的神色 明显有些不高兴 想到自己的意思 他大概明白了 便略过这个话题 说些其他事 四郎适时与大郎一起上前 敬张五郎 成兄道弟一番 将张五郎喝得又高兴了 方才是人送了他回去 大郎问何志忠 爹爹是想引他入海吗 何志忠淡淡地道 他这种人是得罪不得的 他帮了丹娘两次 以后指不定什么时候 也还会再帮上咱家的忙 他想要的我给不了他 唯有赚钱这一样 反正那船上不多他一人 他要是有那个胆子 我就敢带他出海 若是他运气好赚到钱 那也是他该得的 偏他还有志气得很 不肯跟我去呢 四郎送张五郎回来 闻言看下何志忠 爹爹是说张五郎吧 何志忠叹气道 唉 他几次看牡丹那眼神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但我的丹娘是舍不得给他的 丹娘只怕也不会愿意 他不是没眼色的人 只是胆子大又直率了些 可也没做过什么太失礼的事 而且他不是也从来没提过吗 我看今晚他也懂得您的意思了 不会乱来的 他性子的确还算帅人直爽 但他不适合丹娘 红颜易老啊 杨女儿的父母真是痛苦 女儿没人盯着吧 觉得担忧 被不合适的人盯着 又或者盯着的人多了 更是担忧 牡丹自是不知道 何志忠又在前面 替他办了件事 好生休息了一夜之后 起了大早 就让风大娘和雨和跟着 叫两个苦无有力的家丁 拿了礼品 按着那张纸写的内容 去拜访方圆的邻居们 这一日的拜访行动 令牡丹一日之内 突破了前生后世中 后脸皮的最高境界 从刚开始的脸红耳赤 尴尬不自在 到后面 微笑自然地 与人家管事摩扬公 套交情 千方百计 想亲自见到人家主人为己任 令他觉得 自己离城宫的女商人 又稍微近了一步 第一家姓田 是郑四品上街的上书左城 也是他装自下游 那三家人中 关接最高的一家 家丁递上名次之事 人家的门房还算客气 再仔细一看 一问就翻了脸 说自家夫人 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 雨和见情况不妙 立刻上前陪李说好话 又递了小荷包一只 人家才用鼻孔对着他说 可以去请管事出来 可出来的也不过是个小管事 一见到牡丹 眼睛就忍不住上下乱瞟 说的话也没什么张成 还拽得要死 把个疯大娘气得要死 牡丹也几番气得想拂袖而去 但还是强忍着怒气 硬着头皮给他参观了一些 豁着脸皮不要 磨了半个时辰 方又哄又下又磨的 让他抱给了大管事 牡丹运气不错 刚好那大管事有空撞上了 李多人不怪 大管事倒是比那小管事 懂道理得多 也有见识 沉稳年长得多 见到牡丹的长相 纵然还是惊艳了一把 但很快就将那惊讶压制了下去 在牡丹再三表示没有其他企图后 终于答应一定将牡丹带来的礼品和致歉之意 转给当家夫人 还说了几句体贴的话 小娘子真是太客气了 并不是什么大事 那和本来就是那庄子的 想要修缮只可修缮就是了 不用着急 牡丹做新西装 一边问那大管事的姓名 一边表示自家娘家是开珠宝铺子和香料铺子的 日后他若是有需要 可以去自家铺子里 一准给他最好的货和最优惠的价格 然后示意与合 送上三寸剑方的一小瓷盒龙脑香 每其名曰请他试香 时下 香料的应用范围实在是太过广泛 尤其是这上品龙脑香 普通人断难常用 那管事果然心动 抱了自己姓姜 又说自己其实认同何家的香料铺子 还夸四郎豪爽仗义 好打交道 铺子里的香料也没有假货 价格也公道 两下里攀上了交情 话就好说多了 牡丹很有分寸地提起作为一个女子 想自己养活自己 买地建源的辛苦不易之处 表示没什么多的要求 就是希望邻里之间能和平共处 那将管事沉默片刻道 小娘子稍等 带我去问问夫人可有空先见你 说完 将目光投在牡丹带来的礼品上 笑道 敢问小娘子带来的礼品是什么 听说田左成爱好写诗作画 这里乃是鼠指 你这小娘子倒是欣喜雅致 等我消息 说完 命人抱着那礼品 往后去了 鱼和兴奋地看向牡丹 牡丹回了他一个灿烂自信的微笑 万事开头难 他如今就同那些跑销售的一样 想要活得更好 想要得到更多 就要把矜持害羞什么的都豁出去 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学会受气 学会排解 认得的人越多 就意味着多了一条路 当官的瞧不起声斗小民 瞧不起伤人是事实 但人不是石头 都有好物 只要找准方向 总能说上两句话 更何况 他又不是要和谁交朋友 谈人生谈理想 不过共求关系 把身份摆正 心态摆正 自然就没那么多的气氛与不平 天长日久 总能叫人家知道 他的为人 晓得与他打交道 不会吃亏 这共求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不多时 那江管事 带来个穿青色裙子 约有四十来岁的体面 匍匐出来 有些抱歉的道 我们夫人正好有事要出门 不能见小娘子了 不过他听说 小娘子还要去其他两户人家 担心你不太湿的路 让他身边的郑嬷嬷 引你去那两户人家 牡丹本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只想着 见着是惊喜 见不着是正常 但听说 人家还愿意 引他去另外两户人家 便觉得 这才是最难得的惊喜 阎王好见 小鬼难堂 他刚才为了进着田家 就足足磨了将近一个时辰 几次极大极限地 挑战了他的耐心和自尊 他不怕那两户人家刁难他 就怕刁难以后 又送了礼 却没有正经僵化 递到人家主人面前 而是被下面的刁奴给私吞了 有着郑嬷嬷帮忙 那两户人家的大门 就很容易迈进去了 且不说田家这位夫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谦和体贴 这中间必然就有那江管事的功劳 牡丹认认真真的 对那江管事表示了感谢 又万分客气地 请托那郑嬷嬷帮忙 少不得又让雨河 按理打点了一番 与那郑嬷嬷套上了近乎 一圈走下来 三户人家中 虽然只有一户姓陈的 从五品游击将军的夫人 见了牡丹 其他家都是大管事处的面 但都收下了牡丹的礼 说了不碍事 让他只管放开手脚施工的话 因而牡丹这个新邻居的身份 算是被确认了 这三户人家 会跟着那邓管事闹事的可能性 也就基本等于零 牡丹虽然又累又饿 但觉得万分轻松 更有一种成就感 眼看着已是未是 少不得要请那郑嬷嬷吃饭喝酒 一回生二回熟 既然机会来了 就要好好把握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求上人家了 她总信奉一个道理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但不付出就一定没回报 那郑嬷嬷本有些瞧不上似牡丹这种 主动找上门去认的邻居 说不定还是想攀附的商户女儿 但见牡丹生得美丽 举止文雅得体 为人也干脆大方 封大娘等人 也和自家那些官坏人家出来的奴仆 没什么区别 懂规矩得很 不该有的作为和不该说的话 半点都没有 也就渐渐收了那巨儿 接受了牡丹请她吃饭的邀请 牡丹不想让这些人认为 自己就是个有钱好载的冤大头 选的酒楼就只注重口味和环境的安静 点的菜也只是合适而已 不过态度确实是非常热情周到 将那郑嬷嬷哄得高高兴兴的 酒足饭饱之后 方亲自将人送了回去 又令外添了两样 酒楼拿手的好点心 请郑嬷嬷转交给江管事 大事办完 主仆几人立在街边的槐树荫下 各个脸上露出了皮色来 唯有牡丹神采飞扬 尽头十足的一斗江上 走 咱们去法寿寺 拜见福原师父去 其中一个家丁 看了看明晃晃的日头 拿袖子狠狠擦了一把汗 仗着自己是何之中信任之人 也想着牡丹是绵软体贴的性子 便劝牡丹道 您身子弱应该歇歇才是 我方先回家歇歇 明日又来也无妨 他以为出门是来享受的 牡丹冷笑了一声 看了封大娘一眼 封大娘回头看了那个无精打采的 跟在后面的家丁 骂道 怎么的 难不成酒肉没把你们喂饱 走不动了 比主人还娇贵啊 那下次不要跟来了 哼 不是跟来不跟来的问题 是既然领了差事 就一定要做完做好 否则 谁都说自己干不了就可以走人 这差事可就没人干了 养你们又有何用 牡丹说完 也不看那两个家丁的脸色 一鞭子抽在了马屯上 当先去的 那两个家丁没法子 也只好赶紧跟了上 封大娘笑着 低声同语和道 性子 倒是比从前刚硬了许多 若是从前啊 少不得要体恤下人 免幼幼的回家去 就或者 要拿前五出来赏 说上一些好话 倒叫人越发蹬鼻子上脸 这样好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干也得干 大娘这些日子来的变化大着呢 我总觉得 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的 嗨 你跟着他 可得学聪明点 别总那么呆 我怎么呆了 大娘经常夸我能干呢 你很能干 我怎么没看出来 牡丹回头笑道 大娘 羽和的确很能干 得到表扬的羽和 终于忍不住 朝风大娘做了个鬼脸 风大娘很凶地瞪了他一眼 随即又忍不住笑起来 牡丹去得不巧 福原和尚正在和人下棋 他不敢打扰 只得坐在草堂外的竹林里歇凉 和那吃多了他送的素点心的小沙迷 乳满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 九岁的乳满 吃多了牡丹带来的素点和果子 对牡丹很是热情 咧着两颗兔子一般的大白牙 笑道 女师主 这么大的天 你们想必一定很可怕 师父下一盘棋 至少要一个时辰 今日那位客人送了好茶来 带我去监来与您喝 既是人家送予你师父的好茶 必当珍贵 你就敢监与我喝 我师父下起棋来 呆得很 您只管等喝茶就是了 我自然有办法 还要叫他找不着我的错处 牡丹从竹林里探头看过去 但见不远处草堂里的浮渊和尚 还是保持着自己进来时的那个动作 一动不动 表情呆滞 而他对面的客人 却是被草莲遮住了上半身 也没看清楚 是不是和他一样的呆 便玩心大起 笑道 你去 说是果真弄来我饮了 明日送你十个桃子 儒满捏手捏脚的摸进草堂里 眼看着浮渊和尚与对面那位穿着青袍的客人 皆都在冥思苦想 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棋盘上 便假意道 师父 这茶凉了 徒儿定想给您煎茶 浮渊和尚果然目不斜视 梦游一般 你自己安排 儒满立刻打开那轻袍客人带来的白糖茶笼子 取出一块精致的茶饼来 手脚利落 从容不迫地动作起来 少请 茶好了 他先寻了一对行舟的白瓷茶鸥 注上茶汤 双手捧给浮渊和尚与客人 接着又寻了一只越舟瓷茶鸥 注上茶汤 捏手捏脚地端出去给牡丹 浮渊和尚没注意 全部身心都放在棋盘上 那轻袍客人却是看到了 不动声色将一粒棋子按下 彻底结束了战斗 我输了 浮渊和尚话外之人 对于输赢已经看得很轻 坦然一笑正要开口 那人却直指外面 低声笑道 你的小徒儿来客人了 给的茶汤 比给你这个师父用的还要好 陈锋 我看你是嫉妒比给你还好吧 浮渊和尚也不生气 与他轻轻起身 正在草莲后往外张望 但见儒满捧着那只茶鸥 快步走向竹林 竹林里传来女子清脆的笑声 还有儒满得意的夸耀声 那客人促侠一笑 看向浮渊和尚 看来还是个女客人 浮渊和尚对着他促下的笑容 半点不自在都没有 直到 儒满 你拿我的茶鸥去哪里 一阵寂静 好一些 儒满方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 垂手从竹林中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捧着茶鸥的牡丹 牡丹一眼看到浮渊和尚身边站着的人 不由愣了一愣 则会又遇上了蒋长阳 随即展开一个甜美的微笑 算是打过了招呼 想在儒满开口认错前 先和浮渊和尚行了一礼 道 师父 是我骗儒满师父要喝好茶的 你谈愿什么时候来的 儒满 也不知道来报一声 送杯茶也偷偷摸摸的 好似我不给客人喝一瓣 将近半个时辰了 因见师父在下棋 不敢拿俗室打扰 夫缘和尚便同身边的友人介绍牡丹 何施主请我替他置园 说来也巧 他那庄子正和你那庄子临近 你们也算邻居 蒋公子别来无恙 没想到蒋长阳也是是夫缘和尚的 何娘子别来无恙 耽搁你了 哪里 是我打扰了二位的雅兴才对 女坛月今日前来 可是那庄子的图纸出了什么事 牡丹本是想请他这几日去走一趟 以便请他做个见证的 以备不时之需 但见了蒋长阳在此 倒觉得不好开口 就生怕蒋长阳之前撂了那么一句话在那里 他却不领情 到处奔来走去 四处安排寻求其他解决之道的做法 会让他反感 便不打算再当着符原和尚的面提这件事了 转而随口胡走道 不是那原思的图纸出了什么事 而是想向师傅请教一个关于其实的问题 你请说 上次您和我说 园林用石以灵壁石为商品 应时烧刺 但这些日子我四处打听 这怎么也遇不到好的大的 即使遇上了也全是些小的 您可知道什么地方方能买到大的好的 这两种石头都是珍贵难得的品种 高大的尤其难得 几尺高的就算是真品了 这短短的十日之内你自然不能寻到 不若寻访太湖石最为妥当 知道了 我回去就请人去买太湖石 既然蒋长阳没有走的迹象 牡丹再留下去也没有意思 于是起身告辞而去 带牡丹走远 蒋长阳笑道 我看他寻你是另有踏实 不过是因为我在这里不好开口罢了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走 凡是讲究先来后到 我的事还没办完 自然不走 更何况他找你的事情肯定比不过我的事重要 你答应不答应 你又不是他 怎知他的事情就没你的事情重要 我若是不答应呢 他要求你的无非就是那个原则而已 你若是不答应我 那我就不走了 等你什么时候愿意了又再说 看不出来你还有几分无赖相 你自去拿你的妖僧 做你的英雄 何必一定要扯上我 总不能叫我剃光了头混进去吧 就算是剃光了头混进去 你又怎么叫我和他们谈佛经 说不去就不去 你还在这里坐着就坐着 别怪我不给你摘饭吃 蒋长阳仿佛没看到他的不愿 静自去他的书架旁翻书来瞧 等到如满捧着斋饭来 不等福原和尚开口 就想在福原和尚之前把斋饭抢过去开吃 福原和尚气不过 夺过如满手中的筷子和碗 与他抢起咸菜来 蒋长阳头也不抬 运快如飞 不管福原和尚挑哪里 他只管挑自己喜欢的 不等福原和尚吃下半碗饭 他已经将其他的饭菜一扫而光 抬头看着福原和尚笑道 摘饭味道不错 你这人怎能这样呢 你不知道我从来最奉行的一点 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把饭吃饱吗 他二人在这里斗嘴 儒满却抽抽叶叶地哭了起来 福原和尚盲问 儒满 你怎么了 儒满委屈地看着二人 我饿 没饭吃 蒋长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福原和尚叹了口气道 别哭了 再去厨房里让他们重新弄点来吧 就说是我说的 儒满立刻收了眼泪 收拾了他二人的碗筷 蹦蹦跳跳地出去 福原和尚叹道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很重要 福原和尚叹息了一声 不再言语 夕阳的余晖从草莲缝隙里撒进来 将室内简单的陈设 尽数镀上一层薄金色 原本奉命去了厨房的乳满 奔奔跑跑地跑了回来 师父 外面也有卫星奖的公子 要见奖公子 福原和尚抬眼看了蒋长阳一眼 找来了 您见是不见 既然来了 我怎么不见 片刻后 如满领了一位 穿着松花色园林窄袖袍 肌肤如玉 眉目之间 与蒋长阳有几分相似 约有十七八岁的年轻公子进来 那公子见了蒋长阳 夸张地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大大的给他行了个礼 亲热地坐到蒋长阳的面前去 笑道 大哥 我听说了那件事情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 你想要什么 爹这反正都说给你 我们也没什么怨言 只要你开口 全都是你的 你就不要拿命去搏了 你的话带到了 是 那我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这里是佛门清静之地 莫要打扰了大使 你还是要去 你可是怨恨我们 我 你还有你们都错了 我没有怨恨你们 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还有许多理想和抱负未曾实现 怎会有时间怨恨你们 我没空 也没那个闲心 要说真的有没有怨恨谁 当然是有的 毕竟蒋长阳也只是个普通人 只不过怨恨和做自己想做的正事 比较起来 真的是不值一提 蒋公子有些发愣 怨恨人也是需要时间 需要闲心的 蒋长阳抓起一把棋子在手 淡淡地道 你回去吧 你和他说 这些年 我们其实没时间恨谁 我这次来 就是把我母亲的一些财山理清楚 然后做点想做的事情 和你们都没关系 你们尽可放心 既然你看不起这些 心中也不怨恨 为何你还要打着诸国公府的旗号 四处惹是生非 给家里找麻烦 你说打着诸国公府的旗号 给家里找麻烦 我给谁家里找麻烦 难道不是吗 当然是给我家里找麻烦 如果不是仗着诸国公府 你以为那些宗室能轻易饶了你去 学什么英雄好汉 这里不是安息都护府 你举着一把刀 骑着一匹马就可以横冲直闯的吗 你听着 第一 我没法改变我是他儿子这个事实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 人家总要将我和诸国公府连在一起 这个我没法子管 也不想管 我总不能因为怕人家将我和诸国公府 连在一起就不做事了 第二 你也说了 那是你家里 那么你们麻烦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第三 目前为止 我做的都是自己觉得应该做 而且没有错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因此停手 第四 不要把你们那种狭隘猜疑的心思 套在我头上来 如果有人因为我做的事而找我的麻烦 你们只管让他来找我 就说我和诸国公府没任何关系 千万不要动用诸国公府的名头 第五 我拿命去搏 若是刚好没了命 以后就没人给你们添麻烦了 所以你应该高兴才是 现在你可以走了吗 你简直不可领域 我好心好意来求你保重自己 不要拖累家族 都因为把什么都让给你了 你偏生说这副青钢样子来给谁看 你没这个心思 那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不一直留在安息都务府 让 你以为 如果这一切我们想要 谁又能拿得去 你记着 你们现在死死护着的这些 本是我母亲和我不屑于要 施舍给你们的 所以你没资格在我面前叫唤 我愿意在哪里 更轮不到你来管 明白吗 以后我不想看到你 你最好遇到我就提前绕开走 也别说我认得你 你不配 蒋公子一张粉脸 顿时由红转白 由白转青 愤恨地瞪着蒋长阳 见对方不为所动 眼里全然没有自己的样子 屈辱的眼泪 在眼睛里转来转去 最终在眼泪忍不住 要夺框而出的那一刻 狠狠一跺脚 转身快步走了 福渊和尚宣了声佛号 道 你真是太坏了 这样欺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我又不是和尚 不需要慈悲为怀 蒋长阳将棋子放在棋盘上 下行吗 我总输给你 还真不服气呢 福渊和尚笑了一笑 捏起一颗棋子 跟着放了上去 竹满从外面进来 手里还端着冒间的一大碗饭菜 边吃边眉飞色舞的道 那位蒋公子哭了 人家问他怎么了 他就拿鞭子抽人 你说他都十七八岁的人了 怎么还哭啊 蒋公子 你打他了吗 我服慈悲 我怎会打人 他大概是沙子掉进眼里了吧 福渊和尚终于忍不住 扔了一颗棋子去打他 叹道 朱国公有这样的儿子 可真是毁了他一世英明 守家成绝 还是胆子小点得好 我看正合适 他兴许正偷着乐呢 你真的这样以为 下你的棋 和尚不应该有这么多好奇心 福渊和尚果真收了好奇心 随着棋子几番落下 脸上又露出那种呆呆的神色来 蒋长阳皱眉沉思 凉酒才落下椅子 如满将一大碗饭倒进肚里 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宝格 坐在棋盘前看着两人下棋 天色渐晚 那二人越战越憨 他轻手轻脚地起身将灯点上 坐在一旁打起瞌睡来 却说牡丹遗憾地出了法寿寺后 因见天色还早 索性去了最近一所寺院 准备试试运气 但还是一无所获 他不由苦笑起来 那么大的园子 要多少牡丹花才能填满 这回将庄子的事解决好后 少不得要抽时间 去各处花农家中探访 不然明年春天 自己园中的牡丹花 可真是少得可怜了 封大娘见他漫无目的地放马在街上游 便劝道 大娘 还是先回家去吧 明日赶早来请福渊大师也是一样的 算了 不必请他了 走吧 先回家 福渊和尚既然和蒋长阳相识 若是说起自己来 只怕也会知晓此事 他再去开这个口 就是多此一举了 一行人 行至轩平方方门附近 牡丹看到李姓身边的小丝罗山 躲在树荫下 东张西望的 便叫雨和上前 与他打招呼 去问问他 他来这里做什么 可是要等谁 雨和现在一看到 与李家有关的事情 就紧张 加上 有他娘这个岑夫人的眼线在 更是紧张 便窃窃的 看了封大娘一眼 封大娘叹了口气 又骂雨和 呆 难道这亲戚也不做了 就算这罗山 真的受了理性的吩咐 来寻牡丹的 这里还有那么多人 难道他还敢拉着牡丹 躲到一旁去说悄悄话吗 怕什么 雨和呕了一声 轻轻一颗马腹 满脸堆向的上前 和罗山打招呼 罗山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雨和姐姐 罗山一眼看到雨和 高兴得差点没窜起来 顺着他来的方向一瞅 又看到了封大娘 吓得一缩脖子 声音顿时低了下去 眼皮也抽搐似的 朝雨和时眼色 我有要事要丹丹娘 有什么事 记到了这里 怎么不去家里等 走走 去家里吧 哎哎 雨和姐姐 我真的有要事 说话间 封大娘已经陪着牡丹走了过来 封大娘笑眯眯的喊道 罗山 小兔崽子 好久没看见你了 小的这些日子 都跟着公子言忙呢 事情太多了 虽然忙 但想必一定很长见识吧 那是 天怪热的 这里离我家近 要不要进去歇歇 他说他不去 有要事要禀告你 说完就要走 牡丹文言扫了罗山一眼 见他在那里垂首站着 吞吞吐吐的 一点都不爽快 心想 必知与李信有关 但他真的不能在与李信 私下见面了 便索性道 有什么事 说吧 我家公子让小的和您说 庄子里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让您不要担心 最迟天 把两天他就会把事办妥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想交代您两句 替我谢谢他 但这件事情 暂时就不麻烦他了 我已经和舅父说过 舅父自有安排 我这边能准备的 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不会有什么大意外 就算是有 我们应该也能处置妥当 他这么忙 就不要分心了 有空的时候 好好休息 罗山见牡丹一口拒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明明一片好意 他偏生拒绝 难道牡丹不知道 他说公子要交代他注意事项 其实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想和牡丹说说话吗 是笨呢 还是狠心呢 岳莫是狠心吧 可真枉了自家公子 那么牵念他了 罗山抬眼看着牡丹 就觉得牡丹 没有从前那么好瞧了 牡丹把罗山脸上的 委屈不解 不高兴都看在眼里 暗自叹息了一声 强笑道 你看 我今日就是去办这个事的 真的没什么大碍 假如我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一定会去找表舅帮忙的 你让他放心吧 要不你跟我回去吃了饭再回去回话 谢过您了 小的还有差事要办呢 牡丹也不勉强他 命运盒塞给他几十个钱 天怪热的都等半天了 去买碗冷桃吃吧 罗山收了钱给牡丹行了礼 快步跑开了 他也不回家 直接就往安逸方跑 在一堆人中把李姓刨了出来 同情地看着李姓 李姓正忙得口干舌燥 心里也窝着一团小伙 见罗山满脸同情地看着自己 却不说话 不由怒道 有话快说 装什么呆 小的这不是不忍心说吗 你倒在我面前拿起桥来了 快说 也没功夫陪你后 人家不要您帮忙呢 说是他自己能解决 若是真不能了 也还有表舅 旁边封大娘死死盯着 小的就是想说几句好话也说不成 就这么着把小的赶回来了 他若能自己解决 那自是再好不过 李姓随即转过身 一头又扎进了人堆里去了 罗山哀了一声 盯着李姓忙碌的背影 颇有些后悔 自己刚才不应该吐解气就那么说 只是也不敢再将李姓喊出来 苍山走过来 狠狠使劲扇了他的头一巴掌 你个吃糠的蠢菜 我续余不在 你又干了件蠢事 苍山本就比罗山大 力气也大很多 一巴掌下去 就将罗山打得一跌 袖子里的钱 也咕噜噜滚落在地 苍山一把揪着他的领口 将他推到角落里 冷笑道 好啊 你自己没本事办好差事 收了赏钱 还特意来遭公子的心 你个小兔崽子 长本事了 我原也没说错话 他就是那么说的 我看他对公子就没心 公子白白牵挂他了 话音未落 就挨了苍山一巴掌 他忍不住痛 大喊道 你干嘛又打我 我又说做什么了 这些话也是你乱说的 公子的事就是被你给坏了的 抡起巴掌还要往下扇 就被李信从后面一把抓住手臂 沉生道 转来给我丢人的 目光落在散落的铜钱上 眼里有了一丝笑意 他赏你的 公子爷 小的事才没乱说 但娘就是这么说的 只是他还谢您了 说让您别担心 只管办好差事 有空多歇歇 小的还没说完话呢 您就走了 传句话都传不全 我看你以后不要跟我出来 李信说完 转身就走 罗珊摸着脑袋 想不明白公子爷 怎么反而看着更不高兴了 沧山又劈头给了他一巴掌 恨铁不成钢的道 你个呆子 夫人若是又追问起来 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不要打 我当然知道 沧山白了他一眼 快不跟上李信 陪笑道 公子 老爷愿意帮忙 其实也是好事一桩 你去打听一下 这些天他都做些什么了 牡丹有事 首先寻的不是他 而是李源 他怎么看不出牡丹 是特意回避自己 他说他自己能解决 他又能做什么呢 虽然经过河丽那件事之后 牡丹的脾气 和从前是不太一样了 但他原本就是个软性的 只怕能做的也不多 他若是不肯要他帮忙 李信暗地里去做 也是一样的 苍山应了一声 立刻就跑去办事 他比罗山聪明得多 光明正大的去了河家 表示是受了崔夫人的指示 来关照这件事的 从而顺利地将过程打听了来 李信听闻牡丹做的这些事 不由苦笑起来 似乎这件事 他能帮上的忙 果然是不多了呢 丹娘和从前相比 越来越不一样了 天刚放亮没多久 牡丹已经带着丰大娘和雨和 还有执意要跟他去看热闹的珍事和孙氏 并几个强壮有力的家丁出了城 走在了通往方圆的土路上 空中漂浮着稻花香和青草香 有不知名的鸟儿 在田甄地头发出清脆婉转的叫声 不时有农人 赶着带了一股粪骚味的畜生 从众人身边经过 牛脖子上铃铛清脆 配着在田里劳作的农夫 农夫的礼歌声 构成一幅生动活泼的乡野图 这令过惯了城市生活的珍事和孙氏 心情格外放松 真是难得的放下心中那些郁节不满 调皮的对着牡丹和孙氏积积眼 我当初跟着父母在乡下住的时候 晚上也经常出来和姐妹们一起踏歌 直到月下中天放彩回家 自从嫁了人有好多年不曾踏歌了 真是怀念那个时候啊 牡丹笑道 等园子见好 我少不得要请爹娘哥嫂来住些时日 到时候三嫂若是想踏歌还愁吗 园子那么大 你们想怎么闹腾都行 也没有外人来打扰 真是有些怅然的道 就算是园子再大 人再多 再热闹 也和从前不一样了 孙氏看了他一眼 笑道 三嫂青日 还难得的伤春秋悲起来了 真是白了孙氏一眼 还不幸回忆一下从前呢 我又不像你 成日里什么事都没有 又不需要管家 又不需要管孩子 还可以正大光明的 跟着丹娘一起往外面跑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到点就回家吃饭睡觉 自由自在的很 真的是羡煞我们几个了 他这话一说完 孙氏立刻就板起了脸 把脸撇开 紧紧抿着嘴不说话 真是有自眉发现 自己捅了孙氏的痛楚 还不停地抱怨两个女儿 不够聪明讨喜 儿子不够勤奋努力 又说 丹娘 我也没什么奢求 就指望惠娘和云娘 将来能有他们姑姑 这样会说话 又讨喜就好了 你这么大个园子 若真修建好 再种满了牡丹花 不知要值多少钱 每年又要赚多少钱 将来不管是 嫁个什么样的人家 这一辈子都不愁吃喝的 牡丹先前听真是 回忆年少之时踏歌 还觉得感兴趣 有心想和她多聊几句 问问相间的风俗习惯 学习一下如何与庄户相处 还没开口呢 她就先打回了原形 不管不顾 只图嘴皮子爽快 事物大小 总是争强好胜 好端端地 把孙氏弄得没精打采 气鼓鼓的 不由好生懊恼 淡淡地道 不管这园子 多好多值钱 都得小心经营 一个不注意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算我平时 再小心着意 也还离不开家人的帮衬 不然只靠一个人 哪里能万事如意 孩子们还小 只要大方向没错 将来就不会差了去 光会说话 会讨喜 也守不住财 重要的 还是大度勤奋 不知真是 听没听出牡丹 话里话外的意思 但确实认得牡丹 对自己有些不满意 他有心辩白几句 但看到孙氏 侧着脸 不理睬自己 牡丹也打马上前 和孙氏说话 分明都是不想 理睬自己的样子 便皱着眉头 强忍着将不快压了下去 姑嫂三人 有些别扭地 到了方圆 因着工钱给足 饭食供应好 工人 又是福元和尚 介绍来的赎工 不会故意脱工期 五郎又会拉关系 故而工程赶得很快 此时园中的情形 与牡丹走势相比 又是另一番景象 风大娘和雨和 忍不住感叹了几声 牡丹的脸上 也露出笑容来 看到忙得热火朝天的场景 真是忘了 食材在路上的别扭 嘖嘖了两声 道 我也是有陪嫁地的 赶明儿 我也建个园子去 孙氏心里还记着 他适才讽刺自己没孩子 在家里什么事也管不上 专管吃闲饭的话 便嘲笑他 三嫂建园子 是为了中斗职丧的吧 我是会中斗职丧 你倒是会什么 孙氏也翻了脸 这次他没有退让 而是反唇相机 二人你来我往的 倒说个不亦乐乎 牡丹被他二人吵得要死 懒得再替他二人打官司做浆糊 命前来迎接的阿桃 将他二人领进屋子里去吃茶肠果子 趁着没有存分压制 要炒就一次炒个够 省得憋成内伤 他自去寻五郎说话 五郎正按照牡丹先前的吩咐 指挥人将园子角落里 最肥沃的一块约有二十亩的地周围 弃一圈矮墙隔起来 以便将来做种苗园 见牡丹来了便笑道 男娘你来了 你看这种苗园 我没给你圈小吧 没有 其实这两年只怕是种不满的 只是留着以防万一罢了 他原本是想着 这种苗园很是重要 而这园子太大 管理看守又不方便 最好是将这种苗园 与自己住的地方连在一起 以便随时看管的 以前福渊和尚还没说什么 后来听牡丹说 要建了围墙来圈着的 便说那会破坏整个园子的布局 大笔一挥 就将种苗园画在这个角落里 牡丹为难了很久 想到这里确实也清静 地也肥沃 最终同意了他的安排 若是牡丹知道 这个决定在将来某一天 几乎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他是怎么都不会同意的 但这都是后话了 此刻的牡丹 即便是面对挫折 也仍然充满了斗志 对未来更加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他是怎么看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都怎么顺眼的 爱强已经快要弃完 他心满意足地沿着院墙走了一圈 问了五郎这两日没人上门找麻烦后 便高兴地将自己在城中走访了一圈下游几户人家的事 说了一遍 雨河在一旁快嘴快舌的 将人家如何刁难他们 牡丹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尽数天上 听得五郎只点头 赞许地笑道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开 照这样下去 丹娘很快就不要哥哥们帮忙了 还能替哥哥们招揽生意呢 哥哥哪里需要我招揽生意啊 我一说河家的香料铺子人家都认得 若不是你们把咱们家的铺子做得这般好 就算是我嘴皮子磨破 人家也不会理睬我 好了 咱们就不互相吹跑了 咱们说正事 我按照你让人送来的信 让胡大郎将礼盒从前帮着修盒道的 又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当家人 请来吃盒了一顿 我谎说 当初买房子盒地的时候 他们家只说这盒是他们修的 一起转给他们 但没什么凭证 若是以后想转卖 只怕会因为这条盒的问题受影响 你猜怎么着 咱的酒肉备得多 他们吃盒高兴了 也还不知道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一说 很多人就说他们都知道这事的 然后就窜夺着 帮着证明这盒本来就是属于咱们的 咱们想怎么弄都是天经地义 那李正也答应的爽快 都说有事只管找他们 有好多人问我 这园子还收不收人做工 我想着相立相亲的 特别是这挖地挑土的 也不需要什么技术 便将那强壮的挑了几十个 又选了几个手脚利涩的富人 进厨房帮工 有他们本地人在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他们就是为了工钱 也会尽力维护咱们庄子的利益 难怪工期进展这么快 原来有这个缘故 五哥真是想太周到了 有你在此镇守 我全无后顾之忧 只是 我觉得请他们作证这事 还应该再妥当一些 以绝后患 你打算怎么做 虽然我把事情 想得太严重了一些 但我想着 到底是空口无凭 咱们请他们作证 他们按照事实说话 本是情理之中 可难保有人在中间弄鬼 用才是 逼的人不得不说假话 到时候 不但对我们不利 也别让别人为难 所以我想 就这河的由来 写个字句 请他们按个手印证明一下 只有确认了这河的归属 才能断了那些人 在河上做文章 不要说是平安度过施工期 就是以后也不怕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如此 就赶紧办理 兄妹二人快速回了屋子 一个磨磨 一个纸笔 商商凉凉的 很快就将文书写了出来 文书中只说 这河本是先前的周甲 独自出钱引来的 所经过的地 都是花了钱的 并不替牧丹 对这河 有完全处置权的话 又将昨日来了的 装户名字写上 准备请他们 一按手印确认 然后提了两旺酒 又将厨房里的 半枪羊拿上 准备去请李正帮忙 孙氏和珍氏 吵得口干舌燥 没了精神才住了口 百无聊赖的 坐着大眼瞪小眼 眼看着五郎与牡丹兄妹俩 跑进跑出的 忙得不亦乐乎 便也跟去凑热闹 问他们要去哪里 听说是要去找李正 两人都表示愿意跟了去 牡丹没心思陪他们玩 索性请托珍氏 带着看顾地 孙氏帮着雇厨房 这才叫二人给打发了 出了方圆 五郎假意虚抹了一把汗 道 你三嫂和六嫂平时不是很要好的吗 咱弟今日就吵成这个样子 你也不劝 放着他们吵 若是过后都怪你在一旁看笑话 不肯劝架 看你怎么办 他和六嫂好 那是从前 现在他们都有底气 不用联合谁 也不用讨好谁 当然 也就谁都不怕谁了 平时在家有娘阵着 他们就算是心里有气 也不敢大吵大闹的 今日呢 全当给他们放假出气 爱怎么吵就怎么吵 你看着 稍后回家 保管又好了 你们女人脾气真怪啊 有也吵 没也吵 反正总有理由吵 幸好你五嫂不喜欢和人吵架 不然我也烦死她 你真的会烦五嫂啊 那我回去就告诉她 哪有你这样当妹子的 巴不得哥嫂吵架的 你要真敢 看我不收拾你 你要敢收拾我呢 看我不找爹娘嫂子 给我做主 就说 你不许我和嫂子说真话 唉 你果然是被惯坏了 胆子越来越大 兄妹二人 说说笑笑的 找到了那里李正家 找到人后 双双将礼物奉上 李正姓肖 明慧 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家里并不富裕 也是丛农 寻常人家 平时难得吃肉 她见到酒肉高兴得很 想着他们是来拜地头的 这一片的庄主 没有谁这么稀罕过自家 当下面子里都得到满足 对五郎和牡丹极其热情 可一听他们说明来意 就没前日喝酒吃肉时 那么爽快了 谁也没倒一杯给他们 光皱着眉头 拿着文书翻来覆去地看 就生怕自己大笔一落 会惹出些什么不该惹的麻烦来 五郎和牡丹忍着急躁 笑咪咪地坐在一旁等他看个够 好容易等他看够了 他却道 已经说过的事情就不会变卦 是你家的就是你家的 又何必多此一句 说着就将文书退给牡丹 牡丹见他不肯 有些紧张 忙起身朝他行了个礼 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显得诚恳 肖伯父 您也知道 这庄子其实是我的 我日后少不得要靠他养家糊口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转手 我写这个东西 并不是要将这河封堵什么的 也绝不会因为我的缘故 让下游的几户人家没水用 我只是为了特殊情况时应对方便 比如说我这庄子到处饮了水的 要是谁在上游给我的水断了 我一个女人可怎么办呢 这园子就等于废了 我全部的嫁妆都放在这庄子里去了 心里不踏实啊 小娘子你放心 不会有人这么做 假若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自然有我们为你作证 我现在倒是不担心 就怕将来年生日久不好找人 你看这上面只是写了这盒 是周家全额出钱修的 其他的也没说什么不是 我只想请您做个证明 有这回事就行了 其实昨日我也去拜会了 下面几家庄子的主人 他们都很通情达理 但我就是怕将来换了主人 说不清楚 牡丹说的合情合理 但萧丽正就是不表态 一会儿瓢瓢牡丹 又瓢瓢五郎 一会儿又看看他拿着的酒和肉 牡丹急得简直有些坐不住了 须知李正这里乃是很关键的一步 须得靠着他引着去寻那些农人 有他领头 人家才容易按手印 他不按手印 这可怎么好 萧丽正不肯在文书上签字 牡丹与五郎就厚着脸皮不走 萧丽正收了他二人的东西 不想退理 也不好把他们赶走 三人就面对面一动不动地坐着 正当几人将着笑脸死熬的时候 一个妇人的大嗓门从院子里响了起来 哪家的死狗啊 怎么来了这里 是闻着什么味了啊 一声闷响 窗外传来狗儿揪的一声怪叫 接着外墙中干的几声低嚎 渐渐地去远了 紧接着一个三十多岁穿粗补衣裙 浓眉大眼的妇人拍着手走了进来 目光在五郎和牡丹的身上转了一转 再落到那两坛酒和半腔羊上面 大着扫门道 哎呀 贵客上门 水也没一杯 真是怠慢了啊 这狗鼻子可真减 原来果真是嗅着肉味了 萧李正皱了皱眉头 显得很不高兴 终究没有发作起来 牡丹有心与他家套交情 便笑着起身道 这位姐姐是 不等萧李正开口 那夫人已经利落地用粗瓷杯子 端了两杯水上来 看这嘴巴多甜呐 我姓周 臣家都叫我周八娘 小娘子叫我周八娘就行了 这两日啊 我在你们庄子里的厨上干活 宫欠一日欲节 这伙食也好 你们家很公道 没有为父母人 很不错呀 牡丹对他这个评语 有些受宠若惊 紧接着居然从周八娘身上 闻到一股淡淡的熏香味 又见她的手洗得极干净 递上来的杯子虽然旧 同样极干净 便端起喝了一口 结果发现有一丝丝蜂蜜味 不由对着周八娘 很是生出几分好奇来 周八娘见牡丹喝了水 满夜的一笑 也不说明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伸手就去拿萧李正面前的那张纸 粗略地扫了一眼 道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反正你前日也当着大伙说过的 今日啊 就给他做了这个阵又如何了 萧李正文言 撅着几根稀疏的胡子 拿眼瞪着周八娘 周八娘歪着下巴 瞪大眼睛毫不示弱地瞪回去 萧李正慢慢败下阵来 道 罢了 看你们是石成人 想来也不会害我 若是拿这个去做怪 害了我 少不得要和你们争到底 周八娘历时换了张笑脸 笑眯眯地去屋角 取了支秃头笔 并一小块墨 半支破燕台和一支破碗来 注些水进去 卷起袖子开始研磨 示意萧李正签字画鸭 萧李正无奈地叹了口气 低头歪歪扭扭地写了此事属实 然后落下自己的大名 牡丹与五郎见状 剧都有些吃惊 先前他们猜着这二人 约莫是公公与儿媳的关系 最多周八娘这个儿媳是当家理财的 所以才这样嚣张 可这会儿看着二人你和我的 又互相吹胡子瞪眼睛 却不像是公公和儿媳 倒像是一家人 可是这年龄相差也蛮大了些 周八娘见萧李正写好了 满意地拍了拍她的手 将那文书拿起递给牡丹 唉 看看 还差什么 牡丹厚着脸皮 从雨河手里 接过一小盒朱砂递过去 周八娘呵呵一笑 示意萧李正按手印 萧李正气哼哼地按了一个 又瞪了周八娘一眼 抓起一个斗笠沉着脸 对五郎和牡丹道 走 往里你们去找人 牡丹大喜过望 忙向周八娘行礼道谢 周八娘摆摆手 笑道 算了 我是晓得你为啥要这样做的 话音未落 萧李正就狐疑地看过来 牡丹又是紧张 又是害臊 周八娘这样大方 倒显得她算计不明就里的萧李正 不厚道了 周八娘却爽朗地哈哈一笑 这样才好呀 沈得后面左右为难 好了 咱女人不容易 快去吧 听这意思 却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牡丹微微红了脸 对着周八娘感激地笑了笑 回头跟着五郎和萧李正 一起往外走去 带众人走了 周八娘利落地将酒藏在了床下 把羊肉放在吊篮里 吊入井中派着 刚收拾好 旧人提着两包糕点 喝一封茶 直高气昂地找上了门 说是要找萧李正办正事 周八娘扫了来人一眼 认得是宁王府庄子里的人 便殷勤地 请她坐下喝水等着 等她去寻萧李正来 带出了门 她也不去寻萧李正 直接就往方圆的大厨房里 继续做事去了 那人根本想不到 周八娘会扔下她不管 便耐着性子 在萧家一直坐着等 因是农忙时候 大多数都在田间地头忙活 五郎和牡丹籍人 少不得顶着烈日 在田耿间穿行了许久 挥汗如雨 总算是将事情办妥了 牡丹小蜥蜴地 将那张盖了二十多个 红手印的文书折叠好 放在怀里藏好 感激地请周立正 去庄子里吃饭 周立正沉着脸道 不去了 又吃又拿 站立的事都不站立了 你拿了这个东西 不许作怪 牡丹懦懦硬下 陪着笑脸将人送走 兴奋地一把抓着 五郎的手笑了起来 有了这个 她虽然还不能完全支配这条河 但总算能名正言顺 诗出有名 再不怕旁人说三道四了 她在这里高兴 萧里正那边 却是焦头烂额 牡丹回到方园 不见真事与孙事 找人一问 说是陪着福渊和尚 往园子后面 看宫城进展去了 牡丹没想到 福渊和尚今日回来 少不得前去陪同 走到桃里临时 呼见如满小和尚 嬉笑着从林子里跑了出来 一手抓着个吃了一半的桃子 一手牵着衣襟 还兜着几个桃子并李子 还不忘回头去逗阿桃的弟弟阿顺 来啊 追着就给你 阿顺跑得脸红扑扑的 张着两只手跑过来 边跑边叫 小和尚 你不许跑 二人一时见了牡丹 便顿住了脚 阿顺学着大人 给牡丹和五郎行礼问好 如满却是眨巴着眼睛道 何施主 你怎么来了呀 我一早就等你 给我送桃子去 总也等不到 少不得求着师父过来瞧瞧 本打算回去时 才给你带过去的 既然你来了 就不管十个还是八个了 就一次吃个够 只当心 稍后别吃不下斋饭去 我师父在林子里 看人挖河道 我领你们去 说完 无忧无虑地 蹦跳着往前引路 阿顺上前揪着他的一脚 抓了一个桃子 未进嘴里 快乐地跟着他往前跑 牡丹看到阿顺 蹦跳着的背影 想起当初 那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来 不由感叹了一声 何之中做事后道 桃里林中的河道 已经挖了三分之一 不断地 有占了道的桃树礼树 被提前把果子全树摘后 移栽到一旁去 工人们一边干活 一边吃果子 还把他们觉得熟得最好的摘了 递给一旁的福渊和尚 福渊和尚也不推辞 就在袖子上擦擦就开吃 孙氏和珍氏远远站在一旁看着 不时窃窃私语 二人的表情都不是那么好看 真是一看到牡丹 就挽着孙氏的手快步走过来 把牡丹从乳满身边拉开 站到一旁气愤的低声道 丹娘 你也该和你五哥说说 好好管管阴晴的这些人 干活就干活 干什么还顺手牵羊 吃主人家的果子呢 真是不像话 难道这个不值钱的 拿去卖 也能卖着好些钱呢 又瞅了孙氏一眼 我是要管的 骗你六嫂拦着 不许我管 那意思是 看你还当不当他是好人 这偷明神可不好乱安啊 我是想着 他们当着我们的面都敢吃 而且吃的 也只是要移栽的数 其他人家并没有动 那便说明 他们心里有数 说不定是得了五哥 或者丹娘允许的 咱们不知道秦游 还是不要随便开口的好 不小心得罪了人 岂不是给丹娘添麻烦 真是不一的 丹娘 难不成 还真的是你们允许他们吃的 五郎走过来 沉声道 是我许他们吃的 咱们正在用人的时候 其他长在树上的 也就不说了 这些不能留的 难不成还要专门 让人送去卖钱不成 吃两个果子也不会贼啊 好好好 是我一人多事 牡丹忙握住他的手 笑道 嫂嫂也是为我着想呢 真是的 我脾气不讨人喜欢 好心也不得好抱的 知道你们背地里 都是我刻薄 到我这人 一十一二十二 竟然是请他们做工 便是给了他们工钱的 孙氏看着福元和尚走了过来 帮拉了他一把 福元大师过来了 真是兴兴地住了口 坚强地对着福元和尚笑了笑 福元和尚和五郎 牡丹见了礼 笑道 贫僧过些日子 要出趟远门 特意过来看看 女坛月这里 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师父今日看了工程进度 觉得可有偏差吗 若是有 您和我说 我也好赶早弄妥贴了 您是要云游吗 要去多久 我还有好多地方 要向您请教呢 比如说 什么地方 放什么石头 当然 只是最简单的工程 也没什么偏差 女坛月请放心 贫僧不是云游 待到需要建屋子 和安放石头 堆造假山 种植花木的时候 贫僧也就该回来了 既然如此 那便没什么了 师父请进屋里喝茶 福元和尚的目光闪了闪 微微有些诧异 他昨日夜里 曾听蒋长阳 说了牡丹庄子里的事情 又见牡丹 在那个时候去找他 猜着怕是有什么事要求他 便特意来了这一趟 远也是想着 若是自己能搭把手 为他说上两句话 也不甚要紧 谁知牡丹却不开口了 这又是为什么 阿桃匆匆跑进来道 娘子 大厨房那边有人找您呢 牡丹忙告了罪 请五郎陪着福元和尚 去屋里喝茶说话 他自跟了阿桃去大厨房 是谁找我 是萧丽正 正在厨房里 骂他家周八娘呢 眼瞅着要动手了 他们便叫奴婢 来寻您当个何事佬 牡丹猜着 大概是为了周八娘 逼萧里正 为自家帮忙的事情 只是先前 他与萧里正分开的时候 萧里正还是好好的 片刻功夫就发了脾气 也不知道 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 便问阿桃 周八娘和萧里正 是一家人吗 我先前去过他家 看着周八娘挺能干的 年纪也轻 您不知道他们家的事情 他们原本不是一家人 周八娘原来是 萧里正的小姨妹 嫁在城里的长安坊 一户姓鹿的人家 后来他丈夫死了 萧里正家里的 周大娘也死了 萧里正就来求周家续亲 求娶周八娘 周八娘不肯 但他家里 还是逼着他嫁过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整天提着扫把 追着萧里正打 打了约有两个多月 这才消停了 牡丹这才明白 为何周八娘 会发出 女人不义的感叹 原来 他就是个被人欺负 不得意的女子 阿桃见牡丹不说话 便搭着胆子继续道 这位周八娘的胆子 可搭着呢 花样也多得很 他曾教过村里的 年轻女子 用旧竹灭片 和菊叶来做熏香 人家都笑过他 想过有钱人家的 好日子想过风了 他也不理睬 我行我素 奴婢曾经跑去 闻过他那香 还挺好闻的 可是 他也会做恶心事 去捉蛤蟆 来做什么鲍鱼羹吃 还说是从百月学来的法子 真是恶心死了 也不知道 他怎么就会想到 去做这么恶心的事情 阿桃说到此 配合的打了个寒颤 他以为牡丹 会和其他人一样 听到做这什么蛤蟆吃 就会大惊小怪的 觉得恶心 便牡丹并没有表现出恶心的样子来 反而震惊地问道 你看到过他做蛤蟆吃吗 啊 奴婢没见过 这是听王大娘说的 厨房里的人还都说 如果不是周八娘 做的一手好菜 生的一身好力气 就一定要和您说 不许他来大厨房帮忙 牡丹淡淡地嗷了一声 阿桃在一旁察言观测 觉得牡丹不似不喜欢周八娘 反而是还很感兴趣的样子 便又把话朝着立于周八娘的方向发展 笑道 其实他挺能干的 这里谁家嫁女娶媳 都爱请她过去帮忙做饭 为人也热情 肯帮忙 有次我那跑了的后娘追打我们 差点把我弟弟推进河里去 还是他帮的忙 还和后娘吵了一架 牡丹听到此 不由皱起眉头来 严厉地看着阿桃道 这样说来 他不但是个能干热心的人 还帮过你的忙 你怎么能跟着旁人 在背后传他的闲话呢 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阿桃见牡丹突然翻了脸 吓得赶紧站住了 紧张地搅着手指 吹着头结结巴巴地道 奴婢 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您 想讨您欢心 牡丹见她一张小脸 啪的瞬间褪去了血色 心想这孩子就是一棵歪薄树啊 便道 虽然你是为了让我高兴 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这种行为让人瞧不起 若是不改 今后只怕我这里是留不得你的 那以后奴婢 再不说人坏话了 转接好的说 牡丹叹了口气 叫过雨河 你教教她做人的道理 再教教她 什么话该怎么说 雨河微微一笑 老鹰抓小鸡似的 替着阿桃的衣领 将她拎到一旁开训 带到牡丹赶到大厨房时 闹剧已经收场 萧李正与周八娘二人正准备过来找她 萧李正撅着胡子 铁青着脸 嘴里骂骂咧咧的 周八娘却是满脸的不在乎 牡丹忙上前与二人打招呼 萧伯伯 这是怎么了 谁惹您生气了 萧李正一眼看到牡丹 忙绷过去气哼哼的道 我不是你伯伯 当不起 别乱喊 你害死我了 早知道你不安好心 我就该无论如何 也不要答应这蠢婆娘 周八娘满不在乎的上前拦住她 对着牡丹笑道 小娘子 咱们行个好说话的地方说话 牡丹便引她二人往屋里去 另寻了间僻静的屋子 请两人坐下后 小心地问周八娘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就是我害死人了 可是出了什么事 不就是你们前脚刚走 宁王府庄子里的奴才们 后脚就去寻她吗 我还想着 反正这人哪 只能做一回正 他自己去得晚了 能怪得了谁 白纸黑字落在那呢 难道还能改过来 便没去找咱们萧李正 给他倒了杯茶 就来干活了 萧李正气得发抖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人 王府 圣上的儿子 你惹得起吗 又瞪母的 你惹得起吗 你这人可真是笨的恶牛屎啊 老娘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你却不懂得推脱 选择谁啊 我推脱了 我说了 他们来晚了 我已经写了那东西了 断不可能改过来 叫他们来找何家就是了 可是他不肯饶我啊 说我故意和他们作对 问我是不是不想做这个李正了 当头就给我一巴掌 把我牙齿都给我打晃了 实在是对不住 但事到如今 只有请您往我身上推了 医药费也由我来出 全都向您赔罪了 本来就要往你们身上推的 你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替你们作证 我的目的 也是既不想做亏心事 也不想加在中间难问 甚人打整 所以咱们算是各取所需 就是这老笨蛋人太笨了 胆子又小又贪心 不坏办事 还想做李正 活该他倒霉 牡丹默默一想 就是这么回事 他当时没有据实以告 哄着萧李正 帮自己办了这种棘手的事 但从周八娘那边来看 也是图个签了这字 就把事情甩脱给自己 由自己和宁王府去抗争 他们再不掺和进来的意思 没有人是傻的 都是各怀心思 小老百姓为自家打算罢了 还真说不上谁好谁不好 只是说到底 萧李正挨着一巴掌 的确也是因为自家才挨的 周八娘其人 的确也坦荡 牡丹便当 都是我给你们添的麻烦 我在这里给二位赔礼了 请问这附近可有大夫 我马上让人请来 给李正看伤 不必了 我爱打就当白爱了 可不敢再和你家有牵扯 人家说了 叫我等着瞧 我是来把他带回家去的 你赶紧把他 今日的工钱算给他 然后你就等着宁王府的人 来找你麻烦吧 等着倒霉吧 风大娘送茶汤进来 文言就有些恼弄 这人是怎么的 嘴里包着粪呢 怎么这样说话呀 便将茶汤重重一吨 眼皮子一抬 就要说上两句 牡丹忙将它拉开 笑道 谢谢萧伯伯过来报信 你们这是好人 我会小心的 其实这样 我也不敢再留你们了 大娘 去帮周伯母 结算一下工钱 风大娘办事老道 并没有去问 周八娘的工钱是多少 直接就找五郎 支了一鸣钱来 交给周八娘 周八娘笑了一笑 数了一百个钱 对着牡丹道 多的 就当是我卖草药 给她补嘴的 小娘子 你好自为之啊 说完也不要风大娘送 揪着萧李征去了 风大娘沉了脸道 丹娘 这到底是谁这么张狂 竟然敢趁着宁王府里 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 在外面如此张狂的乱来 她就不怕给宁王府惹上麻烦 也给她自己惹麻烦嘛 明明知道咱们家 是李舅爷的亲戚 还这样可恶 真相不明之前 我能做的 就是最大限度的 做好防范工作 保护好我和家人 不被牵连进去 至于其他的 自由里员去操心 我去和五哥他们说 这些日子 我们大家都小心些 不要被人谋算了去 风大娘点头称事 武当看看天色不早 剑玉盒领了阿桃过来 便吩咐阿桃道 让人去林子里 将新鲜上好的桃子和李子摘下来 背成四份 一份给福元师父带回去 一份送家里 一份送给李家 另一份送给楚州侯府的白夫人 于和 你让厨房里 赶紧送宿斋饭来 吃了 好让福元师父早些回城 武当进去请福元和尚吃斋饭 又将五郎叫到一旁 把萧李正来地的话 说了一遍道 五哥 你今晚就不要留在这里了 和三嫂六嫂一起回去吧 既然他们要找麻烦 更敢让人在这里守着才是 要是咱们统统都走光了 有人来捣乱可怎么好 不行 我不去 五嫂很久没有看见你了 这里我留下来就是了 你到底是个女子 那些肮脏手段 哪里由我见识得多 你不放心我留下来 我又怎么放心你孤身一人留下来 这样好了 你若是真要留下来 便我兄妹二人一起留下来好了 好 珍氏和孙氏听说牡丹不回去了 乍乍乎乎地念叨许久 说牡丹留在这里 纯属是添乱 就说这里什么都没有 牡丹的换洗衣服也没带 不方便晕晕 一心想将牡丹说走 好跟他们一起回去 牡丹只是摇头 衣服倒是没问题 刚开工时 我就带了两套来 放在这里备用 其他的也不需要什么 不能让五哥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留下来 给他搭把手也好 牡丹虽不知道邓管事 会做出什么事来给他添堵 但这个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留下五郎一个人 独自守在这里的 珍氏和孙氏无奈 只得道 我们一到城门口 就让家丁折回来帮你们 服员和尚很安静地吃完斋饭 然后听从牡丹的建议 跟着珍氏孙氏和和家的家丁一起 结伴回城去 临走时 他静静地望着牡丹道 小心木料 最脆弱的就是木料 一把火就可以烧得干干净净 烧完之后 他可不是要停工了吗 牡丹打了一个机灵 认真答道 好 福员和尚微微一笑 向牡丹和五郎双手合十行了个礼 借过何家家丁牵过来的马 依旧坐了自己齐来的那头驴 慢吞吞地去了 牡丹和五郎商量了几句 趁着天色未黑 快速安排起来 木料砖瓦 本事早就拉了来放置好 有专人看守的 如今有了这种危险 少不得要提高工价 多安排几个妥当仔细的人来看着 还要组织一个巡夜队 夜里在工地上来回巡护 以防有人潜入来捣乱 天色渐晚 与何与风大娘二人 将牡丹的房间收拾出来 又从厨房提了热水 叫牡丹去洗浴 牡丹着实也累极了 今天奔波一天 汗水出了又干 干了又出 感觉一摸 都快要结了盐栗子 能够舒舒服服地泡个澡 自然是求之不得 他躺进浴盆里 就不想出来 想要趁此机会 建个淋浴的洗澡房才是 晕晕乎乎 靠在澡盆壁上 就迷糊了过去 直到与何在外拍门 才把他惊醒过来 与何急匆匆地 捧着牡丹的换洗衣服进来 看到他睡眼朦胧的样子 不由称怪道 又睡着了 若是着凉 岂不是您自家吃亏受罪 边说 边将大块棉布盖到牡丹头上 替他擦头发 牡丹一边穿衣服 一边模模糊糊地道 我三嫂和六嫂 他们到了吗 与何的手顿了顿 小声道 是才有人来罢 两位少夫人 在回京城的路上 差点被一头蜂牛给撞上 幸亏抚员师父机智 将那蜂牛给引开了 才没有出大事 只是 他租来的驴倒是被伤着了 牡丹的瞌睡 一下子被惊得没了 他很难相信这是巧合 他阴沉着脸 接过与何手上的棉布 将头发包起来往外走 我五个呢 与何追了出去 在外面交代咱家的家庭和装货们做事呢 你好歹将头发弄好 成个样子再出去吧 这里可不是家里 到处都是男人 牡丹顿住步子 耐着性子任由他打整 好容易头发半干 晚了个简单的计 便立刻出去寻五郎 五郎果然领了几个工头 在柳树下喝茶说话 见牡丹寻来 便走过来道 你都听说了 你别怕 他们都好好的 家里今晚会再派人来帮忙 也会连夜去和李家商量 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这里的事也有我 你安安心心的就好 五哥 不过就是这么大点的事 他们怎么就这么不依不饶的呀 他们就算果真要占了这地 也该直接来说一声 这样不明不白的 就光在背后搞小动作 还恶毒 怎么就生成这副样子了 傻丫头 这世上想不通的事情多着呢 人心至善 人心也至恶 正常的很 人和人是不同的 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猜别人的想法 咱们觉得委屈 说不定 他们也觉得委屈 你怎么没有任他们去见他 反而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他们 和他们作对呢 实在是太不想话了 是这个礼 孙晚 你不打算睡了吧 那我陪你一起 好啊 还和小时候一样 我给你讲个故事 天黑之前 李姓 大郎 六郎 并十多个家丁出了城 并不直接赶去方圆 而是在城郊 寻了个庄户人家坐着 直到二更时分 方起身 静悄悄地赶路 悄无声息地赶去方圆 牡丹与五郎 坐在灯下 有一搭 没一搭地 将些小时候的事情说来 说着说着 扯到了李姓 五郎笑道 行之 从小就喜欢跟着爹爹跑 说是将来要做一个大商人 坐很大的船 去很远的地方 没想到 他果真跑去做生意 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总有一天 他不会再做生意的 你吴嫂有孤表兄长 年龄和我差不多 前年死了原配 你是有儿有女 家中殷实 为人也厚道 长相也端正 人我是见过的 和三嫂娘子那个兄弟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你五嫂还是不敢和娘说 也不敢和你说 让我先问问你 等这些事过了后 你愿不愿意见一见 难道 我就只能配官夫吗 你是有儿有女的 所以才不在乎 我到底能不能胜败 你不要多想 我们也只是按照 我们的想法提一提 只是想为你好 万万没有逼你 让你不开心的意思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我知道各个嫂子们 都在为我操心 都心疼我 怎会故意让我不开心 我只是有些害怕嫁人了 刘嫁那样的人实在是少数 你五嫂这个姑姑家为人很实在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不然你见上一见吧 呼听雨河在莲外轻声道 家里来人了 紧接着帘子打起 大郎当先走了进来 牡丹笑道 大哥 你们怎么这个时候还能出城啊 话音未落 又见李姓与六郎并肩走了进来 牡丹没想到李姓也会跟来 这还是他向他表白之后 两人第一次见面 又是这样措手不及 一时之间倒有些尴尬 大郎道 早就出了门的 一直等到天黑近了才敢往这里走 就怕那几个狗东西知晓我们来了 不敢送上门来 李姓从近了开始看了牡丹一眼后 就一直强忍着 不让自己盯着他看 笑眯眯的道 今夜咱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瓮中捉鳖 他笑得自然 但李姓自己知道 他用了多大的力气 才叫自己的声音没有打颤 牡丹忙起身去倒茶 头也不敢回得倒 你们吃饭了吗 我让雨河去做夜宵 大郎扫了李姓一眼 心想着二人这样坐着 确实也怪难受的 便道 去吧 牡丹借机走了出去 李姓不露痕迹地 将目光从武丹身上收回来 笑看着五郎道 五哥 让巡夜的人撤回来吧 你又打什么鬼竹业 防守这么严密 他们不敢来 咱们反倒不好动手了 我爹那里已然安排妥当了 就等咱们这里了 这起子不知好歹 为虎作伤的家伙 今夜便叫他们有去无回 既然是你们已经安排好了的 且听你安排就是 牡丹和雨和风大娘一道 去厨房取了蒸糊饼送过来时 房中只有李姓和六郎在 大郎与五郎却是到外面布置去了 六郎眨眨眼 抓了个蒸饼道 我去看看大哥他们 不由分说 就静自走了 牡丹沉默片刻堆起笑来 将肉汤递给李姓 语气轻松地道 表哥吃吧 多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帮忙啊 我还说不用你帮忙了呢 结果还是劳动你跑这一趟 我还真怕 从此你就不要我帮忙了 牡丹听得一语双关 笑容就有些勉强 风大娘咳嗽了声 笑道 啊 嗯 大娘 时候不早了 您该歇着了 这里有老奴伺候 保管他们 个个吃的宝宝的 您就放心吧 牡丹无奈 只好和李姓 行了个礼道 那我先去歇着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只管和风大娘说 你安安心心地去歇着 万事有我们 她话虽如此说 暗地里 却嘲笑了自己一回 这次 她是又帮上她的忙了 那么以后呢 只怕牡丹身边 越来越不需要她了 正愁畅间 风大娘 将一个滚热的蒸糊饼 塞到她的手里 热情地道 表公子 多吃点 理性无奈 只好埋头 与蒸糊饼肉汤奋斗 出得门去 雨河沉默着 打了灯笼 引得牡丹回房 牡丹沉默地 绑住雨河的胳膊 将头 轻轻靠在她的头上 轻轻喊了一声 雨河 哎 你说 我要是和他们说 我不想嫁人 他们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您怎么这么想呢 您真是花一般的年纪 难不成要孤独终懒 真是暴脸天物 还暴脸天物呢 你可真会说 我只是说说而已 不想给人做后娘 不想就不想呗 家里谁舍得逼你 没来由说出这种话来 吓死人了 你放心 就算我一辈子不嫁人 也不会拘着你 让你陪我一辈子的 您说什么呀 报复性地扑斥一口 将蜡烛给吹灭了 也不理牡丹喊她 静自到外间去躺下 不管旁人怎么看 她绝对不委屈自己 嫁个莫名其妙的人 牡丹翻了几个身 架不住疲累 静静地睡了过去 四更十分 外面传来一阵喧嚣声 说是抓到了贼 牡丹要起身去看 偏被封大娘堵住 您要真想知道 带老奴去打听了来 三更半夜地 跑外面去做什么 牡丹无奈 只好任由她去打听 约一炷香后 封大娘回来 轻描淡写地道 不过是几个小毛贼 从身上搜出了 火石火莲 还有油 果然是想混进去 烧咱们的木料 大郎他们安排得妥当 来了个瓮中捉鳖 人赃俱获 线下正在审呢 说是天亮 就要送去宁王府 好容易熬到天边放亮 牡丹把熬了一夜的 封大娘按下去 躺着休息 她与雨河去厨房安排早饭 去叫大郎等人吃饭时 屋外不闻任何声响 掀开帘子探头去瞧 但见几人歪歪倒倒地 躺靠在榻上 绳床上 竟然都是睡着了 牡丹正要退出去 忽见靠在绳床上的理性 突然睁开了眼 定定地看着牡丹 牡丹的心口一跳 赶紧将头缩回去 踩转了身 帘子已掀 李姓快步跟了出来 轻声道 大娘 你是打定主意 一看到我就要躲了吗 表哥说笑话了 我怎会一见到你就要躲呢 李姓看到牡丹 交叉握在胸前的轻松玉手 恳不得一把握住 让她听她细诉才好 但李姓不敢 只怕这样一来会从此再也不能进牡丹的身 李姓将拳头 在绣笼里握紧又放松 放松又握紧 好不容易平复了心中的波澜 笑道 不是就好 就算是 那个 反正你明白的 旁人是旁人 我是我 早知如此 那些话我就不该说给你听 咱们还是像从前那样 你不要特意堵着我 好吗 已经说出口的话 怎能当都没有说过 已经发生的事情 怎能当都没有发生过 大郎掀起帘子 叹出头来 无疑不满地看着二人 武丹飞快地喊了一声 大哥 大哥 我正和丹娘说 那几个人已经公认不会了 这次 咱们把这事弄好后 这一片就不会再有人赶来生事了 这次真是辛苦行之了 丹娘 你去看看早饭做好了没 得赶早回去呢 我就是来叫你们吃饭的 吃了饭以后 都歇上一家再走吧 不行 得尽早回去才好安排 大郎回身喊了一嗓子 五郎和六郎揉着眼睛出来 几人说说笑笑地吃了早饭 仍有五郎守在工地上 牡丹随着大郎等人一道回城 李兴命人将那几人捆在马后 当着重庄户和工人的面 拖着上了路 一行人摇摇摆摆地回城去 一路上总有庄户好奇地停下来 盯着那几个人看 窃窃私语一通 有那大胆好事的 便直接问这是做什么 李兴便大声说 这几个人借着宁王府的名头做坏事 他奉了宁王之命前来捉拿这几个人 线下就要送回去 交给宁王殿下处置了 看以后谁还敢借着宁王府的名头 再做坏事 牡丹看到重庄户敬畏的神情 不由暗想 虽然宁王要名声 定然不会容许这些小虾米怀他的事 可李兴这样嚷嚷地人尽皆知 何尝又不是为牡丹撑腰呢 从此以后 这一片只怕不会有人轻易来找牡丹的麻烦了 他算是站稳了 一行人回到城中 大郎与李兴自将人送去宁王府 牡丹则与六郎回家去听消息 中午时分大郎喜滋滋地回来 道 宁王殿下大怒 也是严厉处置了那几人 又命人去把庄子里的管事来问罪了 不单是那邓管事 就连庄子里的总管也一并获了罪 但娘 以后应该再也没人敢去你庄子上巡视了 不是说那邓管事是王府大总管的侄儿吗 表舅他们会不会因此得罪人 应该不会吧 人赃俱获 他就算是想反驳也是没办法的 再说表舅厉害着呢 他自己有数 大总管哪能和他比 宁王殿下也说了 他下面的人要是个个都像这些 狐家狐卫 狗仗人士的雕奴一般行事 他再好的名声也不够败坏的 薛石笑道 你亲眼见着宁王殿下了 那是自然 我也没想到 不过表舅叫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他问了我一下具体情况 然后又安抚了我几句 要我说 这秦王也没什么可怕的 脾气好着呢 说话也好听 比王府那些人平和多了 牡丹现在就好奇 到底那邓管事是为什么和他这样百般过不去的 到了傍晚 前来做总结汇报情况的理性 终于将得到的具体情况报了上来 确实有人挑唆那邓管事 说愿意出高价买方圆 只要是他能弄了来 就一定要 去拿邓管事的人 从他的房间里搜出十两黄金 据说是定金 牡丹苦笑了一下 不用问 他也知道那人是谁 和他解下深仇大恨 几次三番 总想和他过不去的人 还能有谁 好像是说 某人从马上摔下来 虽然还未痊愈 但肯定决定了 成日大发雷霆 便有人去和他说 我姑姑的球技码数都非常好 若是那次我姑姑他们跟着一起打球 他肯定不会发生这种意外 只是不知为何 这账又算到了丹娘头上 不过 宁王殿下已经派人去魏王府了 想来他以后会收敛 是谁和他说这话的 这中间牵扯到他们宗室中的一些事情 反正以后再也不会惹到你头上来 就不必理睬了 有人想趁着宁王飞轰式 宁王无暇顾他 趁机搞点事情出来 牡丹不过是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 刚好撞到刀口上而已 但这些事情 他却是不好和何家人说得太清楚 说多了也没用 宗室间的事情 左右逃不过权势利益之争 也就是说在背后捣鬼的人 目标并不是牡丹 而是浑水摸鱼什么的 既然以后不会再惹到自家头上 牡丹就实相地打住了好奇心 转而道 表舅没有因此和那大总管 生出下戏来吧 不会 我爹和大总管 其实都是殿下的左膀右臂 谁也离不得 他小得厉害 要怪 也要怪邓管事实在胆大包天 在那和尚没能做文章 竟然就想着去害你 这样歹毒不识大体的人 迟早都会坏事 怎能留他 幸亏当时那些人不认识牡丹 牡丹也不在场 就把孙氏当成了牡丹 直接动了手 否则 换了其他时候 牡丹独自带着奴仆行在路上时 指不定还会出什么大事 这样就好 其实这次的事情 你反应很快 也做得很周到 很不错 若非你前面防范做得到位 让他们无他法可循 也不会逼得他们 顺顺利利便落入我手中 以后 你一定能将那庄子 经营得很好的 我可不敢鞠躬 没有表就地条子过来 你帮着社福抓人 哥哥们帮我忙 也不会顺利解决 总这样逼着也没什么意思 不过越逼越远而已 还不如随心的好 那你忙着 我去陪姑父他们说几句话 言霸起身 坐到河志钟旁边 听到胡吹海砍 见货插几句嘴 又逗弄孩子们几下 逗得孩子们大呼小叫的 看着 却似回到了从前的光景一般 牡丹在一旁含笑看着 其实就这样 也挺好的 忽见真是 似笑非笑地走了进来 道 丹娘 蒋家的屋馆是来了 说要见您呢 牡丹立刻就想到肯定是送牡丹花种子来给自己的 连忙起身和陈夫人说了一声 陈夫人交代道 好生招待 牡丹应了 领着林妈妈和雨和出去 我见乌三坐在侧厅里 正由家中总管陪了说话 见牡丹进来 乌三立刻起身行礼问好 将一只竹篮递了过来 笑道 这是我家公子 当初答应娘子的牡丹花种子 也不知道采摘的时机是否合适 想来一定是极好的 牡丹掀开篮子上盖着的细纱布 对着光亮处一瞧 弹剑里面却不是直接装的孤秃果 而是放着五六个卷补包 他随手拿起最大的一个补包来瞧 去见卷布上 用笔细细写了几个字 南兆子牡丹 字写得雄健朴桌 似是男子手笔 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二十多颗 写黄色的孤秃果 又饱满又清爽 真真适合得很 牡丹一边感叹 这蒋长阳手下的人做事认真喜心 一边拿起其他补包来瞧 卷布上 依依都如同第一包一样写了花名 有甘草红 听红 玉板白 朱砂红 笋二桥 只是里面的孤秃果 多有五六枚 少的却只有一两枚 有半瘪的 也有饱满的 有些干些 颜色深些 有些湿润些 颜色浅些 想来采摘的时候不一样 采摘的人也不知道哪些合适 哪些不合适 就一股脑的摘来了 不过总是得用的 乌三 见牡丹满脸喜色的翻看这几包种子 不由微微一笑 适时插画道 这些是其他品种的 花将按照公子的吩咐 也是在果皮成线黄色的时候就摘下来放好的 只是不多 摘下来的时辰也要久一些 顾儿要干点 我家公子爷想着您大概会需要 便让小狄并送了过来 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有用 太有用了 蒋公子实在太大方了 包种子的人也细心得很 这字写得真好 你们家那位新来的花匠实在很不错 按照牡丹想想 蒋长阳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亲手包这些花种子的 字是那花匠做的 乌三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来 含含糊糊的道 嗯 这位花匠的确不错 这字 这字的确是写得很好 没有十多年的功力写出来 稍后请乌总管 向蒋公子道声谢 接了与和递过来的两个荷包 递给乌三道 多的这包请乌总管喝茶 小的这包是给那位花匠的 光看这包种子包成这样 还写了花名 就知道是个做事踏实仔细的人 乌三的手顿在半空中 想了想伸手接过荷包 笑道 那小的替他谢过和娘子赏了 应该的 和娘子 我家公子今日去看福岩大师 听福岩大师说起 你们庄子里的那件事又加重了 还请你和小的说说 如今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家公子 兴许可以请人帮忙去和宁王府打声招呼 谢谢你们关心 没事了 已经解决好了 我正想着 改日要去府上说一声 劳烦讲公子挂心了 牛都已经追到大路上了 还说没事 真的假的 牡丹见他满脸的不相信 便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 我表舅就是宁王府的长使 昨日因见事态愈发严重 就请托他帮了忙 我表哥当夜就去了庄子上 将放火的人抓着 送到了宁王殿下面前 已是各得各的惩罚 以后不会再出事儿 以后不会再出来危害人了 乌三听了 也欢喜地向牡丹表示了祝贺 谢过流反告辞离去 牡丹提了竹篮子进去 真是坐在岑夫人身边招手叫他过去 给了你什么 牡丹打开给他们看 是以前答应给我的牡丹花种子 曾夫人拿起一包来看 笑道 哟 包得挺仔细的 这字写写得真好 你说是花匠写的 花匠也能写出这么好的字 可真是难得极了 何之中文言笑道 拿过来我看看 看了那卷包上的字 也忍不住赞叹 果然写得好 这样一手好字 去去做花匠 真是可惜了 李信也拿过来看 不经意地问 这是谁家的花匠啊 就是上次多五节时 救了丹娘的那位 蒋长阳蒋公子 说来真巧 他的庄子也在方圆附近 不管是去联合 其他人家搞鬼的事 还是他欠人过来说的 这才引起了丹娘的警觉 这人真不错 上次我们去道谢 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难为他就一直记着 他能不记着吗 我还欠了好几株花呢 丹娘 我听说你这些日子 到处找牡丹街头 却又被人抢了去 我家里的那些 我已经吩咐他们 务必仔细看顾 等到秋天的时候 就让人给你送过来 那价格可不许太高啊 不然就算你是我表哥 我也是不要的 行 你还试价给我 可不许少给 说话间 薛氏令人摆好了饭 入内请大家吃饭 李姓很识相地起身 我还有事呢 就先告辞了 何止中一把拉住他 微微有些生气地道 哪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 吃了饭再说 李姓为难地忘了忘岑夫人 岑夫人又不是对他有意见 到底是看着长大的孩子 而且还是个好孩子 见他眼巴巴地看过来 心一软笑道 就是 傻孩子 难道在姑姑家里 吃顿饭都不行了 从前 也没见着你这么客气过 快去坐着吃饭 多吃点 岑夫人才一发话 旁边已经懂事了的孩子们 立刻一拥而上 将李姓簇拥着 往前面去的 李姓出门前 扫了那半篮子 牡丹花种一眼 轻轻挺直了腰背 将本就 鼻挺整洁的玉色袍子 整了整 谈笑自若地 与和儒和红 谈起诗词来 岑夫人微微叹了口气 多好的孩子 真的是太可惜了 却说乌三 哼着小调 回了曲江池讲宅 问清小厮 蒋长阳在园子里的 池塘边喂鱼后 便绕过小径 往后园而去 天空已经泛黑 唯有天边还有几丝金红色的亮光 从五彩的云霞里透出来 蒋长阳站在池塘边 将鱼石轻轻洒入池塘中 胖胖的锦鲤围在他的面前 纷纷张着圆圆的嘴吞咽 发出轻微的嘟巴声 蒋长阳的脸在半明半暗里 显得轮廓格外分明 听见脚步声 他头也不回得倒 回来了 乌三捏了捏他袖中的荷包 脸上露出一丝 不怀好意的笑容来 正做了恭恭敬敬的表情 上前道 是 回来了 何家娘子说了 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小人 替他向您表示谢意 蒋长阳将最后一点鱼石 洒入池塘中 拍了拍手 回身望着他道 解决了 这么快 他可说了是怎样解决的 乌三将牡丹所说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笑道 这位何娘子 看着笑咪咪的 其实也是个要强的 蒋长阳嗡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便转身往后走 乌三赶忙叫了一声 公子爷 还有事 乌三从袖子里摸出那个装满了钱的荷包来 双手递上 认真严肃地道 这是何娘子给您的 边说 边偷窥着蒋长阳的表情 蒋长阳一愣 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那个荷包不动 荷包是稳重的淡蓝色 上面简简单单绣了一层蓝草 绣工还不错 花样子 看着也还不差 他明明记得几次见到牡丹 牡丹衣裙上绣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牡丹 一朵比一朵更娇艳 一朵比一朵更明媚 怎么这个荷包绣的却不是牡丹 偏偏是从兰草 蒋长阳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 并不伸手接荷包 淡淡地道 他怎么会突然送我荷包 你是故意捉弄我的包 小的怎么敢 小的敢对天发誓 若是有半个字是假的便天打五雷轰 真是何娘子送的 他说的果真没有半个字是假的 而是有一个字是假的 是赏而不是送的 所以他是不怕这个誓言的 叫他发十遍也可以 蒋长阳有些不安地擦了擦手掌 犹豫道 他为什么送我这个 你可知道里面是什么 小的不知 也不敢问何娘子 您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蒋长阳抿着唇接过荷包 入手却觉得很沉 颠一颠觉得很诡异 一拉开荷包 几个亮晶晶的通宝 鸡里咕噜滚出来 落在碎石铺就的小镜上 叮当几声脆响 滚进旁边的草木中 疏忽不见 蒋长阳挑了挑眉 指尖一挑 将荷包口全部拉开 弹箭里面满满当当 装得全是通宝 不由好声傲嗓 咪紧了唇 抬眼冷冷地看着乌三 生气地道 你又到什么鬼 公子 您可冤枉死小的了 和娘子说 包花种子的人包得极不错 字也写得极好 送他买茶喝的 人家一片好心 小人也不好说不要 所以就拿回来了 拿也拿回来了 您要不要 就赏给小人吧 何家的丹娘 不是一个不懂理的人 则会莫名其妙 打发下人似的 送自己一包钱 看样子 分明是生了什么误会 蒋长阳明明知道 乌三倒鬼 偏生又气不起来 只沉着脸道 让你搬件这么简单的差事 你都办得莫名其妙 还想多拿赏钱 以后再这么办差 我看你可以回去了 是 趁着还有点亮光 赶紧把钱找起来 别浪费了 关键是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 乌三弯腰攻身地 将钱从路旁草丛中找了出来 认错态度良好的 双手递给蒋长阳 蒋长阳又瞪了他一眼 将钱装入荷包中 把荷包口一截 转身就走 乌三忙老老实实地 跟在身后 陪笑道 公子爷 明日是什么时候出发 四十区法售四街福元和尚 收拾好就走 乌三偷眼看着他手上的荷包 快步跟上 那小人再去检查一下 马匹装备 嗯 小心一些 稍后我会和大家一起吃晚饭 你去看看饭菜备得如何 记得要厨房添好菜 球 每个人只能喝一碗 多的不能喝 盯紧了 乌三应了 自去筹备 蒋长阳握着那包钱 回到房中 从怀里 摸出火帘和火石来 轻车熟路地 将桌上的蜡烛点亮 随手将那包钱 放到了桌上的一个 黄羊木匣子里 伸手在桌下摸索了片刻 摸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来 对着烛光 就细细看了一遍 就这烛火烧得干干净净 少请 乌三轻轻敲了门 公子爷 大家伙都到齐了 蒋长阳吹灭蜡烛 转身拉开了门 暮色尚未完全降临 永兴方的郡竹府里 亦然莲目低垂 灯火辉煌 穿着青衣 梳着锤迹 踩着线鞋的侍女们 有条不紊地 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 流水样地送至主屋的那张 做了金矿宝殿装饰的长条桌上 已被主人随时取用 浓厚的酥和香油味 无处不在 尽叫美味佳肴散发出的香味 几乎闻不到 侍女们也没心思去管 人人居都提心吊胆 束手束脚 唯恐一个不小心弄出声响来 就被心情严重不好的主人治了罪 带到菜肴上棋 几个平日贴身伺候的青衣侍女 悄无声息地你推我 我推你 谁也不肯去向清华郡主秉化 推丧了一会儿 往日最得清华之意的一个婢女阿杰 叹了口气 轻声道 罢了 今日我去 以后轮着来 其他人举都松了口气 露出劫后余声的喜色来 一起将她往后推 阿杰碎步绕过 六区银交 官羽毛 侍女屏风 对着低垂的酱色沙漫吼 宽大的白潭木床踏上 躺着一动不动 望着帐顶发呆的清华郡主 轻声道 郡主 菜已上齐 是否现在就将周岸抬过来 伺候您用餐 清华郡主 眨了眨因为太久没有闭合而有些发酸的眼睛 冷声道 刘畅还没来 刘畅寺让人带信过来 说是要晚点过来 请郡主 不必等她吃饭 阿杰是带着誓死如归的心情 说出这段话来的 她晓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的后果 一定很可怕 自从清华郡主 坠马受伤 卧床敬仰之后 脾气越发古怪暴躁 隔三差五 就一定要叫人去请刘畅过来陪她 她伤重之时 刘畅倒是次次都来 如今她的伤势稳定了 她来的就没有从前那么勤了 五次中 有三次来 就算是好的 三次中 还难得有一次不迟到的时候 来了 也就是捧杯茶 捧卷书 坐在床边 长久一言不发 清华郡主 若是好好说话 撒撒娇 刘畅还偶尔硬核一下 若是清华郡主大发雷霆 砸东西 骂刘畅 刘畅 便闻思不动 诗而不见 听而不闻 清华郡主对此大为不满 骂刘畅不是个东西 偏生旁人都在劝她 说她不对 夸刘畅脾气好 宽宏大量 她二人斗法 苦的却是他们这些下人 随时提心吊胆的 总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一不小心又招惹了清华郡主 从而惹来灭顶之灾 阿杰果然没有猜错 她话音刚落 清华郡主就抡起一只磁枕砸了过来 清华郡主虽然下身不能动她 但两条长期运动的胳膊力气确实不小 随手抓起磁枕什么的杂人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阿杰脚趾头都吓得惊乱了 她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 死死盯着磁枕的飞行路线 算着要到了 方不露痕迹地偏了偏头 磁枕呼啸着从她的发边飞过 看起来就像清华郡主砸得不准一样 清华从来惩罚人是不许躲避的 否则最佳一等 所以如何让有意的躲避者看来像意外 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不是身经百战 修炼不出来 此枕落到地上时发出的碎裂之声 在空旷幽暗的室内 显得格外刺耳惊人 清华大概是累了 没有再继续追究 逃过一劫的阿杰 此时方觉得汗流浃背 腿一软 巴搭一下跪倒在地 五体投地地颤抖着声音说 郡主息怒 郡主保重 与专门叮嘱过 您不能乱动 必须静养的 数字何其可恶 我如今是起不来床 不然我一定要叫她好看 去 再让人去催 和她说 她若是不来 我要叫她后悔一辈子 阿杰 唯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 愁眉不展地招手 叫了个小丝来 再去请刘四丑 求她务必要早些过来 就说 就说郡主 今日心情格外不好 她若是不来 只怕会闹出更大的事情 方门要关闭的时候 刘畅方才阴沉着脸 出现在郡主府 阿杰看到她 情不自禁 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来 须须扶扶胸口 轻轻吐出一口气来 恭敬地行了个礼 道 刘四丑 训主等你好一会儿了 奴婢为您引路 刘畅也不看她一眼 将头痒得高高的 轻轻哼了一声 看到有人将这危险的差事领了 其余人等自然巴不得 躲了个清闲安稳 巨兜退开不往前凑 这正是刘畅所需要的 她漫不经心地 跟着阿杰走到后院 见左右无人 迅速将阿杰 拖入到一层丁箱后 牢牢拢住了阿杰的腰 在她白嫩的脸上 亲了一口 微笑道 好亲亲 下次见到我 再也不要像刚才那般笑了 当心别人看到 她的疑心重得很 阿杰浮在刘畅怀里 轻轻喘气 委屈地抬脸看着她道 她近来脾气越发糟了 动不动就男人出气 先前为着您来迟了 就扔磁枕砸我 险些将我的头砸破 我真的是怕得要死 就生恐什么时候 再也见不到你了 月光下 阿杰的泪珠晶莹 凤眼媚人 刘畅恍惚觉得 这双眼睛惊人的熟悉 情不自禁地 就带了十二分的恋爱 轻轻舔在她的眼上 将那泪珠给舔干净了 阿杰吃了一惊 见惯了情势的她 竟然从刘畅的眼中 看到了真情意 她贪恋地看着刘畅英俊的脸 轻声道 先前魏王世子 奉了魏王的主意过来 恶恶教训了郡主一顿 还不许郡主变白 说的话很难听 所以她的心情非常不好 等会儿 只怕又要给您气手 可知道为了什么 我当时没能在里面伺候 杰丽也只听了个大概 好像是郡主 听了闽王府中一个机械的话 令悟宁王府的下人 去逼买黄渠边上的一个庄子 如今冬创事发 宁王派人去和魏王打了招呼 魏王非常生气 知道了 你辛苦了 以后不要冒险了 你平平安安的最重要 我都是为了你 我知道 刘畅有一下没一下的 抚摸着阿杰的头和背 脑子里飞快的消化 分析着听来的消息 闽王是黄二子 比宁王大得多 身边豢养了一群奇人异士 利用这些人的奇能 四处交由权贵 比如说上次陪他去参加宝会的原始酒 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民王指使姬妾来挑清华 是忍不住了吗 黄渠边上的庄子 谁的庄子 好像潘儒说 牡丹就在那附近买了块地修了庄子 会不会是他的呢 崇鸣唧唧 晚风轻浮 紧紧依偎着的二人 似是忘了周遭的一切 只静静享受着月光下的温柔宁静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清响 惊醒了阿杰的美梦 也吓醒了流畅的沉思 他给阿杰使了个眼色 二人快速分开 从两头包抄过去 被包抄的人眼看逃不掉 索性站住了大摇大摆地迎着阿杰去 主动出声招呼 阿杰 郡主听说刘四成来了 却总也等不到 上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却是清华身边的另一个贴身侍女 阿柔 阿杰的目光扫过阿柔手里 熄灭了她灯笼 不动声色的微微一笑 站直了身子 坦然自若地俯了俯并脚 握住阿柔的手 大声道 是阿柔啊 你刚才来的时候 没遇到刘四成吗 他早就独自进去见郡主了呀 是吗 我眼神不好 还真没看见 刘畅站在阴影里 听到阿杰的声音 确认了来者的身份 转身悄无声息地 快步直往主屋而去 听到屋里 传来清华咒骂人的声音 刘畅忍不住咒了咒眉头 深深呼吸一口气 待到侍女掀起水晶帘子来的时候 刘畅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 他步履轻快地 穿过一重又一重的沙漫 绕过六驱银礁 观羽毛侍女屏风 淡笑看着床上脸色苍白 眼睛冒火 愤恨地瞪着她的清华 怎么又再发脾气 我不过是因为有公事 滚了一池了 听阿姐说 你瞪着我一直没有吃饭 怎么这样不懂事 说吧 想吃什么 我喂你 你还记得我在等你吗 什么有公事 我看你是又和潘荣 一起去哪里风流快活了吧 你喂我 你只怕巴不得我饿死才好呢 刘畅不以为意地 接过从后面跟进来的阿姐 地上的一碗银窝粥 用银河叶池子 咬了一池 递到清华的嘴边 温和地道 我看你是闷坏了 城市里总是在胡思乱想的 我若能把手头的公事办好 你也有面子不是 你难道不知道 我最想的 就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 谋得一席之地 呸 别个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真才实学 笑死人了 你以为你这个四城是怎么来的 如果不是我 你 刘畅忍无可忍 勃然变色 将手里的金花银碗 狠狠地往地上一砸 也不管燕窝粥 见得到处都是 冷冷地瞪着清华郡主道 是 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伙子 只能靠老子 靠女人 若是没有你们 我要到街上去讨饭 才能天保肚子 如果你没摔下马 我也不会这么快 就得了四一四场 如果没有你 我今日也不会被 宁王府的人叫去喝酒 我倒是奇了怪了 我是不能门还是不能武 你们凭什么叫不起我 你被宁王府的人叫去喝酒了 谁叫的 都说什么了 我是不想说 怕你听了又烦 但禁不住你这样折腾 刘畅哼了一声 装腔作势地 踢了钱来收拾周夜的阿杰一脚 骂道 哼 不成业的奴才 撞了你爷爷我了 阿杰忍气吞声 屈膝行礼 拿了帕子扶在地上 将周夜打扫干净 不忘偷偷看了一旁 拿了帕子 殷勤上前 给清华郡主擦脸 擦棉被的阿柔一眼 然后给刘畅一个眼封 受到刘畅肯定的神色后 他放泱泱地退了出去 你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人家就是莫名其妙地 警告了我一头 我只知道 你跟着敏王府 做了件什么不该做的事 我说 你好好躺着养伤不可以吗 操那些心做什么 有事不会让我去做 掺和进去干嘛呀 你是还嫌你身上的伤不够重是吗 我许久没有出门 又没多少人来看我 你也不和我说外面的事 我又怎会知道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 给人当枪使了 以后不会了 你别担心 等我好了以后 我再进宫去求圣上 请他另外给你安排个更好的职位 哼 我不稀罕 总怕一不小心 被人说成是吃软饭的 我可不想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到底想怎样 我在外面忙乱了一天 你就专找着给我添堵的 我累得很 我看你 还是安安心心养伤 养好了伤 我再来看你 清华郡主 如今的日子难过得很 盼了她许久 就只望着流畅 能慰解慰解她 结果人才来 没说上两句好话 吵了一架 砸了东西就要走 不由又欺又恨 忍不住 将正在吐着香烟的金鸭香炉 抓起来扔了出去 恶声恶气地吼道 好呀 你只管走 有本事走了就再也不要来 金鸭准确地砸在流畅的后脑勺上 雪白的香灰 扑得流畅一身都是 流畅被砸得眼前发黑 眼貌金星 她顿住脚 冷森森地瞪着清华郡主 恨不得上前将清华郡主掐死才干净 拼命将那口恶气咽了下去 决绝地往外走 清华郡主被她那一眼看得一阵心虚 不由有些害怕起来 当年清华郡主和流畅说 清华要嫁人了的时候 流畅就是这样一种神色 然后果真就没有再主动来找过清华郡主 一直到清华郡主又回来找她 流畅不如意才接受了清华 如今看来似乎又像是回到了那一夜 流畅这一走多半是不会回头了 清华眨了眨眼睛 声嘶力竭地道 你赶走 走了我必然叫你全家后悔 那么你自己保重吧 记得啊 让我全家抄斩的那一日 你只管去伤我的脸 涂我一脸的口水 怎么解气这么来 流畅古怪地笑了笑 她叫她全家后悔 如今她全家只有流成采 一个人不后悔 其他人都后悔得很 清华郡主看到流畅 那决绝的神色和古怪的笑容 又听流畅说这种话 真的后悔了 可又拉不下脸来 又气又恨地将眼泪咽了回去 恶声恶气地道 你这个 清华的狠话还被放出来 就见阿杰打起帘子快不进来 跪倒在流畅面前苦苦哀求 刘思成 郡主病重 身体不舒坦 心情也不好 又受了委屈 招之至亲之爱的人发火 也是人之常情 请您多多包含她吧 她日日都盼着您来 夜里也睡不着啊 清华郡主见来了酒兵 也就及时将那句狠话咽了下去 恶狠狠地 瞪着站在床前 探头探脑盯着流畅看 表情古怪的阿柔一眼 觉得这个丫头怎生这么木论 也不懂得在中间劝劝 若是阿柔有阿杰这么聪明 早点在中间挡声一挡 她和流畅也不至于将狠话说到这个地步 可是再抬眼看到流畅那张面无表情 丝毫不为所动的面孔时 她心里又开始难过担忧起来 只听阿杰道 刘四重 此刻外间方门早已关闭 您就算出了府也不能回去 不如留下来陪郡主吧 有什么心结是解不开的 好好说说就通了 主子高兴 奴婢们才能心安呢 说完 只管呼呼磕头 清华郡主听了这话 不由大喜 当真的 方门都关了 刘畅能去哪里 不过刘畅那倔脾气她知道 说不定会跑去哪户相熟的人家 坐上一晚也是有的 清华郡主大气也不敢戳的 从眼角斜瞟着刘畅 只见刘畅虽然没叫阿杰起来 脸部的线条却渐渐柔和下来 清华郡主历时知道 刘畅最旺的那口气 已经被阿杰成功地挡住了 便低咳了一声 试试探道 我知道我成了这个样子 你别嫌弃我了 不然怎么总是对着我发脾气 再不顾我的死活了 你忘了从前你说过 要陪我一辈子的 难不成 你还怨着我以前嫁了那个死鬼 我名为郡主 但其实真正能做主的事情又有多少 如果不是总忘不了你 总念着你 我也不会想方设法想和你在一起 这世上 还有几人像我这般挂着你的 刘畅果然滴滴叹了口气 紧握着的拳头也松开了 清华郡主一看有戏 忙道 你累了一天了 也该歇着了 我让人给你备下香汤 你去沐浴吧 说到这里 他看了阿杰一眼 柔声道 阿杰 你去伺候刘四成沐浴 看着是清华郡主给了自己体面 但阿杰知道 这体面背后带来的风险有多大 他咬了咬唇 为难的道 奴婢还为郡主 说这燕窝粥呢 作为主人 清华郡主非常喜欢阿杰这种 凡事先把自己放在前头的心子 便轻笑了一声 你这丫头就是个死心眼 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你自去吧 刘畅回头 看了立在清华郡主床前 已经被二人连串的精彩表演 弄得有些发梦的阿柔一眼 壮死不经意地道 罢了 阿杰伺候惯你的 你虚拟不开 让阿柔来伺候就行了 清华郡主一愣 眯起眼睛 恶狠狠地看向已经呆若木鸡 呆痴痴看着流畅的阿柔 几乎是咬着牙道 好 就是阿柔 难怪这贱货 是才看见那二人吵架 也不知道在中间转环呢 只知道盯着流畅看 原来是巴不得他二人 越吵得厉害越好呢 要说从前 他们也不是没伺候过流畅习语 只是今非昔比 清华郡主疑心重得很 流畅此时提出这个要求 只怕是陷阱 阿柔惊觉不妙 连忙推辞 郡主 奴婢不 怎么 我会吃人 好啊 清华 如今就连你府中的侍女 都看不起我了 难怪外面的人 越发拿我当做笑话来看 想怎么捉弄就怎么捉弄 其他人 未必是想怎么捉弄他 就怎么捉弄他 但流成采和清华 的确是想怎么捉弄他 就怎么捉弄他的 流畅说到这里 语气已经十分暴怒 流畅暴怒 他那句当笑话看 也严重刺激了清华郡主 清华郡主 不由得联想到许多事来 当下面沉如水 凶狠地瞪着阿柔 我的话你也敢违你 还不快去 是 刘四成 您请 流畅肆无忌惮地 扫了他的胸脯和腰臀一眼 朝清华郡主笑了一笑 你等着 我稍后就来陪你 清华郡主看得分明 一口气憋在嗓子眼 上不去下不来 简直难过得要死 隔壁的流畅 并没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 偏生他越想就越不一般 少不得竖起耳朵仔细听 忍不住发作气来 一把将阿杰地上的燕窝粥推开 阿杰皱着眉头 担忧地看着他 郡主 万事多等您养好了身子再说 对 养好身子再说 虽是如此说 但流畅一去不复返 却叫他抓心抓肝一般难受 实在受不了了 便叫阿杰去看 阿杰面昏耳赤地回来 却什么都不肯说 他问得急了 便索性跪在地上 只是磕头 以清华郡主的阅历 他如何能猜不到 发生了什么事 流畅从来就是个风流之人 更何况 他对自己多有怨言 当初他能不碰核牡丹 却对核牡丹身边的丫头下手 去弃核牡丹 如今他同样也能这样对自己 自己如今倒是置得他家里的两个女人 进不得身了 但他又如何肯闲着 而且今晚他还刚用香炉 砸了他的头 他定然要报复自己的 清华郡主抓紧了身下的棉柱 恨恨地笑 不急 慢慢地来 总有一日 我要叫他再不敢在我面前说个不辞 就过了半个多时辰 流畅方神清气爽地走了进来 他换了身雪白的对筋丝袍 半裸着胸膛 笑容松快 仿佛全然没有看到清华郡主扭曲的表情 镜子往他身边一倒 带着燕族的神情 闭着眼睛道 睡吧 累死人了 清华郡主见流畅 虚余功夫就睡着了 使劲推了他两把 全然没有动静 不由悲从中来 不由发痕地想 他一定要早日好起来 好好收拾这个负心狼 白眼狼 但这都是后话的 目前他得先将胸中那股恶气 给出了才行 他不露声色地对阿杰招了招手 磨着牙道 带人去收拾干净了 阿杰脸上露出老大不忍的神色来 可经不住清华郡主 毒蛇一般的眼神 只好屈膝行了个礼 表示一切照办 清华郡主从发白的嘴唇里 轻轻吐出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看着 告诉他们 这就是背叛我的人的下场 阿杰忍不住打了个寒阵 无声地退了出去 阿柔不要怪他 要怪只能怪清华郡主太狠毒 阿柔又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 还存了不良的心思 想借机把他踩下去 他不想死 那就只有阿柔死 刘畅从睫毛缝里 看到清华主仆俩的动作 晓得这隐患算是除掉了 便放心翻了个身 沉沉睡去 他能叫我家里安排棋子找牙 我也能的 就看最后谁玩死谁 小米儿 你等着瞧 这还只是个开始呢 五更三点 东东的沉鼓声和各个寺院的钟声 依次响起 刘畅睁开了眼睛 静静地看着身边就算是睡着了 眉眼表情也显得肆意张扬的清华郡主 一只手顺着紧背 放到了他的胸上 握准了 狠狠一拧 清华郡主果然疼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醒了过来 他正要发脾气 就被刘畅拉手去按住某处 接着刘畅他轻轻咬了清华郡主尖头一口 清华只觉得一股热流从小覆出生起 迅速流向四肢百骸 叫他忍都忍不住 他渴望地看着刘畅 轻轻喊了一声 长郎 眉梢眼角都是春意 无比希望刘畅能有进一步的动作 就算是不能 能安慰安慰也是好的 偏生流畅却在关键时刻停了下来 似笑非笑地道 让侍女给你清洗清洗 笑味太重了 安安心心地养着 我得走了 过两天我又来看你 千万别办傻事了 找个机会和你父王认个错 这样不好 你只管好你自己风流快活就好 何必来管我 生气了 其实我昨夜也没做什么 不过就是和阿柔开了个玩笑而已 不信你叫她来问呢 你病着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人都死了问什么问 而且清华郡主也根本不会相信 在她眼中 就算是嬷嬷 也和那什么没区别 刘畅才不管她相不相信 静自起身披一下床 不见有人赶上前来伺候她 她也不怪罪 自己动了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对着静候在外头伺候用饭的阿杰 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想办法传出去 就说她为了昨儿的事情 对卫王和世子极为不满 因此砸了东西 打死了人 天色还未完全放亮 刘畅回头看了一眼 在晨曦中的郡王府 唇角勾起一丝冷笑 待她慢慢拔光了清华郡主的牙齿和沼子 看她还能怎么在她面前闹 刘畅翻身上马 踏着晨光 慢慢出了永兴方向着黄城走去 天色虽然昏暗 但并不妨碍跟在她身后的秋实 目光敏锐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东张西望地从附近的安心方里骑马出来 显然正是号称要在府衙里直诉的刘成才 刘畅也发现了刘成才 他并不上前打招呼 而是拨马走入另一条街口 等他过去之后 方才低声吩咐了秋实几句 秋实虽然有些害怕不安 还是领命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气越发燥热起来 虽是清晨 却凉快不到哪里去 牡丹坐在廊下阴凉处 翻看沙筐里的牡丹种子 它的心情很好 孤秃果已经从蟹黄色变成褐色 果皮也在裂开 后熟过程完成得很好 只等时间一到就可以播种了 孙氏欢天喜地地过来 笑道 哎哟 李家表姨买了兴宅 小搬家 听着又是七夕 谁人下帖子 来请家的人都去 听说还有好多人要去 但娘你去不去啊 表姨搬家 咱们自是去奥暖宅 怎能不去 孙氏见他口里虽然答话 心思却全在手上的活迹上 不由拿扇饼轻轻敲了他一下 笑道 娘叫你过去呢 牡丹命宽儿和树儿仍将牡丹花种子收到阴凉通风处小心看守 便起身跟着孙氏往前头去 岑夫人正和薛氏白氏 商讨送什么礼给李满娘暖宅比较好 真是礼氏等领了几个已经大了的女孩子 讨讨讨论那天穿什么好 众人都说得热火朝天的 俨然是非常重视此次暖宅宴会 曾夫人见牡丹过去 伸手拉他坐在身边道 这次你表姨搬家 正好的你表姨父就升了官 孤儿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去赴宴 听说其中不乏名门世家的女孩子 这些人多数是与你表舅和表舅母交好的 你表哥可能在年后就会受职了 既然李姓要受职 那么也就是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宁王妃刚下葬没多久 李家没机会给李姓办这事 卸下李满娘的丈夫升官 搬家又是七夕 三件事加在一起 正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的邀约 所有有可能的名门官家女孩子们聚在一起 方便崔夫人挑选儿媳妇 也方便对方相看李姓 促成好姻缘的好机会 牡丹指略略异想 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之处 当下微微一笑 想来会是极热闹的 咱们必须去 当然要去 娘准备送什么好礼给表姨 还能有什么呀 咱们家的老本行呗 又是像山子 可不是 其他也没什么合适的 字画古丸咱们欣赏不来 你表姨和表姨父也不是喜欢这个的 还不如送件实用的 你表姨请瑞娘 韩娘 阿问 阿纯 阿练 搬家当日 帮她请水执着 咱们 要给她们做新衣服 我就想着呀 不如大家都各做一套 你想要她什么样子的 我就不做了 我还有那么多衣裙没有穿过呢 做这么多 岂不是浪费 大家都做 你如何能不做 不妨料子选好一点 颜色清淡一点 你看如何 牡丹回头一看 几个嫂子侄女 全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 一副生怕她坚持不做 就害了大家没有的样子 少不得失笑道 那我就听娘的 这就对了 她见牡丹大方自然 觉得女儿争气 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随即回头 笑骂几个儿媳孙女 平时少给你们 做四季衣裳了吗 一个个的 做出这样子来 简直是要气死我了 白氏忙起身 给她捏尖垂腿 嘴儿甜甜的倒 娘自然是没少 给我们做新衣服 我还有几套好的 没穿过呢 可是这衣服 永远少一件 平时不觉得 关键时刻 就总觉得都不满意 只好趁着表姨搬家 这件大事 好好敲娘一笔了 薛氏等人 简层夫人心情好 有意捧她 便凑过去 七嘴八舌地 说起好听话来 一个比一个会说 一个比一个嘴巴甜 真是却存着小心思 她两个女儿 慧娘和云娘已经渐渐大了 可以考虑相看婚事了 得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打扮一下 也趁便弄点首饰什么的 当下三句两句 就绕到首饰上 陈夫人原本就存心 给家里的女人 美人添点首饰 不主动说出来的原因 就是等她们自己开口 此刻简真是提出来 便顺水推舟硬了 说是让大郎 挑些瑟瑟和珠子回来 每个人都置一件 让她们自己 先想好花样子 这个宣布 一下子将屋里的气氛 推到了最高处 所有人都设想出 自己那日盛装出席的样子 简直是无比期待的 且不说何家的女人们 如何挑衣料打首饰 村夫人如何给牡丹 精心准备那又精致又大方 颜色又不是很出挑的衣裙 李家这里也是一片忙乱 崔夫人绞尽脑汁 四处奔走 巴不得趁着李满娘搬家这个日子 将所有可能 与李家结亲的好人家 一网打尽 为了让李姓的迈向更好一些 她也少不得要替李姓好生装扮一番 一大清早 就叫人将李姓堵在家里 叫人去给她量体裁衣 又搬出一大堆存下的好料子来 拉了李满娘在里面精挑细血 李姓明知崔夫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纵然满心的不喜 奈何也终究降不过崔夫人 少不得强撑着不耐烦 让人给自己量体 兴致缺缺的听崔夫人和李满娘讨论 什么料子最适合她穿 什么颜色最衬当 她本是爱打扮的人 此时却觉着这做衣服简直太烦了 不如不做 李渊从外间进来 一眼看到的就是兴奋无比 说个不停的妻子和妹妹 还有就是站在一旁 仍由他们推来推去 拉着布料在她身上比比画画 神情发闷的儿子 还有两个坐在一旁 看笑话的外甥 当下低咳了一声 道 兄姊 你今天没事吗 咱弟还坐在这里不动 我正要走呢 爹爹也要去王府办差了吧 咱们正好同路 走吧 崔夫人还没比划完 就见丈夫将儿子给拉走了 不由满心不喜 正要阻拦 李满娘轻轻拉了她一把 低声道 让大哥和她说说 不然那天她转身就跑了 你到哪里去找人呢 崔夫人一想也是这个道理 随顿住了 泱泱地道 咱们也给自己天气好的 李家父子二人并肩出了正屋 随身小厮们忙忙去牵马 准备出行事宜 李渊备手前行 淡淡地道 还想着呢 想着什么 想着 何家的丹娘 李姓倔强地名紧了唇 也不应是 也不答不是 人生不如一时 十之八九 大丈夫当有所取舍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你不是一直都为商家鸣不平吗 觉得大家不应该看不起商家吗 这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若是你想改变他们这种看法 光凭你现在这样的身份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李姓有些心烦意乱 他也想继续往上走 做得更好 将来有一天让大多数人都能静下心来 听他阐述他的观点 实现他的理想 然而 他难道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吗 和他扯这些做什么 李渊见儿子敏紧了嘴 满脸的不以为然 晓得他心中所想 当下道 你大概是想 凭借你本身的才感你也能做到 但成功 并不是光凭努力就够的 机会是有数的 并不是轻易给人的 能够走五步就走完的路 你为什么要走十步 甚至百步 难道您当初娶娘的时候也想了这些 只是没法子娶到名门望族的女子 才退而求其次 您虽然在仕途上走得艰难 但您能说 娘这些年对您一点帮助都没有 此一时彼一时 我那个时候情况和你现在的情况不同 我吃了多少苦头我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我才不想要你再走一回 我承认 丹娘是个好女子 与你年貌相当 但是 她心中有你吗 如果不是家中反对 我和牡丹何至于到这个地步 如果她心中真的有你 就不该成为你的绊脚石 如果她一心想跟你在一起 为了你好 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 就不该苛求 你们真想在一起 我也不是非得不许的 只要她肯退一小步 只要丹娘心中有我 只要丹娘肯退一步 那就是说 让丹娘做我的测试 但是 她肯吗 何家肯吗 爹爹有话 但和儿子只讲就是 何必这样转弯抹角的 实话和你说 秦和吴氏此番也会有人来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旁人打着灯笼也求不到的 我从来不知 秦和吴氏也与我家有交情 她与我们之前是没交情 但以后就会有了 说起来 这一位 可是从前秦妃娘娘提起过的 只怕是旁之庶女吧 就算是嫁过来 也不见得就能给你所想要的 虽然五姓敌女说起来不多 但这位的各方面还偏巧都是良配 你也不要急 人家还不见得就能看上你 我也就是提前和你打个招呼 该怎么办 你心中要有数 你今年已是二十一了 再也拖不得 我不是卖子求荣的人 我知道什么对你更好 更何况 我们家如今的情况你当明白 有些事情 也不是你我就能做得了主的 李源说完一甩鞭子 扔下李姓自行离去 李姓呆立片刻 咬紧了牙关 也狠狠一挥鞭子 纵马及驰 瞬间就将身后的苍山和罗山 甩出老远 甩出老远 我才能做得比较 而且可以做出老远 这就算是你 那我才能做不到 你不得了 我才能做到老远